你知道老虎和狮子谁更强吗 狮子乃草原之王 其特点力大无穷行动迅猛 而老虎则是万兽之王凶猛 异常战无不射 它们都有着这世上最极致纯粹的力量 而我为了证明老虎才是地表最强 重生成了攀枝花动物园的一只胖猫 而我重生的第一件事就是减肥 一切只因半年后大地磁暴来袭 所有生物将会击变成恐怖的怪物 上辈子动物园里就出现了两只王级凶兽 一只黑曼巴变异成混沌天龙 黑熊则是变异成血链魔熊 然而其他动物还没来得及变异 变成了它们的口粮 如果想要活着离开这里 必须先下手为强 所以要趁它们没变异前提前弄死它们 要知道我可是百兽之王 这棕熊和巨蟒没变异前啥也不是 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摆在我面前 就是动物园伙食太好 看着我这油光水滑的肥胖版百兽之王 老虎区里最胖的老虎非我莫属 离一遍还有150天 人正兴奋地将我锻炼的视频发到网上 胖虎这是在减肥吗 这视频发到网上绝对要火呀 刚好是十圈 这胖虎智商真的高 半天过去一个老虎减肥的视频火了 播放量直接干到了千万 人家胖虎都开始减肥了 等我吃完这个鸡腿 我也要加油 我买了很多食物明天去给它投喂 我要让它知道人间险恶 第二天玻璃墙外的人比昨天多了好几位 一群人开始往观光区扔鸡鸭 在没收下来钱这些都是毒药 但也不能不吃还得增肌呢 我刚成为老虎的时候 就被饲养员为了生肉也没觉得恶心 说明潜意识里已经接受了老虎的习惯 随后我叼着几只鸡回老虎猿去使 一头身形强健的白虎堵在我的面前 他眼神凶狠猛地咆哮一声 我恶然发现自己居然听懂了这老虎在说什么 这虎王是要打我呀 自己这身板本就拉垮 不得直接给打废了 就在我思绪分杂之时 那虎王头顶上莫名出现一块虚拟面板 难道这是重生金手指到账了 只要让攻略对象的好感度提升到80% 即可收获一次抽奖 就这 连新手大礼包都没有真实抠门的系统 看着虎王对我几乎于0的好感度 说明虎王不喜欢肥胖狐 虎王低吼着似乎是在警告我 以后注意一点不然弄死我 好险差点被一个母老虎干了 吐槽完后开始研究自己的系统 但是这波系统貌似没啥用 攻略人还好 这猛兽能攻略啥 算了只能将就用吧 现在想要在灾变中活下来 最稳妥的方法就是带领虎群 群殴熊和蟒蛇 但是想要成为新虎王 短时间内肯定行不通 所以先按系统的来 将虎王的好感度刷到80% 也就是说征服虎王后 吃上软饭的自己也算间接成为虎王 还是得减肥 虎虎我呀得运动去了 眨眼间两天过去 我趴在虎岩区某个角落休息 此时眼角余光看到虎王往自己这边走来 我尽量低着头躲着对方目光 表现出一副不会惹事的态度 虎王来到镜前发出了一道低吼 我听得明明白白 居然叫我给他舔毛 老虎是猫科动物 而猫咪臣服的表现就是舔毛 自己好歹也是高贵的人类 舔啥舔 恶不恶心 见我迟迟没有行动 虎王突然对我怒吼一声 我吓得闪电般上前伸出舌头 使劲去舔白虎王的毛 耻辱啊 简直是人类的耻辱 不过舔着舔着脑海里面 居然产生出了愉悦感 而且虎王的好感度居然提升了 这居然能提升好感度 那我必须拿出前世的蛇弓使劲舔 在狠狠舔了一顿后 虎王心满意足地站起身离开 我看着虎王头上百分之五的好感度 眼中闪过一抹得意之色 骨妞迟早让你舔虎爷 我盯着虎王扭动着的屁股 不觉间舔了舔舌头 就在刚才虎王在我眼中 居然变成了一个波涛汹涌的泳装辣妹 甚至在脑海中 还想上去发生点什么的冲动 不应该呀 我是人类怎么可能会有那种冲动 系统说虎王的好感度提升到80%后 就能获得奖励 那现在应该做的事情 应该是不顾一切地刷好感度 随后我叼了几只游客扔下来的鸡 往老虎园那边走去 此时虎王就趴在一处矮山上面 像是坐在宝座上的君王 接下来我轻吼一声意思是 大王小的给你些食物了 虎王凝视着我又看了眼几只鸡 意思是狠上到你很懂规矩 刷的一下虎王对我的好感度提升了3% 随后虎王趴在地上开始享受美食 而我则是产妹上前舔牢 并不是我喜欢舔 而是舔了后好感度能提升 在虎王吃完美食后 不出所料好感度达到了10% 知道了怎么刷虎王的好感度后 我开始每天都叼着鸡来找虎王 让虎王吃上一顿美美的下午茶 并且狠狠舔虎王一顿 时间悄然而过 离便宜还剩120天 这一个月我已经将虎王的好感度刷到了60% 越到后面这好感度刷新就越慢 以前给虎王带一顿饭舔一顿毛 就能提升3%好感度 现在一天能提升1%都算是超常发挥了 这就像是舔狗舔女神 一开始女神或许会因为礼物或早餐而感到开心 但时间一久反而会觉得这些东西没有心意 就这样又过去了一个月 此时离灾便到来还有90天 然而这一个月下来只刷了5%的好感度 看样子只是送吃的和舔毛 已经不能让虎王提升好感 我现在已经捡了大概150公斤 以前突出来的坠肉已经看不到 虽然还是圆鼓鼓的 但也终于有了一点老虎的样子 努力这一个月 今天可以去收提升虎王的好感 下午我再次叼着几只鸡鸭去老虎园 不过这次我的目光落在了前虎王身上 随后我将嘴里的鸡鸭往旁边一甩 朝着前虎王大吼一声 此时前虎王也被点燃了战役 朝着我争鸣走来 其他老虎看到这一幕都是赶紧退后 此时趴在矮山上的虎王 看到这一幕大眼睛中闪过了一道兴致 仅一个照面我与前虎王互相低吼咆哮 一副谁都不服谁的模样 突然我身形立即 我朝着前虎王拍去 只是自己实在是太胖 攻击都被前虎王轻易躲开 然而前虎王的攻击 全部施打施打在我身上 这时我边打边退 在离一只死鸭子很近的时候 快速用后腿把鸭子登到前虎王面前 前虎王看了眼我又看了眼那鸭子 突然就趴在了地上 随后我向前虎王走去 站在前虎王面前 前虎王似乎知道我想干嘛 然后开始舔我脸上的毛 我则是乐呵呵的退后一步 随后快速往虎王那边走去 走近发现 就这一下子好感度 还剩2%就能达到80% 而我盯着虎王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现在能继续提升好感度的办法只有一个 但自己可是人类的灵魂 怎能干出此等野兽刑警 随后眼前好像出现了幻觉 虎王突然间变成了一个 小麦肤色的比基尼辣妹 这时虎妞舔了舔舌头 下一刻我只觉得眼前开始发黑意识 逐渐消沉 迷迷糊糊间我跟着虎王去了某个角落 然后感觉自己飞升了一板 6秒后 意识逐渐恢复清晰 我发现自己和虎王缩在一个角落 虎王靠在我怀里睡了过去 那小表情看起来非常心满意足 要知道老虎的平均时长只有2秒 凡是能突破这个时间 无不是虎中旅过 苍天啊 我在内心呐喊 感觉自己的灵魂被玷污了 随后只能在心中安慰自己 没事没事 灾变后异兽达到一定等级 是可以变成类人的 这虎妞要是变成类人 肯定也是一个大美女 当我往虎王头上看去时 惊喜的发现终于达到了80%的好感度 就在这时 一道信息出现在脑海中 第一个好感度攻略任务完成 奖励速解抽奖励 话音刚落一个转盘出现在面前 转盘有四个奖励 分别是物品奖励 属性增强 技能修席 神秘奖励 随后轮盘上的指针动了起来 十几秒后指针停在了物品奖励上 一把金色钥匙从轮盘中飞出 瞬间没入了我的掌内消失不见 同时脑海里出现这把钥匙的介绍 万能钥匙 世界上没有他开不了的锁 好家伙 这简直是为我量身定造的呀 想要去熊园和巨蟒园 要穿过好几个门 每个门都有好几把锁 现在的问题是 动物园全是摄像头 该怎么做才能在躲避摄像头的情况下 带着虎群杀过去 此时虎王睁开眼后 就带着我往矮山那边走去 一声虎啸声传遍整个老虎园区 所有老虎听到这一声叫喊 纷纷抬头看着他们的王 虎王持续低吼 然后看了眼我 意思是这家伙以后是我男人了 这就是吃软饭的感觉吗 可真是太爽了 之后我回到了玻璃观赏区中继续解肥 此刻铁王顶部出现了一只小猴子 目光直勾勾地盯着地上的水 这只猴子体型不大 瘦巴巴的尾巴更是断了预警 一看就被欺负得很惨 应该是在猴园混不下去 盯着我看一下 然后又看香蕉一眼 最终饥饿还是战胜了理智 小猴子快速往香蕉跑去 拿到香蕉第一时间就开吃 我则是准备等时机成熟 扑上去抓住它 突然我眼前一亮 没想到的是小猴子头上 居然出现系统面板 名字猴子好感度50% 弱点饥饿孤独不合群 被欺负遍体鳞伤 这猴子好感度居然高达50% 只需要再提升30%就能完成攻略 原本想抓住猴子 让猴子解决监控的问题 但现在我打消了这个念头 这时候千万别吓到猴子 让好感度下降 猴子吃饱后 脸上露出了一抹 幸福之色滋滋的叫了一声 我居然能听懂他说话 难道是带有系统面板的关系 第二天运动完后 我就叼着观赏区里的 积压去老虎园里面 每次搬运完食物后 虎妞都会叫我去某个地方 六秒钟后 释放了几个单位我才能离开 再次回到了观赏区里面 等待着小猴子的到来 就这样十天匆匆过去 小猴子已经不再像一开始那么瘦 体型也正常了起来 现在小猴子已经完全信任我 好感度也达到了70% 此时离灾变到来 还有两个多月 我有着足够的时间去刷好感度 之后等猴子的好感度 刷到80% 就让小猴子去寻找 棕熊和巨蟒的位置 然后让小猴子 顺便把岩路的监控破坏 再带领虎群出去大杀特杀 现在的我在捡100公斤左右 就是一头正常成年虎了 就在我跑圈累了 准备休息的时候 突然头顶上出现了一群猴子 为首的是一个精壮的猴子 头上一撮黄毛 给人一种很嚣张的感觉 身后的猴子也是一个个精神的狠 手臂上都是公二头鸡 而断尾小猴子则在猴群之中色缩着 鼻青脸肿浑身脏乱 看来是被猴群发现了 一番殴打下逼出了水果的来处 我现在心情非常不好 辛辛苦苦刷了这么久好感度 要是小猴子死了 岂不是前功尽弃 与此同时我故意趴在原地 像是在打盹 等这些猴子下来 再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等了一会这些猴子 都以为我睡着了 开始吱吱吱地叫了 不停像是在商量着什么 随后为首那黄毛精壮猴子 突然踢出意见 小猴子大叫了一声 直直摔在地面上 我余光则是偷偷看着小猴子那边 心脏都要跳出来 这小猴子腰是死了 可就白白浪费了十天时间 此时我冷冷看了眼那黄毛猴子 心中已然诞生了杀意 随后黄毛猴子叫了一声 三个猴子偷偷摸摸 就往堆着水果的地方爬去 这黄毛猴子不简单啊 会用断尾猴子测试风险不说 还会派出赶死堆下来 我则是暗暗停住呼吸 等待着他们全部下来一网打劲 转眼间黄毛猴子又滋滋地叫了起来 随后六只猴子爬下铁网 往水果那边爬去 见黄毛猴子还是没有出洞的打算 知道这家伙是不会下来 一咬牙虎鱼而起 瞬间如杀神降临 六个猴子一下全部被拍废 见手下被拍晕 那黄毛猴子凶狠地盯着我 释放着强烈的敌 黄毛猴子知道我上不来 随即朝着身后十多只猴子叫唤起来 紧接着这些猴子纷纷跳下铁网 然后在地面抓起石头重回铁网 瞬间十多块大小不一的石头从天而降 有好几块尖锐的石头砸在我身上 现在终于理解了什么叫做 南村群猴气我胖不快 眼见我跑出了攻击范围 那黄毛猴子突然怪叫一声 随后一群抱着石头的猴子 朝着躺在地上不再动弹的小猴子砸去 要是这一顿石头砸下来 小猴子绝对没有生还的机会 我猛的咬牙 用尽吃奶力气朝着小猴子冲去 就在石头里小猴子还剩一米时 我用自己的身体尽数接下了这些石头 其中一块尖锐的石头砸在了我的眼眶旁 顿时鲜血直流 我看向身躯下的小猴子 赶忙轻轻叼着小猴子的厚薄皮往远处跑去 这些猴子依旧不依不饶连续输出着 终于跑到了安全的地方 我愤怒地低吼了 太大凉憋屈了 随后我抬头向黄毛猴子看去 杀意在这一刻凝固成了实质 而那黄毛猴子似乎感受到了我的愤怒 小心式地大笑着 有几只猴子下到了地面 隔着远远地朝我扔石头 我很想冲过去将那几只爬下来的猴子面 但铁王顶部的猴子还拿着石头 我只能兴兴地穿过了通道回到了老虎园里 那黄毛猴子健壮居然带着一群猴子往老虎园追去 这一刻我忍不住怒吼一声 黄毛猴子知道我拿它没办法反而笑得更欢 突然我的身后传来的一声豪笑 一头充满压迫气息的老虎朝着我这边走了 虎妞 我的好虎妞 他们欺负我 黄毛猴子的带领下 一群猴子举起手中的石头朝着虎妞砸去 虎妞身形瞬间化作一道白色影子 躲开石块向前急驰而去 黄毛猴子看到这一幕愣了一下 然后继续让猴群发起攻击 他很清楚自己处在铁网顶部 哪怕动物园最强的虎王虎妞也上不完 虎妞速度如风 瞬间离铁网就只剩下三米距离 一道惊叮的咆哮从他嘴里响起 双腿悠有弹簧加持一跃而起 此刻那黄毛猴子脸上充满惊恐与不可置信 从铁网跌落摔得七晕八速 眨眼间这只动物园的王者 就站在铁网顶部犹如神王降临 紧接着虎妞从铁网顶部跳下 他第一个目标就是那只黄毛猴子 黄毛猴子感受到虎妞的恐怖气场 根本来不及反应 便被一掌开晕了过去 一分钟后一半以上的猴子都躺在血泊之中 场面宛如炼雨 与此同时动物园的工作人员 正手持麻醉枪已经瞄准了虎妞 虎妞快速向黄毛猴子跑去 在麻醉枪针射来之前 咬着黄毛猴子朝铁网上空一水 瞬间黄毛猴子飞跃铁网 砸落在老虎妞之中 与此同时虎妞觉得天旋地转 身子一歪便倒了下去 黄昏时分 老虎妞具备一层神秘而宁静的氛围所笼罩 我安静地在一旁给地上昏睡的虎妞舔毛 此刻我满眼温柔地看着虎妞 已经完全不在乎虎妞是老虎还是人了 随后虎妞慢慢恢复过来 小猴子也醒了 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原本想要带走两只猴子 但都被我带着虎裙下腿了 小猴子睁开眼睛 身体不听使唤只能躺在地上虚弱呲呲一声 谢谢你虎大哥 我则是微笑点头 欺负你的猴子都被我和虎妞杀了 你好好休息 话音刚落小猴子的好感度刷的一下跳到了80% 眼前模糊了一下 一个抽奖轮盘开始转动起来 我在嘴里默默念着 技能休息 技能休息 不久后指针停下 居然恰好停在了我心心念念的技能区域 接下来一个光团从轮盘中飞出冲入我的脑海 五分影技能 短时间内可以将身体一增为二 分影师消耗比正常识多一倍 随后我来到了树林的隐蔽处 施展出了虎分影技能 下一刻一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胖虎站在原地 两只胖虎开始在原地跑圈 跳跃 打滚 两个身去一个念头就能控制 运动时互相不影响 能够分出两具身体 那就是比同等级的要强一倍啊 等灾变后成了变异虎 这技能就更牛逼科斯拉了 测试完技能后我便向虎群那边走去 此时一群老虎正围着一只黄毛猴子 只见黄毛猴子瑟瑟发抖蜷缩在地上 浑然没有了先前那种嚣张镜头 我进入虎群里面盯着黄毛猴子猛吼一声 干你量的 你继续嚣张啊 黄毛猴子则是浑身颤抖地趴在地上 朝着我使劲磕头 这猴子也太聪明了吧 难不成这黄毛猴子成精了 随后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可能 他量的这猴子会不会也是人类重生的 我看着这鬼精鬼精的猴子 心想这动物园肯定不简单 成了动物之后 我深刻了解到弱肉强食的道理 我并不会因为这黄毛猴子 有可能是人类而放掉的 念其此我也不再犹豫 对着虎群吼了一声 老虎们闪电般往那黄毛猴子扑去 瞬间黄毛猴子便没了气息 虽然现在离灾变期还有一段时间 但动物园居然出现了 和我一样的重生者 很有必要提前将棕熊和蟒蛇弄死 于是我手把手 教小猴子怎么破坏监控 然后去找棕熊区和巨蟒区 五天后 我终于让小猴子知道棕熊长什么样 巨蟒长什么样 该怎么破坏监控 随后小猴子爬上了铁网 去寻找棕熊和巨蟒的位置 连续找了三天小猴子都是一无所获 思考了一会儿 我决定让小猴子换整方式 既然一只猴子找不到 那让更多猴子帮忙寻找 必须让小猴子统治猴猿成为猴王 夜幕缓缓降临 微弱的照明灯亮起 动物园已经闭馆 只有监控房里面三名保安 正在玩扑克灌蛋 他们浑然没发现 大屏幕上挤出地方变成了黑色 老虎猿出口前 有一个全方位摄像头 但此时监控摄像头 被一只黑色的垃圾袋给罩住 我来到门前心中默念万能钥匙 随后一道光影钥匙出现在锁心中 滴得一下锁开了 在小猴子的指路下 我们很快便来到不远处的猴园 想要拥护小猴子成为新的猴王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杀猴敬猴 随后在我摇死几只不服气的猴子后 所有猴子都选择臣服小猴子 我滴吼一声 吩咐小猴子教导这些猴子 去寻找棕熊和巨猛 接下来我便回到了老虎猿 但此时的老虎猿安静一场 定睛一看是一只花豹 正被一群老虎围着 这只花豹金黄色的毛皮散发着光泽 肌肉线条紧绷 在黑暗中眼睛十分好看 花豹乌业一声 意思他是过来寻求帮助的 我居然能听懂花豹在说什么 那么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花豹是我的攻略对象 果然一个好感度面板 出现在花豹头顶 姓名 五花豹 好感度 百分之四十 弱点 被棕熊追杀 至此丈夫生死急需保护 我看着趴在地上瑟瑟发抖的花豹 赶紧让虎群离远一些 片刻后我见花豹受惊情况 稍微好转低吼问道 说说你为什么来到这里 只要是实话实说我会给你保护 花豹听了我的话 开始熬乌地叫了起来 不久前天上突然砸下来一块石头 我将石头咬在嘴里研究了一会 就感觉脑袋一阵炫痕 醒来后就发现一只棕熊出现在面前 丈夫已经惨死 我惊慌之下跳出了豹子园区 慌乱逃跑一直逃到了这 此时黑暗处一团黑影动了一下 眨眼间黑暗处便恢复了正常 但是即使是这么细微动作 也休想逃过我的眼睛 下一刻我经得睁大眼眸 不会是那头棕熊追杀到了这里了吧 难道棕熊也是重生者 要是真是这种情况 那我就危险了 我连忙问道 你还记得怎么回你们豹子园区吗 花豹摇了摇头嗷嗚一声 嚎得太慌乱忘记了 你好好休息这里很安全 说完我就带着虎群远离花豹 五妞这时看向我嘀吼了一声 你喜欢它 我则是露出了人性化的苦笑嘀吼回道 我只喜欢虎 天慢慢亮了 提供了一晚上的庇护 居然提升10%的好感度 随后我带着花豹去了一座假山前 假山里有一个山洞 花豹躲在这里不容易被饲养员发现 至于吃喝的食物 我也会定时给花豹带来 正准备离开时 花豹好感度又提升了3% 这好感度刷得还挺简单 搞定花豹后 我向前虎王待着的角落走去 趴在地上的前虎王看到我瞬间站了起来 我嘀吼一声 别紧张我不揍你 你去做一件事 做好了让你重回老虎去 吩咐完前虎王后 我则是露出了虎牙邪魅一笑 此时老虎园区内 一座巨大假山后方的山洞中 花豹趴在地上 肚子内一阵阵暖一传来 吃下去的那一块石头似乎很特别 现在它已经饿了 就在它想我什么时候给它送吃的事 一头体型强壮的黑虎出现在洞口 忽然黑虎发出了嗜血的咆哮 花豹吓得色索起来快速倒退 只是倒退了几步便已无路可退 它能在这头老虎身上感受到强烈的杀意 明显要弄死它 死定了 花豹刚绝望地闭上双眼 下一刻就看到了那头黑虎 被一头体型肥胖的老虎扑到一旁 我对着前虎王大吼一声 王八之气在这一刻崭露无遗 前虎王一直倒退 最后转过身去夹着尾巴飞快逃跑 随后将几只鸡鸭叼起放在花豹脚下 没事了放心有我再不会让你受伤 果然这招英雄就没有效 花豹对我的好感度原本是53% 现在一下子跳到了65% 之后我便离开了山洞 发现一颗虎头正藏在一棵树后 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 虎妞生气大吼一声 随后快速往一个方向跑去 卧槽难倒是看到了刚才那一幕吃错了 随后我追上虎妞苦笑道 虎妞别生气 我一直在找棕熊的位置它能帮上忙 而且虎妞你这么好看 这么强壮我怎么舍得不要呢 需要一头不好看的豹子 果然这句话一出 虎妞开心地蹭了蹭我的头 便一起转进小树林 眼下还有最后一个月灾变就要来了 我只能希望猴子们给力一点 提前找到巨蟒去和棕熊去 此刻我正趴石头上休息 小猴子激动地朝我跑来 五大哥我找到黑熊了 就在那边的森林 小猴子指着东边方向 随即我深吸了一口气 准备明天晚上就去先把棕熊干了 但是明天要去找棕熊的话 得想办法今晚把花豹的好感度刷上去 要是再抽到一个技能 就算这棕熊也是人类转身 我也能干死对方 经过这几天的照步 花豹好感度来到了73% 此时虎妞正趴在矮山上晒太阳 我走过去低吼道 虎妞这次需要你配合我演戏 虎妞虽然不喜欢花豹大 还是决定帮我一把 随后虎妞往假山那边走去 来到山洞前一道咆哮声 响彻整个虎原 假山里的花豹吓得瑟瑟发抖 缩在山洞里面不敢动它 虎妞低吼着朝花豹走去 嘴里发出驱逐花豹的信息 花豹接收到驱逐信息后 更加害怕起来 虎妞低吼道 再不出去吃了你 随后一群老虎瞬间围住了花豹 花豹更加害怕 地面上出现了一滩水渍 身子抖动如家了马达一样 暗处的我看着这一幕 知道时机成熟了该我上场了 我咆哮一声快速往那边跑去 质问虎妞他们在做什么 虎妞一副凶狠的模样死死瞪着我 对着我的脸就是呼一掌 我则是快速反击和虎妞打了起来 即使自己用出了权力 根本就碰不到虎妞 眼看眼的差不多 我直接来了一个倒地不起 然后伸出虎场 我倒在地上低吼道 虎妞别赶他走 算我求你了 虎妞听后双眼含泪仰天咆哮 从此以后你不再是我的公虎 说完虎妞带着虎裙性性然离去 随后我亮相起身 疲惫地往花豹那里走去说道 没事了 花豹嗷呜不停眼中闪烁着泪花 这次提升了6%好感度 还差最后1%才能提升到80% 你好好休息吧 以后他应该不会带你走 我低吼道 我往回走时 被躲在树后吃醋的虎妞吓了一跳 随即我便对天发誓 我心里只有你一只虎 谁来也动摇不了你在我内心的地位 虎妞听的这话安静了一会 舔了舔我的脸 然后往小树林方向走去 我看到那个方向眼中闪过一抹疲惫 哪怕我现在是老虎 也不能天天这样造啊 第二天一早 我吩咐小猴子盯紧棕雄 并且将沿路上的监控蒙住或者破坏掉 而我这时候赶紧给花豹送食物 试着提升最后1%的好感度 随即我叼着几只鸡鸭往山洞走去 只见花豹无力地趴在地上 昨天虎妞的强大深深地 刻在了她的脑海里面 可能以后见到虎妞 她都会忍不住滴下一些尿子 花豹低声嗷呜了一下表达感谢 但头顶的好感度并没有任何变化 究竟怎样才能让花豹的好感度提升上去 不会真的要和花豹发生点什么吧 要是让虎妞闻到我身上有花豹的气味 那时候我基本是死定 天慢慢变黑 我第一时间便是去支开虎妞 虎妞晚点我们就去和那头棕熊大战 以去好好统领一下虎群 带着它们活动活动 虎妞听后跃跃欲试低吼了一声 让老虎们集中起来 你好好带领它们活动活动 我还得去找小猴子 问问那头棕熊的情况 我目光则是盯着虎妞 生怕虎妞发现点不对劲的地方 虎妞显然不像人类那般敏感 听后直接让我去忙 随后夜深人静 使我再次找到了花豹 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抽一次奖再去稳妥一点 所以下定了决心 要刷完这1%的好感度 我快速来到山洞前 带着花豹去到河边 上次我和虎妞试过在水里 在水里的话便不会留下气温 我看了看四周 确定没有其他牢火 随后让花豹进入水中 6秒钟后 池水归于平静 我仔细嗅了嗅身上 确定没有留下任何味道 此刻花豹一副累趴了的样子 好累它从未试过这么久 我可是虎中旅步 所以花豹这样也正常 随后花豹直接提升了9%的好感度 我则是靠近花豹叮嘱道 记住 刚才我们的事情不能告诉任何动物 花豹听后点了点头 虚弱的嗷呜了一声 然后我打开面板开始抽奖 5秒后指针停了下来 而停下来的位置 正是我希望看到的 技能休息 一个光球出现在面前 下一刻光球射入了脑袋里 全息扫描技能 闭上眼睛可快速获得周围的全息力挺画面 有了这技能 这次和棕熊战斗起码有9.9成的圣物 此时已是夜深人静 我把所有老虎都集中了起来 开始站前动员 有一头棕熊挑衅我们万兽之王的威严 随后我拿出万能钥匙 咔嚓一声打开大门 头顶的监控已经被小猴子蒙上 今晚必杀那头棕熊 此时已是夜深人静 我把所有老虎都集中了起来 开始站前动员 有一头棕熊挑衅我们万兽之王的威严 现在我要带领你们去让他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的万兽之王 我看向虎妞低吼一声 让虎妞跟着我一起带头行走 就这样一群老虎浩浩荡荡地往东边棕林跑去 不一会虎群便到了棕林外围 小猴子叫来一只猴子 嘶嘶地询问棕熊的位置 得到答复棕熊就在前方100米左右 我果断闭上眼发动全息扫描技能 顿时脑海里出现了附近200米 所有动植物的画面 一头体型恐怖的棕熊 正潜伏在一棵树上 手中抓着一根巨大的铁棍 这只棕熊已然不是正常棕熊 体型大了一半浑身充满球渣的肌肉 很有可能已经开始变异 此时月亮悬挂在云层之上 空气中夹杂着微凉的气息 令人感到一丝丝的寒意 微风吹过 树枝发出沙沙的声响 下一秒我闭着的眼睛猛地睁开 看着远处森林思考的对策 虽然我们这边有一群牢 但要是真打起来 似乎靠近不了这头棕熊 近战有风险 在那他铁棍面前可能会死伤惨重 远攻的话只能靠这些猴子砸石头 对于棕熊来说简直是挠痒痒 但是只要把这棕熊手上的武器弄走 那一切都好办 如果我施掌虎分尹 让附体咬走那根铁棍倒是个办法 就算附体被砸死我也不会有事 说做就做 随后我再次施展全息扫描技能盯着那头棕熊 这头棕熊在树上露出了一抹不屑的笑容 他应该是发现了虎群的靠近 准备躲在树上来个突然袭击 接下来我直接施展出虎分尹技能 然后操控附体和前虎王往前走去 身后的虎妞也带着一群老虎 将这方圆50米包围了起来 此时附身和前虎王停在了一棵大树前八米左右 当即我大吼一声 下一颗无数猴子拿着石头朝附体前方的树扔去 树刹上咧着嘴准备偷袭的棕熊突然愣了一下 来自四方的石头砸在身上 攻击威力不大 但要是砸中了眼睛也会受伤 随后他大吼一声猛地跳下了树 恐怖的重量砸得四周震动了一下 落地瞬间棕熊抬头呼啸一声 手中铁棍高高举起猛地朝着前虎王砸去 此时前虎王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要是这一铁棍砸死了 下场至少都是半身不随 他惶恐地往旁边跃去 瞬间铁棍砸在了地上 激起高高的泥土 下一刻棕熊把铁棍猛地往左侧一横 朝着前虎王扫去 然而这时候的前虎王还在空中 根本躲避不开 醒刻之间铁棍便砸在了前虎王身上 可以清晰地听到骨头断裂的声音 前虎王被砸飞出去十几米远 落在地上一动不动 棕熊眼内燃起了嗜血的光芒 咧开大嘴一笑露出了嘲讽的表情 而此时我趁着前虎王争取到的一点时间 往那棕熊的铁棍上扑去 随即我稳稳地咬住了铁棍 双爪也快速死死抱住铁棍 棕熊力气极大 当即就准备把铁棍和我一起砸在地面上 只是他还没来得及做后面的动作 无数石头朝着他人 他赶紧一手托着铁棍 一手无连往另一侧跑去 而此时四周响起了阵阵虎啸声 老虎们终于包围管 棕熊看向铁棍上黏着胖胖的武 必须赶紧解放武器 才能不怕这些老虎的围攻 就在棕熊思索瞬间 背后传出强烈的剧痛 让他大惊失色 虎妞率先发起了进攻 死死地咬住了棕熊的后背 此时强烈的痛意让棕熊越发狂躁 他用尽所有力气猛地将铁棍砸在了地面 我的分身砰的一声被炸成了一团空气 他展开血盆大口露出一丝宁笑 武器自由了那就是你们的死气 转眼间一群老虎已经到了境前 全部跳跃扑了拐 这一刻棕熊连忙挥动铁棍 三只老虎被砸飞 但是剩余一群老虎全都咬在他身上 我和虎妞这时分别朝着棕熊的左右侧脖梗咬去 他大吼一声 拿着铁棍发了风斑 朝着身体传来剧痛的地方砸去 我和虎妞快速放开棕熊 倒退到安全距离 一群老虎也是听到命令快速往远处退去 眨眼间棕熊全身上下鲜血 像是喷泉一样涌出 此时棕熊跪在地上用铁棍撑的身子 很明显这棕熊已经快要不行了 他不甘地猛地咆哮了一声 要是现在过去 这棕熊绝对会疯了一般拉一些垫背鬼 所以只需要远离拖死他就行了 随即我便吩咐猴子们朝着棕熊扔石头 不宜会石头渐渐埋住了棕熊 旁边的老虎们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 这头棕熊体型这么大足够 他们饱餐一顿 这场战斗已然结束 我大吼一声 开饭了 四周已经急不可耐的老虎瞬间朝着棕熊扑去 不宜会随着棕熊的肉逐渐减少 棕熊体内出现了一块散发着紫光的石头 我激动地跳跃起来 用嘴含石头拿回去慢慢研究 随后我咬出一块肉叼给远处不敢过来的花豹 他眼中泪水在打转 终于报仇了 此时花豹对我的好感度也到了90% 又可以再抽一次讲了 虎群就浩浩荡荡打道回府 此时我和虎妞正趴在虎原甲山上 我将嘴里的紫色石头吐出来 放在地上仔细端下 虎妞则是目不转睛地盯着这紫色石头 舔了舔舌头似乎想吃下这紫色石头 我紧张地将石头重新含入嘴里 我变异成王级变异兽就行 虎妞天子好 即使没有石头也不会弱 先将石头的事情放一边 开始抽奖 轮盘出现 这次罕见地抽到了神秘奖励 一张奇怪的卡片从轮盘中飞出 快速停到了我的面前 下一刻一道记忆出现在脑海 复刻卡 使用之后可以复刻出没有生命的物体 复刻出来的物体作用和效果一致 这是身边的虎妞一副生闷气的模样 刚才她想吃那块紫色石头 然而我居然自己吃了不给她吃 安组好虎妞后我来到草丛中 将嘴里的紫色石头吐了出来 使用复刻卡 随着光芒闪过就分裂出一块一模一样的石头 我叼着复刻出来的石头回到了虎妞身旁 给你吃吧 谁让你是我最爱的虎的 虎妞愣了一回 你确定 我低吼道 只要你喜欢 我什么都可以给你哪怕是我的这条命 文言虎妞炸了起来将头埋在了我的脖子下 第二天动物园出奇的安静 竟然连一个游客都没有 这时两个饲养员过来清理观赏区的垃圾 昨晚所有监控都坏了 听说是被黑客黑了 是啊 所有棕熊和巨蟒都不见了 应该是被偷走了 现在园长已经报警了 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回来 我听着两个饲养员的对话棱在原地 只偷棕熊和巨蟒答案已经很明显 应该是人类重生成人类 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了 要是真有人重生回来 那对方应该拥有了不小的势力 可以把棕熊和巨蟒全部偷走 现在这个组织把变异之前的巨蟒抓走了 那就意味着对方拥有了一块紫色石头 所以现在我的目标变成了 从这个人类组织的布局中存活下来 毕竟变异兽对人类来说是大部分 而人类对于变异兽来说也是大部分 要是这些人将紫色石头研究完了 提前变异带着热武器杀来 哪怕我变异成了王级变异兽 也得当场凉凉 还好现在离灾变期还有一点时间 再慢慢想办法 思考了一天 最终只想到两个应对方法 一是通过系统抽奖获得特殊的技能 悄然逃离动物园 二是不逃了直接和这个组织硬高 这个动物园还有其他猛兽区 要是将他们统治组成动物军团 便以后应对这个组织貌似也不难 深吸一口气 找到虎妞后将自己的计划全盘拖出 虎妞听后一双卡兹兰大眼睛闪烁出激动的光芒 下一刻虎妞对我的好感度突然提升了1% 应该是我目标远大 展现出了一头强大公虎的魅力让虎妞沉迷 至于那最后1%的好感 就让虎妞看到我更加霸气的一面就行 看着身躯越加迷人的虎妞 我直接朝着虎妞嘀吼了一声就钻进小树林里面 虽然老虎只能6秒钟 但架不住我次数多呀 一晚上直到天亮 我已经不剩一滴青囊像兽 趴在了地上休息了一会后 向虎妞头顶看去 那好感度居然没有动 不是 我都这么卖力酷酷猛啊 就不能给我突破最后1%好感度吗 此时我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在人类世界 有一种办法能让喜欢变成爱 那就是阻碍 两个人原本只是喜欢 但被双方父母阻止 他们就会奇怪地爱得死去活来 随后我颤抖着四肢腿站了起来 虎妞我得了绝症 好像要死了 这话说出来 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假 但是单纯的虎妞听到我的话 神情巨变连忙上前仔细查看 与此同时我直接咬破舌头假装吐血 没事就算只能活一个月 我也会一直陪着你爱你直到死亡到来 单纯的虎妞忍不住流下眼泪 乌液起来伤心不已 下一秒虎妞头上的好感度 突然提升了1%到达90% 看着伤心的虎妞 我则是赶紧抽奖 抽完奖后再告诉虎妞自己有救就好 下一刻一张水晶卡飞落在地面 顿时脑海里出现了这张空间卡的具体使用方法 空间卡可以往里面存储物品 数量为时 物品可以 不知道活物行不行 要是将石头老虎收入空间卡 再去狮子园应该能统治诗园 抽完奖后看向伤心欲绝的虎妞吼道 我好像还有救 未来一段时间 我得休养需要好吃好喝还要按摩 巴拉巴拉的说了一大堆条件 虎妞收敛了悲伤 开心说道 只要你能好起来这些都没问题 送走虎妞后 我在野草上找到一条毛毛虫 意念一栋毛毛虫连同叶子都进入了空间卡里 一个小时后再将毛毛虫放出 落在地上的毛毛虫连忙在泥土上滚远 看来动物也可以放进空间卡里 只不过毛毛虫太小 还是得拿更大的动物来试验 随后我吩咐小猴子带一只猴子过来 在猴子成黄成恐下午结束了试验 卡片里面似乎拥有源源不断的空气 并且温度适中 不会让动物有任何不良反应 接下来我就要证明到底是纹身的厉害 而一群狮子都做出了应战姿态 只要狮王发出攻击信号 他们就会冲杀过去 当我来到假山底下 抬头看着上面站着的狮王心中一息 居然又是攻略对象 舒服啊 名字 猴狮王好感度70% 弱点过于崇拜强者 居然是母狮子 难道又得用出九节边法来提升母狮子的好感 我和攻略对象能跨物种对话 所以我就直接说明来意 来你们狮子园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你们臣服 狮王明显愣了一下 想让我臣服好办 那就先打败我们所有狮子 狮王高吼一声 其他狮子这时候也咆哮了起来 面目争鸣死死盯着我 我承认你很强 但现在你只有一只虎 你今天只能栽在这里了 动手 一群狮子就等这一道吼声 果断向我围了拐 一只犹如小牛一样快头的熊壮狮子 率先向我这边扑来 刹那间我将空间卡里的虎妞放了出来 虎妞猛然大吼恐怖的欺压朝着四周席卷 原本朝我这边扑来的熊壮狮子 毛发突然直竖瞳孔顷刻间缩成了一点 已经有了些许变异的虎妞 在空中朝着宫师一拍 就直接把宫师拍飞了好几米 恐怖的威压席卷四周 一群狮子连忙退后到十多步之外 我咧嘴嘀吼了一声 便又将虎妞收回了空间卡里 虎妞在空间卡里面 我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攻略狮王了 虽然有一丢丢渣 但自己现在又不是人 虎虎渣一点又怎么了 灾变之后的世界实力才是王道 攻略其他动物就能抽取奖励提升实力 不去攻略就纯纯浪费资源 狮王已经棱在了原地 他完全搞不懂那只实力恐怖的老虎 是怎么出现 又是怎么消失的 这时狮王头顶上的好感 提升了5% 再有5%就能攻略狮王 狮王犹豫了一下 低吼着朝我低下了头 狮王的臣服让其他狮子很是不甘 可他们不敢反对 只能幸先然地接受这个节目 此时我走上矮山来到了狮王身前 让狮王跟着我去树后单独聊聊 我盯着狮王低吼道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来这里吗 狮王摇头 其实他也很意外 老虎为什么要来让狮子臣服 这里是动物园有着丰富的食物 动物之间根本不用争的你死我活 我则是果断将灾变的情况说了出来 不久之后会有一只人类大军杀来 我们不做好准备只有被屠杀 所以我要组建一只动物大军与人类对抗 我只要活着就会给你们庇护 并且承诺你会变得比刚才那头老虎要更强 狮王咽了咽口水 盯着眼前一脸严肃的我 只要你能让我们活下来 我和所有狮子都听理的 果然狮王对我的好感度又提升了3% 已经达到了78% 既然狮王崇拜强者 那就让他崇拜到底 隔壁就是狼园 随我一起去一趟 刚才我用全系扫描技能仔细侦查过了 狮子猿和狼园中间没有监控 我可以直接带着一群狮子去到那边 借着狮子的威势征服狼群应该会更加简单 而且征服狼群的同时 还能把狮王最后2%好感度刷了 又能再抽一次价 要是自己能在灾变前拥有4种技能 足以称霸整个男星 随后我吩咐狮王集合所有狮子 让他们听同命理 不能乱走动 不能乱咆哮 狮王点头回到了矮山前 开始组织启示群 紧接着我来到铁网前将虎妞他们放了出来 再次让他们叠猫猫 这一刻狮王很庆幸自己先前选择了臣服 这10只老虎肌肉格外扎实 身上充满了强大的气息 恐怕一头老虎就能打他们三头狮子 原本其他狮子还因为老虎统治而胆得不爽 这时候他们都服了 随后我跳到老虎背上越过铁网 转头让狮王他们也更惯 狮子们刚靠近 蝶猫猫的老虎们就不乐意了 这些弱鸡狮子凭什么踩在他们身上通过 一道道老虎吼叫声响起 所有狮子吓得浑身一抖 见状我一声低吼 让所有老虎都安静了下来 就连叫得最凶的前虎王也是紧闭着嘴嘛 狮王看到这一幕 头上的好感度再次提升了1% 我见状也乐了 只剩最后一点好感度 咋样都能刷到了 一群狮子轻手轻脚地跳到老虎背上 生怕惹得这些虎大一不快 片刻之后我带着狮子群来到狼园 再次放出虎妞他们 随即直接带着十头老虎和十多头狮子 往狼群所在的位置走去 这一颗月光洒在我身上 散发出无敌的气息 狼群的数量要比狮子多一倍 整个狼园拥有50头狼 此时一头身形健硕的狼王正趴在地上睡觉 他的毛发如雪 突然他鼻子猛地抽动起来 他嗅到一丝危险的气息 随后狼王猛地站立起来 两只绿宝石般的眼睛紧盯着远方 很快他的眼神充满了恐惧 此时他看到了一副让他永生难忘的画面 一只老虎领着一群老虎和狮子 正向他这边走来 旁边的狼群都被眼前的画面吓得浑身颤抖 不等狼王多想我来到他面前猛然咆哮一声 此时狼王虽然心有畏惧 但他不能表现出丝毫慌乱 我盯着还能站着不动的狼王 眼中充满赞讯 而我也希望这狼王能够桀骜不驯一点 才能让我展示一下实力攻略狮王 随后我让老虎和狮子们停下 自己独自向狼王走去 这种装备时刻我可是最拿手的 我向着狼王高吼一声 强大的威压迸发而出 狼王也不甘示弱地回了一声 这顿时让我来了兴致 忧喝 还真桀骜不驯 我不管你听不听得懂 我给你一次臣服的机会 听得懂给我匍匐在底 狼王听着这话 突然呲牙咧嘴喉间低吼不断 散发出极强的战斗意志 这意思是不服气 要跟我单打独斗一场啊 于是乎两头王者开始散发出单挑的气场 忽然两头猛受动了 相互朝着对方扑去 我不想给狼王任何机会 直接使出虎分影技能 狼王还想着自己拼尽全力 至少有些机会 这时候看到我突然一分为二 直接猛逼了 狼王从两头老虎中间扑了过去 而我落地瞬间 便又快速朝着狼王扑去 两头老虎扑来 他毫无反抗之力 被我死死按住 我张开血盆大口 抵在狼王脖子上 臣服还是死 狼王呜了一声 表示愿意臣服 旁边狮王目光灼灼地盯着我 对我的强大充满崇拜 好 从即刻起 你就是我动物军团的狼队 以后你统领着狼群 随后看向虎妞低吼道 虎妞你就是动物军团的虎队 以后你统领虎群 虎妞又满是星光的目光 看着我高吼道 听力 此时狮王头顶上的好感度 一下子提升了5% 现在已经是84% 接下来我将狮群 送回狮子园便准备走人 但就在这时狮王 突然嘀吼了一声让我憋走 看着狮王展示着魅惑的身形 眨动着大眼睛 我二话不说掉头就走 嘿 想勾引本虎爷 小小美色可笑可笑 其实最近我是有心无力 那次和虎妞大战三百回合 完全是倾囊相掌 接下来我带着小猴子 躲着监控 往老虎猿方向走去 赶路的时候 我已经迫不及待开始抽奖了 轮盘开始转动 随后一道光团 从轮盘中飞入脑海 精神冲击 可以使目标精神受损 头痛欲裂 精神效果的目标 甚至有概率变成智者 居然是精神类技能 简直牛波一 我深吸了一口气 压制现在想尝试技能的冲动 很快便回到了虎原 此时我的目光落在了前虎王身上 前虎王精神应该不差 来上一下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前虎王此刻不知道 怎么回事突然打了个冷战 当看到我脸上露出猥琐表情时 顿时大惊失色屁股夹紧 我对着前虎王低吼一声 头王小树林那边一甩表情越发猥琐 前虎王听到这一声低吼 又见我指向小树林那边 刚才他还觉得自己是多想了 现在已经完全确定了下来 这真的是想和他发生点什么呀 不是我是公的呀 我伺候不来你呀 上次被棕熊打成重伤后 是我叼着棕熊肉给他吃 让他恢复伤势 所以那天起他是完全臣服了 决定以后好好听我的话 但是现在这话他不能听了 这怎么能行呢 而且他也从来没试过呀 前虎王慌张地使劲摇头退后了几步 我则是快速上前拦住了后退的前虎王 然后用爪子拍了拍前虎王的屁股 前虎王被这么一拍 想死的心都有了 某处一紧身子发颤 见前虎王仍旧不动 我只能走到前虎王身后 用爪子一直抽前虎王的屁股催促他赶紧 前虎王一脸死灰 被我半推半就地来到了小树林 此刻我嘴角裂起露出一丝笑容 我等会对你做点事情 可能会痛一会你忍一下 听着这话前虎王木讷地点了点头 既然逃不掉了 那就来吧 见状前虎王也闭上了眼睛 心想全当报答我的救命之恩了 我则是直接对前虎王施展出精神冲击 突然前虎王猛地瞪大眼睛 身子一抖大吼了一声便倒在地上疯狂抽出起来 还好这痛苦来得快去的眼快 此时他趴在地上大口喘得粗气 好了你起来吧 前虎王愣了一下低吼一声 这就完了 听着前虎王这话我有些疑惑 这前虎王不会是有什么特殊的癖好吧 这前虎王十二分不对劲啊 我自己赶紧先溜溜球了 这时不远处一棵树后 正有一棵大脑袋正偷偷看着这边 这脑袋的主人正是虎妞 你在干嘛 虎妞神速将头缩了回去弱弱地低吼道 没事你们继续 我不喜欢看 这虎妞也是十分有十二分不对劲啊 他不会想歪了吧 该不会是头腹虎吧 我咬了咬牙 拍了拍虎妞的屁股 我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六秒钟过后 虎妞趴在我身边 仔细规划着未来 路行最强的猛兽已经被征服一半了 现在必须准备征服一些和水有关的动物 灾变后的天气变得极端 导致很多地方都诞生了许多河流和湖泊 所以动物军团也需要水里的动物 动物园里面是有鲨鱼和鳄鱼的 而鳄鱼区就在狮子区不远处 第二天动物园依旧安静 只有饲养员前来喂食 见不到一名游客 所有入口出口也都加固了坚守 这也是一件好事 那个组织的人也休想随意闯进来 夜晚的动物园出奇的安静 目标鳄鱼区出发 这次我带了八只老虎 然后来到了狮子区将狮王接走 之后又将狼王接走 随后小猴子跳入鳄鱼区 快速挡在了监控面前 露出了一个笑脸 此次行动必须争尊夺秒 陆地上战斗我们玩虐鳄鱼 但在水里鳄鱼则是玩虐 而我们这群不速之客的到来 也将池塘里面的鳄鱼们惊醒 其中一头体长足足有7米的巨大盐水落 猛地从水里冒出了头 一道低沉的咆哮声从这鳄鱼王口中发出 上下河的阵战使得水面溅起了水花 水里的鳄鱼在鳄鱼王的一声令下 纷纷从水里面冒头足足有20条 要是在陆地上这20条鳄鱼肯定不够我们打 但是鳄鱼肯定不会上岸战斗 我然一群鳄鱼都停在了岸边 这个位置尽可攻退可守 当鳄鱼王靠近之后 我脸上露出了喜悦之似 居然是攻略对象 姓名 五颜水落 好感度 百分之四十 弱点 喜欢被咬尾巴喜欢痛苦 看清楚鳄鱼王的面板我妈了 这弱点是不是有些奇葩了 真就是物种的多样性别 我要组建一只动物军团 现在狮群 猴群 狼群都被我统治 至于你要不要加入 鳄鱼王独守一方 距地为王清闲自在 虎王在墙在水里面有个求用 他满眼不屑地张开血盆大口 低吼咆哮笑 就你还不配 与此同时动物园总监控室 这里守着五个保安 这几天他们都在通宵守着监控 这时他们第一时间 发现了鳄鱼区那边有情况 一只猴子居然用一张猴脸对着监控 这该死的猴子 怎么跑到鳄鱼区玩监控摄像头了 随后保安队长拿起了对讲机 让附近值班人员去看看那边的情况 于是离鳄鱼区不远的一队人 往鳄鱼区走去 然而他们才走了一段路 突然发现头顶出现了猴子群 并向他们投掷屎尿 此时的鳄鱼区 我见鳄鱼王不肯配合 那休怪我不客气了 随后施展出精神冲击技能 鳄鱼王还嚣张想着再放几句狠话 展示一下威风 下一秒他就傻了 一道巨大的痛感席卷了他的脑海 随后在池塘里面翻滚了起来 狮王和狼王原以为 只能眼睁睁看着鳄鱼王嚣张 忽然间的变化让他们都怀疑 鳄鱼王是不是在演戏 过了一会我停了下来 水里鳄鱼王露出了头 张大着嘴喘着粗气 你对我做了什么 鳄鱼王咆哮了一声 此时盯着鳄鱼王 我意外地发现 鳄鱼王的好感度 居然提升了百分之五 果然是狩猎狂了 被惩治了一下 居然还对敌人长了好感度 鳄鱼王低吼一声 快速往身后游了一段距离 这种痛是挺好的 爽是挺爽的 但是挺丢脸 我就问你臣服还是死 再有一次我能让你撕你信不信 其实我现在完全是在吓唬鳄鱼王 我已经感觉到 自己的精神力有所下降 谁知鳄鱼王依旧不肯臣服 作为水中的王者 一头老虎完全不配得到他的臣服 我只能咬牙继续精神冲击 看谁先撑不住 随着精神冲击的频繁使用 现在我已经感觉到浑身疲惫了 而这次给鳄鱼王 来了一次更大的折磨 所以鳄鱼王过了好一会 才冒出了水面 鳄鱼王大口喘着气 开始对我畏惧起来 头上的好感度也来到60% 我强撑着身体吼道 还要继续吗 鳄鱼王满是后怕 刚才他差点昏厥过去 但是好爽啊 鳄鱼王盯着岸边上的我眼神复杂了起来 你为什么非要我臣服 你组建动物军团就组建美 关我什么事 我则是一声低吼 你是我必不可缺的一名大将 鳄鱼王愣了一会 然后看着岸边的我 这话居然让鳄鱼王的好感度 又提升了5% 可我还没来得及开心 一阵猴子呼叫声传来 几只猴子快速靠近铁网报信 有人来了 随后我皱起眉头 看向水里的鳄鱼王 你过来一点我给你看的宝贝 鳄鱼王不屑嘶吼 想骗我过去偷袭我 门都没有 放心你不用上岸 你在水里我怎么偷袭你 鳄鱼王想了片刻往岸边游去 但他也是鸡贼 让其他鳄鱼围在一起靠近 最终一群鳄鱼停在了池塘边 要是我敢偷袭必死无疑 然而下一刻我嘴角裂出一条诡异的糊涂 与此同时一群保安终于赶到了鳄鱼区 他们狼狈不以身上全是猴子的排泄物 看着眼前一片安静的鳄鱼区拿起对讲机 动腰动腰 这里没有异常 总监控室保安队长拿起对讲机 看来是我多虑了 你们在附近逛逛看看有没有其他特殊情况 这几个倒霉的保安浑身屎尿味道不要太浓 几个人在鳄鱼区转了一圈就准备回去洗澡 征服了这些猴子 大半夜出来霍霍什么 都是那些盗贼 以前多轻松啊 在监控室打打灌蛋刷刷手机 偷偷告诉你们 有一个神秘富商找过园长 说要买我们动物园 此时狮子园内 几只老虎死死按住一条身形巨大的眼水路 鳄鱼王惊恐地大吼大叫 他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 不久前他带着一群鳄鱼靠近岸边 然而刚到岸边他脑袋再次剧透 下一秒眼睛一黑 没过一会儿已经出现在狮子园 我咧着嘴嘀吼一声 别吵吵 小心我让他们吃折耳根炒鳄鱼肉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臣服还是死 鳄鱼王不说话 他还是有些不服我 见状五妞和狮王顿时朝着鳄鱼王尾巴咬去 鳄鱼喘得粗气一副命死不屈的模样 你就算咬死我 我也是不会臣服的 听了这话 顿时虎妞和狮王又是撕养一通 鳄鱼王缓了一下再次大吼 我不会臣服 还有你还没告诉我 你为什么需要我臣服 此时鳄鱼王突然有种心里空空的感觉 我等的就是鳄鱼王这话 随后我将动物园即将要面临的危机说出 我露出一个微笑假装要走 很快便被鳄鱼王叫住 你说的是真的 我可以和你们合作 但我不会臣服 我停下脚步转头看向鳄鱼王 好感度已经有75% 看来想要达到臣服的程度 必须将好感度攻略到80% 那我要是承诺你 偶尔可以让你感受一次痛苦细绢脑袋 可每天让他们咬你一次尾巴 果然鳄鱼王听到这话 先是一愣旋即大眼珠子转了转 旁边的虎妞和狮王听到这话 感觉CPU都快烧了 咬尾巴这算是啥条件 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鳄鱼王连忙答应愿意臣服 此时好感度已经到达80% 行 那我先奖励你一次 虎妞和狮王满脸怪异的靠近鳄鱼王 再次咬向鳄鱼王尾巴 我则是在一旁召唤出系统开始抽奖 很快抽奖结束一团白光飞出 新技能居然是隐蔽技能 只需要施展技能便能快速融入环境之中 现在离灾变还有最后15天 得抓紧时间去征服其他动物 第二天 两个饲养员来到老虎园区 一边投喂一边聊着天 你听说了没有 园长好像准备要卖动物园了 谁说的 听说是一个神秘的富商 出手很阔绰不还价直接原价购买 听着两人的对话 我心里忍不住骂娘 这绝对是那个组织 在灾变到来之前 而我们这些已经开始有变异迹象的老虎 有极大概率会被抓去当试验体 我现在拥有隐蔽技能 在夜晚时独自离开动物园还是很简单的 只是真的要放弃这些动物吗 在灾变时 红领动物园的所有动物和这个组织硬碰� 获胜的概率还是蛮大的 打败这个组织后 到时候统治整个蓝星也不是不可能 如果不走的话 也倒是有一个法子应对 但就是有一定的风险 就在我纠结时 虎妞走了过来 随后我决定让虎妞帮我选择 所以把所有顾虞都告诉了虎妞 好战分子虎妞直接给出答复 当然是留下来干他们 是啊 重生成老虎 还畏畏缩缩的多少有些浪费资源 干 不犹豫了 要是放在人类世界 虎妞绝对是青春性胆的辣妹总裁 年人又听话 我蹭着虎妞的头笑着低吼 等度过灾变期 我们绝对能一起成为蓝星最强 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要找个可以容纳 所有老虎躲藏的地方 老虎园区所有老虎都吃了棕熊的肉 有了变异的表现 不能出现在那个组织的人眼里 而整个动物园 有什么地方能让这个组织的人找不到 那就是地下 我需要收复挖掘能力超强的动物 如穿山甲 岩鼠 土拨鼠等等 就算组织要购买动物园也要一些手续 我应该还有一两天时间 夜晚我跳出了老虎园区 施展出隐蔽技能 花了一个小时 终于到了目的地 途中我也在仔细观看动物园的地形 看看有没有适合建造地宫的地方 巧的是穿山甲园区 左边则有一座小山 那里就非常合适 而且岩鼠园区和穿山甲园区很近 可以让岩鼠和穿山甲一起挖洞 而挖出来的泥土 可以排到不远处的湖泊里 简直完美 现在我的目标就是先征服穿山甲和岩鼠 进入穿山甲园 我忍不住多看了穿山甲王几眼 这油光水滑的感觉 和我没减肥前一模一样 没想到这穿山甲王 居然也是我的攻略对象 名字 公穿山甲王 好感度 10% 弱点 胆子格外的小 此时穿山甲王在甲山后面 那地方有一大块石头 监控也拍不到 山后的穿山甲王正在办着神圣的事情 要是我现在过去好像有点不到的 只见穿山甲王旁边有两只个头较小的穿山甲 而这穿山甲王十分有规律地在这头穿山甲身上动几下 然后又快速去到另一头穿山甲身上动两下 如此往复不亦乐乎 光天化日在石头的遮挡下 就敢行这种事情 还和两头穿山甲 这特么叫胆子小 我准备等穿山甲王结束 再去会会这个攻略对象 然而这一等就是15分钟 穿山甲王仍旧切而不舍地忙活着 你妹的 我虎王才6秒钟 你居然15分钟 简直是叔叔可忍 审神不可忍 瞬间我开启隐蔽技能便向穿山甲王走去 很快便来到了穿山甲王旁边 然后随脚踢向一旁的小石头 想要制造一点动静 让穿山甲王停下来 碎石砸在另一块石头上 发出了清澈的撞击声 只是这家伙看了眼那石头 然后又继续忙碌起来 我实在没办法只能低吼一声 差那间三只穿山甲身子都是猛的一斗 停下了所有动作 就在我准备现身时 下一刻穿山甲王看了看四周 并没发现任何动物 然后又动了起来 这一刻我再也忍不住了 直接取消技能显出身形 看见我后穿山甲王的瞳孔 瞬间缩成一个点 我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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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直接被吓僵了 当然全身都僵了 唯一一个地方淹了下去 我见穿山甲王吓傻了 就直接咬住了他的尾巴 拖往另一处走去 此时穿山甲王头上的好感度 居然变成了副武士 不是 你胆子小也不能小成这样啊 我就出现了一下 你就给我弄成副武士 那我还咋攻略你 就在这时耳边掠过一道熟悉的电子音 哈 居然可以反向攻略 但是没有抽奖机会 不过没关系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收处 穿山甲王创造一个藏身之所 知道能够反向攻略 我则是继续加大恐吓的力度 我现在要在这座山下面 挖一个可以容纳20头老虎的力度 必须在一天之内完成 不然我就吃了你 好感度降到负七时 见穿山甲王不说话 就只顾着身子颤抖 我又猛地低吼了一声 甚至还张开血盆大口出现在他的头上 好感度负80% 此时穿山甲王弱弱地叫了一声 我去 这穿山甲居然是从广东那边过来的 放心不是只有你们帮我挖洞 还有那边的眼鼠 话音刚落着穿山甲王突然兴奋了起来 老虎哥 你可不可以给我指挥那帮死扑家猿鼠啊 你们有仇 是啊 天大的仇恨啊 只要你答应我 我保证一日内完成任务啊 好我答应你 你看看在什么地方挖洞比较隐蔽 有个地方 老虎哥 你来看客得不得 我跟着穿山甲王来到了一个山洞前 那个方向刚好在监控思想 要是地洞的入口在这黑漆漆的山洞里 任谁来都别想找到 此时来到山洞尽头 想不到居然有意外收获 那里躺着一块散发着紫光的石头 这石头和我吃下的石头一毛一样 就是体积小了一点 我赶紧将紫色石头含在嘴里 随后看着穿山甲王 这里不错 就在这地方挖一个洞 直接往下挖 此刻搞定穿山甲王 必须争分夺秒去盐鼠区 说完我直接施展出隐蔽技能 像是直接原地消失 穿山甲王则兴奋地快速朝洞口奔去 来到外面一个隐秘的洞口 便钻了进去 盐鼠区里面盐鼠的数量很多 比穿山甲这种珍稀动物多了十倍不止 但是唯一的难点就是 这盐鼠区有一个无死角的监控 所以我吩咐小猴子继续用出那一招挡住摄像头 总监控室那边 几个保安看到画面直接捂住了脸 我这时使用技能悄然进入了盐鼠区 没多久一个土坑里钻出一个尖尖的头 正是穿山甲王 穿山甲王随后走出地面 环顾四周并没有看到我 瞬间他感觉不妙想赶紧钻回洞里 而两只盐鼠已经站在了他的身后 两只盐鼠瞬间扑在了穿山甲王身上 随后被更多的盐鼠包围了起来 穿山甲王瑟瑟发抖吱吱叫了起来 扑街 又来 此时一只体型几乎跟他一样大的盐鼠出现在视野里 正是盐鼠王 盐鼠王傲气不已地靠近穿山甲王 直接伸出爪子扇了一下穿山甲王的脸 你还敢啊 这次鼠鼠我要弄死你 穿山甲王磨着牙滋滋骂道 你懂得做些贵地认错 不是我叫老虎哥搞死你 盐鼠王又给了穿山甲王两个大嘴巴子 杀完一老虎哥 在鼠鼠我面前跟病猫没有区别 然而穿山甲王往四周看去 根本看不到我的影子 心里顿时感觉自己被骗 好感度 负百分之九十 其实我早就在附近了 只不过我想看看 好感度能不能反向拉到负百分之百 而且这盐鼠王居然也是我的攻略对象 姓名 光盐鼠王 好感度 百分之十 弱点 胆子很大 死到零头才会醒悟的将军 被扇了两嘴巴子的穿山甲王 直接滋滋大叫了起来 老虎哥 老虎哥 你还叮咚啊 瞬间穿山甲王对我的好感度 来到了负百分之百 这时盐鼠王又对着穿山甲王 就是两个嘴巴子 还想骗鼠 小的们干他 一群盐鼠蜂拥而上 朝着穿山甲王发动攻击 穿山甲防御很强 可看情况他也撑不了多久 随即我取消隐身技能低吼一声 当看到我出现时 穿山甲王惊喜交加 老虎哥 我喜欢死你了 嘿嘿 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了 穿山甲王听后 双眼含着怒火往鼠王那边走去 怕没 你个死不败 他来到了鼠王面前 刚想给对方几几大嘴巴子 但还没动手 鼠王突然又给了他两嘴巴子 弄个假老虎 就想来吓唬鼠鼠我 你以为鼠鼠我是被吓大的 老虎远离这里非常远 所以这老虎绝对不可能是真的 穿山甲王被打得有点猛逼 短暂愣声过后大叫着扑向鼠王 穿山甲王虽然是胖了点 但防御力是真的高 很快眼鼠王便落了下风 突然眼鼠王一咬牙 挣脱了压制便往一个眼鼠洞奔去 下一刻我放出空间卡的花豹 花豹羞的一声出现在了洞口前 眼鼠王看着眼前的花豹大吼道 假的 全是假的 羞想瞎鼠鼠 正当他准备钻入洞口时 花豹直接一掌将他拍飞 不是假的 鼠鼠我呀洗到领头了嘛 说完便躺在地上装死 随即穿山甲王对着躺在地上装死的 眼鼠王来了几个嘴巴子 死不佳 装死你继续装死 眼鼠王则是死活不睁开眼睛 虽然痛得浑身发抖 我叫停了穿山甲王 他对我有用别打死了 此时眼鼠王听见了我说的话 对我的好感度直接拉到了30% 穿山甲王连忙咫咫叫道 老虎哥 搞死他呀 我可以管其他饮属工作 不洗他的 接下来我大概知道 怎么提升眼鼠王的好感度 就是打一巴掌给一颗糖 随后穿山甲王唱红脸我唱白脸 很快便把眼鼠王的好感度 刷到了80% 正当我准备抽奖时 绑住监控的小猴子 突然呲呲大叫了起来 我则是快速看向小猴子那边 难道是有人来了 接下来我露出怪异的表情 不是 我让你假装做出那动作 你给我来真的 总监控是几个保安 看到眼鼠区的监控画面 模糊成了白蒙蒙的液体 脸皮疯狂抽动了起来 攻略任务结束后 我让眼鼠王偷偷带领着眼鼠群 过去帮忙挖掘地道 随后又看向了小猴子 这里不需要你了 但你可以去其他动物区的摄像头前 继续做那种事情 小猴子这段时间 集中在这边摄像头霍霍 也许会引来一些有心之人的怀疑 虽然这种可能性不大 但是还是谨慎一点比较好 又到了激动虎心的时刻 当然是抽奖环节 照例先祈祷一下 现在我就缺一个防御技能 要是有了防御技能安全 会更加有保障 随即光球闯入脑海 一个电子音在脑海中响起 技能虚空盾 施展之后身边会出现一个虚空原盾 具有强大的撞击能力和防撞击能力 天哪 没想到居然是这个技能 上辈子我就对这个技能有所耳闻 曾经有一只千人变异人队伍 去猎杀一头拥有虚空盾的野猪变异兽 没想到一千人都留在了那地方 稳了 这次是真稳啊 哪怕现在被神秘组织发现 有了这技能逃离成功的概率 也能接近九成 接下来必须完全征服动物园的所有动物 然后称霸蓝星把蓝星种满折耳根 大象区有一个人攻湖 用来投放挖掘出的泥土刚刚好 进入大象区后 我施展隐身技能狗狗碎碎的往湖边走去 只不过还没走到湖边 一头体型恐怖的大象却挡在了我的面前 这头大象的体积足以与一栋小型建筑媲美 两只象牙宛如两把古老的长矛 散发出不可一世的气势 这头大象正是大象区的象王 是一头母象 还是我的攻略对象 可惜的是 这攻略对象貌似攻略不了 姓名 母象王 好感度 名 弱点 喜欢母性动物 极度讨厌男人 这咋攻略 我是攻的呀 可是我明明施展着隐蔽技能 但这头大象似乎看得见我的位置 象王猛的吼了一声 声音像是一辆火车在轰鸣 随后提起前肢往我这边奔来 糟糕 这隐蔽技能好像能被因果发现 接下来我直接现身 不断使出精神冲击 因为大象的脑内的神经元 比人类还多三倍 导致自己的精神冲击毫无作用 与此同时虎分影技能使出 煞时间身躯一分为二 象王看到我身形突然裂变成了两只 随即愣了一下 我这时低吼道 我劝你还是不要先动手 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象王大吼一声 我不知道你这攻虎怎么进来的 但你敢进来就别想着能够活着离开 死吧 不得我开口 他再次朝着我冲撞过来 接下来我低吼一声 虚空盾 转瞬间深周的空气开始波动 身体四周开始散发出璀璨的蓝色光芒 这些光芒迅速扩散开来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圆形光影盾牌 只见腹体那边居然和主体一样也拥有虚空盾 我看着冲来的象王四肢充满力量 直接迎着象王狂奔而去 呼 主体和腹体一同撞在了象王的身上 两个虚空盾在与象王接触的时候突然发生了爆炸 象王身体直接被炸的飞起了两米高 然后重重地砸落地面 而这边的战斗也引来了不远处的大象群 一头头大象围拢了过来 准备营救他们的王 我则是赶紧向象王扑去 张开血盆大口对着象王的喉咙部位吼叫威胁 象王低吼 要杀要把随你扁 我盯着象王头顶的好感度还是为零 知道了这象王好像吃软不吃饮 下一刻眼珠一转将空间卡里的花豹放了出来 象王看到花豹眼睛一亮 然后头顶上的好感度一下子变成了20% 此时象王死死盯着花豹 眼睛闪烁着好奇与喜悦 见状我便低吼道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大象区的象王 而这位则是花豹妹子 象王听后连忙低吼 你好啊花豹妹妹 你真是麻雀吃草莓 确实妹妹啊 花豹听着这油腻的话 像一个受惊的小媳妇快速躲在了我身后 我的头靠近花豹低吼一声 抱抱没事他不会伤害你 你去跟他聊聊天就行 此时象王的好感度一直在缓慢提升 没一会儿就提升到了30% 特么的还是美人机管嘛 那要是给象王多介绍几头母兽 好感度会不会直接到80% 随后我快速离开大象区 利用隐蔽技能开始前往其他动物园区 先去到了狮子园 将狮王和其他几只 看起来没清目秀的母狮子带上 之后又去了狼区 将狼王和其他几只 风韵游存的母狼带上 最后是鳄鱼区 将这些母猛兽收入空间卡后 我再次回到了大象园 我盯着象王低吼道 我对你没有任何恶意 这次来你地盘 只是想倾倒一些泥土在湖里 象王听着这话沉吟了一回 可以 但我以后每天都要和抱抱聊天 见状我笑了笑 就他跟你聊天怎么行 我们既然已经是朋友 我肯定要多给你介绍几个朋友 与此同时地面白光一闪 狼王 狮王 鳄鱼王和其余几头母兽 一下子出现在空地上 顿时象王的眼睛都看直了 心脏差点停止跳动 这么多漂亮的小妹妹 我看着象王那直线飙升的 好感度嘴角扬起 小羊这样还不把你拿下 可是好感度在飙升到79%后 居然停了下来 不一会儿他们已经和象王 促成了小姐妹 象王风去幽默 总有无数的话题来逗了他们 一个小时之后 我把花豹他们收回空间卡里 然后去往川山甲区查看工程进度 他们已经挖得差不多了 现在就差收尾了 我将泥土收集进空间卡里 然后回到大象去跳入湖泊 将泥土投放在湖底 连续运了三次 才将泥土全部投放到湖底 谁知道那个组织什么时候接管动物园 所以越早行动越安全 我准备今晚就将所有老虎带来避难所 然后一直待到灾变道来 但行动前 我要先尝试把象王的好感度攻略到80% 随后我将花豹他们放了出来嘱咐一番 一群母兽听着我的吩咐愣在了原地 花豹滴吼道 这不好吧 狮王也滴吼道 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呀 他不是把我们当成朋友吗 你们别管 听我的就是了 我严肃滴吼 一群母兽看着我这严肃的模样 纷纷答应下来 接下来我带着花豹他们回到了大象区 此时象王看到我们出现 顿时欢喜地赢了拐 我则是假装泥土没有搬运完 往湖泊那边走去 一群母兽对视了一眼 继续上前和象王滴吼交谈 这时花豹滴吼一声 我们渴了 象王你能去带点水过来吗 象王听后屁颠屁颠往湖泊那边奔去 能为一群漂亮的小妹妹们吸水是他的荣幸 等到象王取完水往这边走来的时候 一群母兽对视了一眼 摇眼开始 哼 我把他当姐姐 他居然用那种恶心的目光看着我 象王突然停下 像是一座小山一样在那里呆呆住立着 此时看到象王已经听到 是时候该我上场表演了 我快速向花豹他们走去 然后猛的一吼 你们怎么能这样说他 花豹等母兽都被我的吼声吓了一跳 心想这不是你让我们说的吗 看着棱在原地的母兽吗 我嘴角微微上扬 没错 各样的就是这种猛逼的效果 每一头动物都是独特的个体 也有独特的喜好 你们怎么能这样 真是让我太失望了 早知道就不把你们介绍给他当朋友了 我一份甜鹰的高吼 一副看错了兽的模样 而远处的象王听到 我这大吼声身子不禁一颤 看到象王快被我感动了 我赶紧加大力度 我告诉你们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以后别再让我听到你们说他坏话 见花豹等母兽还在猛逼状态中 我又猛地咆哮一声 声势震天 一群母兽这才纷纷点头 随后转头假装刚看到身后的象王 顿时露出惊讶之色 接下来我看向象王的头顶 不禁嘴角抽动了起来 不是我都做到这样了 居然一点变化没有 你们都给我滚 轰鸣般的声音从象王嘴中发出 随即伤心欲绝转身往远处奔去 花豹内心有一点点 过意不去交吼了一声 他没事吧 我们要不要过去道个歉 我摇了摇头低吼道 你们先回去吧 剩下的交给我 将花豹他们收入空间卡后 就往象王那边走去 此时象王正缩在一个角落里 低声乌液着 我走到离象王三米左右的地方 停下低吼问雪 在确定象王没有生我气后 我用爪子轻轻拍了拍象王的身体 在我的教育下 他们已经知道错了 但他们没有脸见你 让我来给你道个歉 象王听到这话身子一个机灵 真的 那他们还觉得我恶心吗 不会 他们已经知道错了 那太好了 以后我还能和他们玩吗 我去这象王咋这么单纯 感觉比虎妞还好哄啊 见状我把将要面临的情况说了出来 在不久之后 动物园要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到时候所有动物都难以幸运 而我组建了一个动物军团 准备一起面对这场灾难 象王听后一脸震惊 当即表示要加入军团 还没攻略完成 居然自己提议加入我的动物军团 我当然是求之不得 象王像是贪婪的孩子暴露了本性一般 那太好了 我要做什么吗 你以后听我的话就行 等危机结束后 到时候你想和他们聊多久就聊多久 文言象王激动点头 伸出鼻子就要和我拉勾 然而就在我伸出爪子碰到象王鼻子时 象王头顶的好感度面板跳了一下 从79%变成了80% 这算是攻略成功了 嘿嘿 又能抽奖了 当我看金光球里的物品时 好家伙 又是空间卡 我原本有一张空间卡 现在又多了一张空间卡 两张卡片加起来总共有20个位置 现在完全可以将所有老虎收入空间卡里 我不想再浪费时间 越早让老虎们离开老虎园越安全 接下来将狮王它们放回了各自的区域 随后往老虎园跑去 到达老虎园后 第一时间将所有老虎集中了起来 听我号令 等会儿跟着我离开这里 我去什么地方你们就紧跟着 不能掉队 前虎王带动着一群老虎纷纷吼叫硬打 好了冲出去 目标动物园大门 虎妞四肢猛地抓地 炮弹般飞出 强大的冲击力直接把铁门撞飞了好几米远 大门敞开 我带着一群老虎冲出了老虎园 一群老虎咆哮着往动物园大门冲去 此时总监控室中 一群保安见到监控中的画面瞪大了双眼 快快快 老虎们冲出了老虎园区 糟了 他们去的方向是动物园大门 他们不会是想逃离动物园吧 而我专门带着虎群往有监控的地方跑 目的很简单 就是让虎群离开动物园的画面 尽量完完整整地记录在监控中 让人们知道老虎们真的离开了动物园 消失在了大都市之中 就算接下来那个组织接管了整个动物园 也不会怀疑老虎还躲在动物园里 更不会对动物园进行大搜查 总监控室那边 一群保安正疯狂打电话摇人去拦住老虎群 很快我带着虎群来到了动物园大门前 这一刻我有些许恍惚 重生半年了第一次看到外面的高楼大厦 只是这次再见我已经变了 高楼大厦算什么 以后整个蓝星我都要收入囊中 此时大门前保安亭上方 两个人手里拿着麻醉枪瞄准着老虎们 我立马用出技能精神冲击发动 两个拿着麻醉枪的保安 连哀嚎都没有直接昏死了过去 随后我带着一群老虎轻轻松松越过大门 正式进入了都市之中 虽然现在已经是半夜时分 但街道上也能看到不少人 这些人看到一群老虎朝着他们跑来 直接跪在原地双腿打站 接下来我施展出全息扫描技能 找到一处没有人和摄像头的地方 带着一群老虎跑去 这是一处幽暗的街角尽头 西黑潮湿的空气中都是尿液的味道 趁着四周没人 我赶紧将一群老虎收入空间卡里 下一刻隐蔽技能发动 随后缓慢地往动物园方向走去 此时的动物园门口已经停满了车 就连特种部队也买了 我悄然进入了动物园里面 全程没有一个人发现我的存在 进入动物园后 我直奔饲料储存库 一群老虎要在地底下生活半个月左右 没有足够的存粮可活不下去 此时仓库一个人都没有 应该都被调去大门那边了 这里堆满了各种动物的口粮 监控摄像头也只有一个 还是坏的 应该是管理员为了将这里的东西整点出去卖 故意不休的 我来到各类肉制品前 卡片一晃直接将空余的空间卡塞满 然后施展出虎分影技能 离开这里之后让附体朝着一台机器撞去 轰的一声 火焰瞬间席卷了整个饲料储存库 我则是走去穿山甲区那边 只是才走了几步就猛的停了下来 随后抬头往天上看去 只见老虎园区上空50米处 居然悬浮着一个光头人类 好家伙 他们究竟用紫色石头研究出来了什么东西 这光头已经是栽变气候人类的能力 就在我思索之时 天空上的光头突然往饲料储藏式飞去 我叹了口气继续往前走去 希望人类变异者不要太多吧 很快便来到了穿山甲区地底山洞 随后我将所有老虎放了出来 一群老虎看着这陌生的环境有些许忐忑 第二天一早我打算出去看看情况 随后我施展着隐蔽技能来到老虎园区附近 躲藏在一棵树下草丛里面 此时老虎园区有不少穿着奇怪服饰的人 正中间一个穿着蓝色衬衫的年轻男子说道 这些老虎的毛发都开始有变异的征兆 说明这些老虎已经开始慢慢变异了 那头棕熊极有可能是被这些老虎吃了 可现在这些老虎像是凭空消失在了大都市之中 不过也没差别 就算是初期的王级变异兽我们也能斩杀 我听着这两人的对话神情很平静 能斩杀一头王级变异兽 那还好 我这里将会有三头王级变异兽 而我手上还有一块变异紫巾 之所以没有使用 是想赌下次还能抽到复刻卡 第二天中午 站在地底入口的我神情猛的一点 居然有人正向这边走来 正是昨天老虎猿那个蓝色衬衫男子 这蓝色衬衫中年对着穿山甲王嘀咕了几句 随后穿山甲王就趴在了地上 并且叫来了其他穿山甲 一群穿山甲像是迎接新王一般 朝着蓝色衬衫男子跪拜 这家伙不会是拥有控制动物的技能吧 那可就糟了 曹琴表情格外凝重 如果他没猜错的话 这蓝色衬衫男子用的能力 正是大名鼎鼎的催眠能力 当然也有可能不是 他希望不是 因为这能力太过吓人了 现在这蓝色衬衫男子来这里做出这种行为 穿山甲们那模样 这些穿山甲们可能被催眠了 没有变异的动物被催眠 不可能自我解除成功 哪怕是他出手 也没有任何办法 除非 他杀了施展这能力的蓝色衬衫男子 可是 他杀了这蓝色衬衫男子 他的行踪也将暴露 这个组织在动物园里面盘查 迟早找到躲藏起来的他们 所以很棘手 过了一会 蓝色衬衫男子走了 一群穿山甲 有序地回到了各自的位置 像是什么都没发生 曹琴走出山洞 找到了穿山甲王 盯着穿山甲王 他嘴角不禁抽了抽 此刻穿山甲王头顶的好感度面板变了 明明穿山甲王对他负100%的好感度 现在直接成了零 也就是说 穿山甲王忘了他 真是被催眠成功了 该死的 这个组织 怪不得派着人前来 如果他把其他动物都催眠成功 所有动物完全变异前 甚至变异后的初期 都会听从他的话 都不用提前将动物控制住了 曹琴嘴角还在抽动着 只觉得无语 自己不会是白努力了这么久吧 不行 得尝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用其他办法解除催眠 曹琴对着穿山甲王 直接用出了精神冲击 那催眠能力 也是精神类手段 或许他的精神冲击 能打断着催眠能力 只是穿山甲王 白白痛苦了一顿 也没有任何变化 依旧是灵的好感度 曹琴咬了咬牙 赶紧离开穿山甲区 去其他动物园区里面 他先来到狮子园 无语发现 狮子园已经沦陷 所有狮子都不记得他了 狮王对他的好感度都是灵 这让他心情压抑了 随后他继续离开狮子园 前往其他动物园区 就连小猴子也忘了他 此刻十分安分地 在猴园里面 享受着其他猴子的伺候 他不幸嫌 继续往其他地方走去 最后 他来到了鳄鱼区 一群鳄鱼安分守己 漂浮在水面上 享受夏日风光 就在这时 曹琴看到了鳄鱼王 不禁眼眸一亮 鳄鱼王居然没有沦陷 他进入鳄鱼区里面 隐藏着身影 来到了鳄鱼王面前 没有喊鳄鱼王 而是直接对着鳄鱼王 发动精神冲击 鳄鱼王痛苦翻滚 当脑海的痛苦消散后 他惊喜地低吼 曹琴也轻轻吼了一声 让鳄鱼王靠近一点岸边 你怎么没有被催眠 曹琴有些许意外 其他动物都被催眠了 就连这里的一群鳄鱼 也没有幸免 鳄鱼王却往好如初 有些不可思议 原来那叫催眠 那人一靠近这里 我就发现 所有小弟都听他的话 靠近我后 我脑海里面出现了 一股清凉的感觉 但清凉感觉 也就持续了一回 就没有了 我见他奇怪 也就装呆滞样子 蒙混了过去 鳄鱼王低吼说自己的情况 曹琴大概知道 鳄鱼王是怎么没有被催眠了 应该是 被他用精神冲击太多次 精神力得到了提升 或者拥有一定的免疫能力 所以才没被轻而易举催眠 他好了 有鳄鱼王在 那他想到了破局的方法了 他不用现身 也能有机会 铲除这个蓝色衬衫男子 曹琴果断行动 生怕吃则生变 据他了解 这种能力 只有两种破解方法 那就是 自我精神力提升 冲破催眠 另一种 就是让施展能力者死亡 这蓝色衬衫男子一死 其他所有动物 都会解除催眠 就是 可能要牺牲鳄鱼王了 鳄鱼王杀了蓝色衬衫男子 可能会被制裁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 鳄鱼王只会被困住 还有活命的机会 我需要你帮忙做一件事 这是结束后 我可以一直让你享受痛苦 到你喊停为止 而你做的事情 关乎整个动物园 所有动物的命运 曹琴盯着鳄鱼王 嘀吼道 鳄鱼王眼眸一亮 连忙问曹琴 要做什么 鳄鱼王听完整个计划后 棱在了那里 他没杀过人啊 在曹琴的坚定目光下 鳄鱼王答应了下来 一切为了未来 就这样 曹琴和鳄鱼王 商量好了具体作战计划 曹琴出了鳄鱼区 在不远处隐蔽着身形 安静等待 很快 鳄鱼王按照他说的去做 开始疯狂咆哮 显露出凶残暴灭的一面 总监控室里 这里已经没有了保安 通通换成了一些 穿着统一服饰的男子 老大 鳄鱼区最大那条鳄鱼 有些不对劲 你在附近吗 可以过去看看 这人拿起对讲机 说出自己看到的画面 蓝色衬衫男子 刚到了野猪区前 听到这话 皱起了眉头 转身往鳄鱼区那边走去 不应该啊 他催眠了这些鳄鱼后 就让这些鳄鱼安分一点 他催眠没有变异的动物 不可能失手 大概率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走了一段路 来到了鳄鱼区前 目光看向那鳄鱼王 他刚来到这里 这鳄鱼王突然就安静了起来 这畜生 倒是知道谁才是他的主子 蓝色衬衫男子命人打开大门 随后直接往里面走去 哪怕这鳄鱼王有些许奇怪 但已经变异的他 实力不容小觑 轻而易举 就能杀死这些 没有变异的猛兽 他一步步来到了鳄鱼王面前 看着这一条庞然大雾 骂道 我让你吞磨得安分一点 听不懂人话 这话听在蓝色衬衫 男子身后的小弟耳中 不禁露出了一抹苦笑 这畜生 怎么可能听得懂人话 鳄鱼王慢慢靠近蓝色衬衫男子 表现出了服从的一面 但就在某一刻 他看到了这蓝色衬衫男子 突然抱紧脑袋 这 怎么回事 蓝色衬衫男子突然发现 脑海里面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冲击 脑子短暂地失去了意识 就在他震惊 这痛意哪里来的时候 整张脸垮了下来 前一刻 还跟一只哈巴狗一样 靠近的鳄鱼王 猛地爆发出恐怖的速度 血盆大口 直接咬在了蓝色衬衫男子双腿上 草 蓝色衬衫男子吓到 双腿瞬间失去了意识 他瞪大眼眸 赶紧去制止这鳄鱼王 可就在这时 那一股痛意 再次吸卷了过来 糟了 蓝色衬衫男子内心大惊 蓝色衬衫男子 被这突然的变故 惊得头皮发麻 这是一种精神向的攻击 是这条鳄鱼发出的 最重要的是 他的精神不弱不说 还很强大 在拥有这种催眠能力后 精神力更是拥有了很大的提升 而现在这攻击 太过害人 他根本反抗不了 只能在脑海的痛苦下 看着自己的身子 被这条巨大的鳄鱼蚕食 至于那不远处站着的人 这时候也没反应过来 直到蓝色衬衫男子 已经被鳄鱼王 吞进了肚子里面 他才回过神来 只是一切都晚了 鳄鱼王目光凶狠地盯着这人 这人吓得屁滚尿流 匆匆跑出了鳄鱼区 曹琴在不远处 看完整个过程 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他这时也发现 其他鳄鱼变了一个模样 先前都在不同地方停留着 开始往鳄鱼王靠近 看样子 是已经摆脱催眠了 干得很好 曹琴低吼道 提醒曹琴一定要履行承诺 曹琴从鳄鱼区离开后 先是去了附近的狮子区和狼区 当看到狮王对他的好感度 终于恢复了正常 他松了一口气 还好有变数 鳄鱼王没有被催眠 不然他就得出手 杀了蓝色衬衫男子 但那时候 他也不能在动物园里面 被追查到的可能性很高 现在刚刚好 就是鳄鱼王会是什么结局 他就不清楚了 他也只能希望 鳄鱼王没有什么事情 熬到能让他履行承诺的时候吧 这事还不算结束 这个组织 一定派更多能人来追查此事 我依旧得小心 只是这样的话 我就不能更好地去征服其他动物了 曹琴还是忘不了自己的熊徒伟业 现在这个动物园 还有不少动物 没有臣服在他麾下 这个组织的出现 让他很难受 要不是现在还打不过 他真想直接开干了 如果栽变前不能攻略其他动物 栽变后 也不知道好不好攻略 毕竟栽变后变异的动物 也信得到反族 他还是得想办法 尽力去攻略其他动物 能再攻略一头就是一头 曹琴回到了川山甲区 继续回到地洞里面 决定先在里面躲两天 看看这个组织 怎么应对蓝色衬衫 男子死亡这事 在外出活动 蓝色衬衫男子 被鳄鱼吃了一事 很快传到了一些人耳中 一行人出现在了 动物园的鳄鱼区里面 这一行人有十人 站在中间的 正是那个光头男子 光头男子身材魁梧 眼神凌厉 微微皱着的眉头 可看出他对这里发生的事情 感到不可思议 其余九人散发出来的气质 和光头男子一般无二 他们穿着布衣 此时都死死盯着鳄鱼王 鳄鱼王看着这十人 出自动物的本能告诉他 这十人能够随便杀了他 强大到难以想象 这鳄鱼也没变异的征兆 怎么就能杀掉蓝羊 一人问道 有古怪 木鸡的小子 口述蓝羊被吃的时候 捂住脑袋很痛苦 而且还是两次 又刚好在直面 这鳄鱼的时候发生 又一人道 这鳄鱼 拥有能力了 要不要试试 可以试试 一人一跃而起 飘到了鳄鱼王身前不远处 随后在鳄鱼王内心凝重之下 他单手朝着鳄鱼王一指 下一刻 鳄鱼王的身体 像是被神秘的力量控制住 不管他怎么尝试挣脱都没用 巨大的身体 从池塘里面飘起 出了水面后 还没有停下 一直到了十米的空中 鳄鱼王看着自己飞了起来 呆了 就在这时 鳄鱼王发现 那股控制自己的身体的力量 突然消失 他眨眼间从空中落下 碰 鳄鱼王重重砸落在池塘里面 让他一阵痛苦 只是这痛苦 也让他爽了 有点东西 来啊 你继续来啊 鳄鱼王盯挺着这中年 内心拼命祈祷 这种从高处砸落水面的感觉 他真没尝试过 今天尝试到了 他就喜欢上了 我脑子没有任何感觉 这控制鳄鱼王飞起来的人 摇了摇头 按理来说 真是这鳄鱼让蓝阳短暂失去意识 这会儿 他已经让这头鳄鱼陷入困境 不应该也会对他用出那种程度的手段吗 其他人皱起了眉头 难道 不是这鳄鱼 只是监控里显示 那时候 这附近也没有其他动物存在光头 男子刚想到这里 他就发现 池塘里的鳄鱼王浮出了水面 展露出了奇怪的状态 一双眼睛充满了兴奋的光芒 跃跃欲视的模样 食人对视了一眼 这一刻 他们都确定这头鳄鱼不简单了 继续 光头男子道 那人点头 继续控制鳄鱼王飞上空中 再次让鳄鱼王坠落池塘里面 这次鳄鱼王飞得更高 坠落下来后 激起的水花见到几十米开外 鳄鱼王咆哮了一声 爽啊 这鳄鱼不简单 抓回去好好研究研究 再次看到鳄鱼王一副跃跃欲视的模样 那人皱起眉头问道 他咋感觉自己是在陪着鳄鱼玩呢 这动物园里有不少动物不简单 我已经派人在这里建造一个临时研究所 三天后就建造成功 光头男子道 其他人点头 那就先将这鳄鱼囚困在这里 等研究所建造完毕 再好好研究研究 光头男子看向了一个身影侏儒的老头 道 刘老 你先将他困住 这侏儒老头点头 往前走出一步 脚上就出现一块金色的光影浮板 每一步脚下都出现金色光影浮板 他踏着阶梯一般 来到了鳄鱼王头顶 随后他盯着下方的鳄鱼王 眼神一眯 下一刻 一个金色的光影牢笼凭空出现 将鳄鱼王死死围住 鳄鱼王惊了 快速去撞击这金色的牢笼 却发现 这金色牢笼像是通了电一般 将它弹飞 组织里还有没有蓝羊这种能力的人了 不然灾变期到来的时候 工作量会很大 诸如老头困住鳄鱼王后 他摇了摇头 回到光头男子身旁 问出一声 发现蓝羊拥有催眠能力后 他们就已经拟定了 极其简单地 控制这个动物园所有动物的计划 现在 只能用常规的手段了 那就是提前控制住所有动物 而整个组织里 就它拥有这种 最有效囚困这些动物的能力 灾变前 得将每一头动物囚困住 它不得忙碌死了 光头男子摇头 到 组织还在招收更多人 让它们提前变异 还有十多天时间 希望能再出现一人吧 要是没有 到时候只能辛苦留劳你了 诸如老头苦笑起来 一天过去 曹擎剑没有人来盘查 便离开了川山甲区 来到了鳄鱼区前 看到鳄鱼王被奇怪的金色光影 求聋求困住 他皱起了眉头 这是什么玩意 不过看样子 这个组织的人 应该是没有怀疑 鳄鱼王有其他帮手了 他在犹豫 要不要进去救走鳄鱼王 想了想 他觉得没有必要冒险 鳄鱼王被求困住 看来他们也觉得 鳄鱼王有价值 不会直接杀了鳄鱼王 那我先去找其他攻略对象吧 曹擎觉得 不能继续浪费时间了 他准备在动物园里溜达一圈 找寻可攻略的对象 统计一下攻略对象有多少 半天过去 他已经逛遍了动物园 他发现自己能攻略的对象 还有三个 分别是响尾蛇王 有损王 杀鱼王 都是个顶格的食物链顶尖存在 现在还有12天 就到灾变期了 这12天 也不知道够不够用 这三个攻略对象所在的园区 都不一样 攻略难点也不一样 响尾蛇区 在一处玻璃隔离区里面 几乎是密封的状态 他做不到躲避监控的情况下 悄然进去 有损区很大 中间有一座山 山上到山下 都被一层网围住 进去的难度也是极大 只能通过正门进入 但那里的监控 就在门口附近 鲨鱼王则在一个水族馆里面 那里面 也就只有五条鲨鱼 进入水族馆不难 可隔着一层玻璃 和一片水域 又是有监控阻碍 曹琴趴在洞口前 一边施展着隐蔽技能 一边绞尽脑汁想着办法 有损灾变之后 会成为最顶尖的天空霸主之一 拥有恐怖的天空之霸权 要是他攻略到这有损王 在灾变期后 他这方的战斗力将空前绝后 而且 有损还能作为情报组织 算是可攻可辅 将是一个十分给力的手下 响尾蛇更不要说了 体型将会得到提升 毒性也会变得恐怖异常 射出的毒液 能够寝刻间将基米后的钢板 腐蚀殆尽 鲨鱼更恐怖 变异之后 就是海洋里的霸主 只要在海洋里面 谁来了都得喊声爸爸 体型大到鲸鱼一样 咬合力强到一口 能咬断一条核潜艇 最大的问题就是监控 现在让小猴子过来 只会让小猴子陷入困境里面 小猴子现在对我的好感度 到86%了 离90%不远 不能牺牲 曹琴想了想 突然想到了一个很绝的办法 既然受监控限制 那就让所有监控都废了 是啊 这么绝的方法 咋现在才想到呢 让所有监控损坏的办法很简单 那就是 将动物园整个电路 源头设备都毁了 而毁坏这动物园的 电路源头设备后 想不让这个 组织发现是他的杰作 也比冒险遮挡 监控简单 牺牲几只小猴子就行 猴子不仅仅挖掘能力强 咬东西更强 他小时候在农村住的时候 家里的电线经常被老鼠咬断 最重要的是 这些老鼠居然不被电死 很是奇怪 只要他找到动物园监控的 主要宫殿站点 就能开始这计划 曹琴执行力向来就强 想到就干 看着穿山甲区的监控 施展出全息扫描技能 在全息扫描技能下 这个监控里面的电流 他都能看得很清楚 他只需要顺着这线索 慢慢跟着去寻找 就能定位到目的地 他缓慢行走 全息扫描技能一直持续使用 有了一些变异之后 他的精神力也得到了提升 这般施展下来 脑海里也没有出现疲惫感 半个小时后 曹琴在动物园一处地方停了下来 找到了 这附近有两个电源中性点 其中 动物园所有的监控的电路 就接在第一个电源中性点中 找到了目标后 曹琴记住了这地方 然后回到了川山甲区 让川山甲王过去 带三只小鼹鼠过来 别带鼹啊 川山甲王直接把三只欺负过他的小鼹鼠 带到了曹琴面前 他隐隐间觉得 曹琴要让这三只小鼹鼠做什么难事 曹琴将嘴里含着的变异紫金吐出 利用一些手段 划出了三小颗老鼠屎大小的变异紫金 然后让这三只小鼹鼠吃了 就这状态的鼹鼠 根本咬不坏电源中性点 有了一点变异的鼹鼠 应该就可以了 三只小鼹鼠听话吃下三小颗变异紫金 但一般吞下变异紫金后 变异时间也不够快 没到灾变前 变异强度也不高 所以他还要做件事 那就是给这三只小鼹鼠弄来一顿肉食 他要杀人了 要出去逮住一个提前变异了的人类 将人类杀死 让三只小鼹鼠饱餐一顿 吃下变异人类的血肉 动物也能快速提升 就比如一群老虎们 吃下棕熊的尸体后 也慢慢有了一些变异一样 而这些人类 是真的完全变异了 更是大伯 本就吞下了一小颗变异紫金的鼹鼠 再吃一个变异人 变异速度绝对很快 不过有一点他不确定的是 这种靠吃完全变异中 达到的提前变异 会不会有坏处 比如提前变异之后 在栽变期中 会不会限制真正的天赋 曹琴将三只鼹鼠 收入空间卡里面 再次离开了川山甲区 去寻找落单的变异人类 现在动物园里 有不少的变异人类 以前的保安 都换成了现在的变异人类 所以 他想找落单的变异人类 真不难 而且这些变异人类 干这种巡逻的话计 说明实力也不怎么行 曹琴就盯上了一个 长相猥琐的变异人类 这变异人是一个地中海 那眼睛也不知道 是天生就是这样 还是后天养成 总给人一种色眯眯的感觉 他现在并没有去巡逻 而是坐在一棵树下 嘴里叼着一根烟 手上拿着手机 嘴角勾勒出 一抹猥琐的笑容 可惜了 要不是组织派任务 我就能多玩玩这小妞 她在看着图库里的一组照片 那是一个前突后撬的美女 只是这美女模样 狼狈不已 拍摄的角度 还是俯视图 白皙的脖子 还被一只粗暴的大手 死死捏住 曹琴施展着隐蔽技能 悄然间 已经来到了这个变异人身后 当他看到 这变异人手机上的照片 顿时散出了杀意 想不到随便选的一个人 刚好是该死之人 救你了 在曹琴释放出杀意的时候 这地中海猥琐中年 突然感受到了什么 快速转身 往身后看去 只是奇怪的是 什么都没有 奇了怪了 咋感觉脖子后很冷 这猥琐中年 皱紧眉头 随后想到了什么 心想着 不会是那小妞 变成鬼来索命吧 呸 自己已经是变异强者了 这小妞赶变成鬼来找她 她不介意享受一下鬼的滋味 她想到这里 嘴角又不禁勾勒出猥琐的笑意 只是就在她歪歪的起劲之时 一股恐怖的痛感 在她脑海里爆发 啊 这中年惨叫了起来 惨叫的时间 只有短短一秒 因为她面对的 正是曹琴全力施展的精神冲击 曹琴看着这中年昏死过去 直接放出了三只鼹鼠 小的慢 大餐准备好了 三只鼹鼠面面相去 它们吃一些蚯蚓小昆虫 甚至小鸟都行 但第一次吃啊 不过 这人 怎么浑身上下都在冒着香茄 最终 它们三小只 还是选择听从命令 上前去啃咬 鼹鼠的咬合力本就不低 它们三小只 还特地去选择 这地中海中年脆弱的地方啃 很快就咬出了一地血液 就在这时 昏死过去的地中海中年 被痛醒了 可它还没来得及有任何作为 那股恐怖的痛感 又席卷了它的脑海 它又昏死了过去 如此一番折腾 三只小鼹鼠都吃饱了 肚皮圆滚滚的 看那模样 似乎还有些意犹未尽 看着该中年剩下的残躯 眼中闪烁着红光 曹琴看着这中年的残躯 先将其收入了空间卡里面 这算是 让动物变异的好材料 不能浪费了灵它 又将三只小鼹鼠 收入空间卡里面 带回川山甲区中 安静观察着 三只鼹鼠的变化 一天过去 现在离灾变期到来 还剩最后十一天时间 曹琴一直盯着三只鼹鼠的变化 果然和他想的一样 吃了变异紫晶和变异人的鼹鼠 变异速度飞快 短短一天时间 就已经变了一个模样 个头增大了两倍 双前爪出现了金属指甲 尖锐锋裂 仿佛能切断钢筋 还有牙齿也变成了金属 充满了力量感 怪不得上辈子的时候 变异兽看到人类 跟看到宝贝一样 变异人类对他们来说 简直太香了 这还没到栽变期 曹琴看着已经足以帮他完成目标的三只鼹鼠 再次将三只鼹鼠收入空间卡里面 决定现在就去破坏整个监控系统的电路 他来到了记住的位置 先是用全息扫描技能 查看了一番附近有没有其他人 确定没有后 果断将三只鼹鼠放了出来 走 去破坏 曹琴低吼命令到三只鼹鼠听到命令 直接行动 目标明确 曹琴在不远处施展着隐蔽技能 安静看着 他看到三只鼹鼠很给力 三两下就将两个电源中性点 给破坏成了废铁站 曹琴满意点头 随后将三个破坏小能手收入空间卡 来到了一个监控前 再次用出全息扫描技能 查看一下电流情况 确定监控停止了工作 线路里没有电流流动的声音 他又去到了下一个监控前 如法炮制几次 就确定自己真的破坏了所有园区的监控了 现在行事方便了 除非这个组织派遣无数人 把守整个动物园 不给他一点点机会 曹琴果断来到了究竟的响尾蛇区里面 他再次施展全息扫描技能 确定监控真的没有运转 就踏入了响尾蛇区里面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玻璃方框 围出了一个模拟热带雨林的环境 他目光盯着玻璃里面的一条最大的响尾蛇 母响尾蛇王好感度 10%弱点 喜欢毒物 无法自拔整个动物园突然停电 被派在这里的变异人类们纷纷追查原油 很快找到了停电的原因 短短几分钟后 一群变异人围在了两个被破坏的电源中性点前 被组织临时派来掌控这边的诸如老头 也第一时间来到了这里 刘昆看着眼前的景象 皱紧了眉头 这破坏能力 绝对不是正常的动物能够拥有的 已经有了些许变异的动物 能看出这是哪种动物吗 刘昆目光看向一个跟着他前来的年轻男子 看出两个字 有些耐人寻味 这年轻男子拥有一种特殊的能力 可以通过一些痕迹 虚构推理出大致的答案 年轻男子围着两个被破坏的电源 中性点转了几圈 回到刘昆面前 刀 是一种鼠类 具体是什么鼠 比较难分析出来 刘昆知道这答案后 后面的事情也简单了 去动物园所有鼠类动物区域调查一下 这里被破坏了 对他们继续掌控整个动物园 并没有太大的阻碍 顶多是不能时刻监控每个区域的动物的状态 他们派来这里的人手足够多 四处巡逻 也能够第一时间发现 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发生 刘昆带队去调查 同时派人以这里为中心 向四周扩散去寻找有了变异的动物 响尾蛇区里面 曹琴为了攻略这条响尾蛇王 甚至进入了满是响尾蛇的模拟羽林里面 现在和响尾蛇接触下来后 发现攻略这响尾蛇的办法很简单 那就是 只要他能够给响尾蛇王带来拥有剧毒的东西 响尾蛇王就会对他提升好感度 他刚才就将一只变异鼹鼠的一个指甲弄了下来 上面似乎有毒素 响尾蛇王看到后 直接对他提升了5%好感度 哪里能够弄来足够多的剧毒之物呢 这难住曹琴了 在这里肯定找不到 他只能先离开这里 回去想办法 他回到了川山甲区 而他刚回来 就发现一对人往这边靠近了过来 最后这一对人去到了岩鼠区里面 仔细调查起来 调查了一番 似乎没有收获 就离开了 曹琴笑了笑 回到了地底里面 一群老虎都在有序地锻炼 不过没有前虎王的身影 他找了找 发现前虎王在一个角落里面躲着 头往泥墙 一副在面壁撕过 或者怀疑唬声的样子 曹琴有些好奇 来到了前虎王身后 直接拍了拍着大猫的屁股 低吼道 你怎么了 前虎王低吼回了一声 但仍是不回头 还故意调整了一下身位 将头完全掩埋在健壮的身躯中 不让曹琴看到 曹琴更加好奇了 低吼道 不想被打 就转过头来 听着这话 前虎王无奈不已 随后转过身来 扑 你咋回事 曹琴人性化地大笑了起来 躺在地上 嘴里发出嘎嘎嘎的声音 前虎王那威武的脸庞 居然看起来委屈巴巴一样 低吼了一声 意思是 让曹琴别笑 他已经很伤心了 前虎王头上那王子中间 长出了一个小小的可爱的脚 看起来特别另类 使得他完全没有了身位老虎的那种气场 曹琴这些天都在忙着其他事情 所以并没有关注这些老虎的情况 看来 前虎王这样 是和变异有关了 咦 曹琴这时意外发现 前虎王这头上的脚 居然有毒性 貌似还很强 散发出奇怪的气味 前虎王见曹琴还盯着自己 更加委屈了 指了指旁边角落里 六根一模一样的小脚 低吼了一声 一副又生气又无奈的模样 他的意思是 这几天他想了很多重罚 将这脚拔除 只是不管他怎么做 这玩意 还是在他吃东西后不久 快速长出来 曹琴听到这里 待在了原地 卧曹 你压的是我的天使虎吧 前虎王见曹琴表情 从一开始的好笑 变成了现在的震惊 有些不明白曹琴想什么 只是这种不明白 很快在下一刻变了 他看到曹琴眼冒绿光盯着他 他意识到了 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要降临在自己身上 曹琴一脸猥琐地看着前虎王 低吼道 你呀 果然是我最看重的老虎啊 前虎王连忙后退了几步 曹琴这样看着他的时候 都是要对他干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唉 你躲我干嘛 过来 放心 嘿嘿 我会好好疼你的 曹琴见前虎王意识到了什么 震了一下 心想着自己表现得这么明显吗 前虎王低吼连连 已经缩到了角落里面 一副我不听的模样 不是 我是想到了办法 帮你把这玩意拔除掉 你怕什么 你难道不想把这玩意拔除了 曹琴低吼问道 听着这话 前虎王眼神变了一下 只是 他刚相信了两秒 转眼间又呼吁了起来 低吼问了一声 真的 你小子 还挺谨慎 但 你还嫩了点 曹琴低吼道 那必须的 你这玩意我见多了 想要完全拔除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通过大量快速的拔除 被拔下来的数量一多 他就长不出来了 前虎王虽然已经有了变异 灵智也不弱 但对于人类来说 他还是太单纯了一些 应该能骗到 果然 曹琴看到前虎王 慢慢放下了戒备 前虎王低吼了一声 说拔除这脚的时候很痛 有没有没那么痛的办法 曹琴哪有啥办法 就想叫虎妞过来 让虎妞用力给前虎王这脚拍断 这样速度会很快 你就说 想要继续被嘲笑 还是忍着点痛苦 以后继续当回威猛的老虎吧 曹琴一副无所谓的表情 低吼问道 前虎王听后 咬了咬牙 只能同意曹琴帮忙了 曹琴黑黑一笑 然后仔细问询了一下 前虎王这脚的大致情况 前天从我带回来的肉食中 吃了一只鸭后 吃一脚就出现了 将脚拔除后 只要吃上一只鸭 就能长出来 吃鸡长得没那么快 这么神奇吗 曹琴不懂 前虎王怎么会变成这样 但他也懒得 现在去追寻答案 更想赶紧攻略到 剩下的攻略对象 获得最后的几个抽奖机会 为灾变到来做好充足的准备 曹琴将空间卡里面的 所有鸭肉都拿了出来 瞬间堆叠满了地底一个角落 数量保守估计 也有上千只吧 前虎王看到这么多只鸭 棱在了原地 然后身子开始不争气地抽动了起来 不是他胆子小 而是 这也太吓唬了吧 不会要断这么多次脚 才能将这脚完全拔除吧 曹琴看着前虎王那模样 低吼道 想要拔除这脚 你只能豁出去了 我再给你一个机会 你可以选择拔不拔除 前虎王咬了咬牙 低吼点头 拔 拼了 曹琴嘴角微微翘起了些许 拿念 虎妞 过来一下 曹琴朝着不远处 偷偷看着这边的虎妞 低吼喊了一声 虎妞走了过来 你一直偷偷看着这边干嘛 要看你就光明正大看啊 曹琴很无语 每次他和前虎王 单独研究一些事情的时候 虎妞都会躲着偷看 虎妞似乎黑黑笑了笑 然后低吼问寻 叫他做什么 这根脚需要多久 曹琴瞅了眼前虎王头上那根脚 问出一声 啪 虎妞直接快速拍出了一招 精准不已地拍在了这根脚上 并且没有伤及到前虎王 还轻而易举地将整根脚拍断在地上 就这么久 虎妞平静地低吼 前虎王 曹琴 他是觉得自己挺不道德的 这样坑人家前虎王 但他觉得虎妞比他更厉害 你倒是提醒人家一声 说自己要拍了呀 其实这样挺好的 快一点就没那么疼 是吧 曹琴看着痛得瞪大眼睛 将头快速埋在土里的前虎王 低吼一声问道 一副眼瞎看不到前虎王痛苦的模样 是的 看起来不像很痛 虎妞这时也低吼道 前虎王怀疑虎声了 曹琴赶时间 所以赶紧让前虎王调整好 然后吃下一只鸭子 果然如前虎王描述的那么神奇 前虎王吃下鸭子没十秒钟 那断了的脚跟处 居然如动了起来 一根新的脚肉眼可见的速度长了出来 这着实让曹琴长见识了 看来你和鸭子有什么缘缘啊 曹琴拍了拍前虎王的屁股 迪吼笑道 他当初会入前虎王的时候 就是用的鸭子 没想到前虎王和鸭子 有这么一个不解之缘 前虎王 前虎王这次已经提前准备好 迎接起虎妞的拍击 就这样 一场特别解压的画面上演了 脚掌出来 啪 脚飞了 脚掌出来 啪 脚又飞了 如此往复 终于 前虎王类趴在了地上 犹如被什么东西 轮流完了上千遍一般 大汗淋漓 大喘着气 虚弱的不能再虚弱 曹琴看着角落里那一堆角 满意一笑 好了 你做得很好 值得表扬 曹琴看向前虎王 赞美了一声 前虎王缓了一会 然后第一时间去摸自己的头 等等 怎么还在 前虎王赶紧朝着曹琴低吼问询 曹琴听后 低吼回道 很可惜没有鸭子了 缺了几只 所以 整个过程都白费了 哎 这也是你的命 前虎王 曹琴黑羞黑羞地 将一堆角收入空间卡里面 随后叮嘱虎妞道 你看着他 别让他干傻事 我去去就回 虎妞点头 前虎王 曹琴离开了川山甲区 通过隐蔽技能 一路安全来到了响尾蛇王面前 他先是拿出了一根散发着毒吸的脚出来 给了响尾蛇王 响尾蛇王看到这脚 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惊喜地围着这根脚 左转了三圈又也转了三圈 很激动兴奋的样子 曹琴看到响尾蛇王瞬间对他提升了10%好感度 眼眸大亮 随后他嘴角微微上扬 直接将所有脚倾倒了出来 一时间 空气都凝固了 响尾蛇王对他的好感度 瞬间 飞跃到了80% 成了 抽奖 很快 曹琴瞪大了眼眸 卧槽 变形 变形两个字的含义 就已经很牛逼了 这个技能的全名叫做吞噬变形 吞噬一个动物的心脏 就能利用吞噬变形技能成为这种动物 外貌和实力等等都一样 而这吞噬变形技能一天之内只能使用一次 持续时间也是一天 这种技能 他听都没听说过 在栽变后 也没有人拥有这种逆天的能力 想想 真能变成其他强大的生物 这不得无敌了 对了 有一种能力确实能够变成其他生物 叫做唤醒的能力 这种能力和他现在的吞噬变形有点像 但又有本质的区别 像的是 确实能变成其他动物 但只是看起来像 真实的实力 没有一点变化 而本质的区别也是这个 他现在的吞噬变形 就是可以通过吞噬别的生物的心脏 变成对方死前一样 连同实力也一样 曹擎咽了咽口水 拥有了这种神奇的技能 那他就舒服了 这比隐蔽技能更有隐藏效果 甚至可以混入到敌人内部里面 想想 他要是去瓦解敌人组织 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技能 抓到敌人组织里面的一个人 或者一只动物 就能在外形和实力上一样 混入敌人组织里面 也就简单一场 曹擎想到了那个猥琐地中海中年 三只小鼹鼠 并没有把这中年的心脏吃了 残驱他还保存着 他甚至可能 吃了这中年的心脏 变成这个中年一天的时间 对了 用出吞噬变形技能后 能不能继续用虎分影技能 奋出一个附体 如果可以的话 那就完美了 曹擎如获至宝一般 准备先找一个动物来试试水 而就在这时 被他攻略的响尾蛇王 靠近了过来 围着他的左臂慢慢攀上 随后停在了他的头顶上 啥意思啊 攻略了响尾蛇王后 他也不怕响尾蛇王伤害他 就在这时 曹擎看到了一条体型不小 长相凶狠的响尾蛇出现 目光死死盯着他 尾巴开始快速摆动了起来 一副遇到了死敌的模样 曹擎瞥了眼这响尾蛇 又想了想 想到了一个可能 响尾蛇王被攻略后 自然是喜欢他了 可能是看到 这条响尾蛇来了 响尾蛇王踩上他头顶 展示出自己已经心有所属 那这条出现的响尾蛇 现在这么凶 就印证了他的猜想了 这是一条舔狗响尾蛇 唉 舔狗这词究竟是谁发明的 简直可以用在所有动物里面 有够牛逼的 眼看着这响尾蛇 要发动攻击 曹擎也不怕 还不甘示弱地散发出了敌意 嘀吼了一声 不想死就别惹我 我刚好需要一条生命来实验 曹擎刚低吼完 就看到这条响尾蛇神速掠来 到了他的面前两米的时候 更是突然弹射般起飞 想扑在他身上啃咬 面对这种弱小的攻击 曹擎都懒得动手 直接施展出虚空盾技能 蓝色光盾眨眼出现 将他保护得牢牢实实的 这响尾蛇 直接扑在了蓝色光盾上 顿时响起了砰的一声 一团血花生气 这响尾蛇也飞出去了机密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了 不是 就你这么弱 怎么敢的 看着这响尾蛇 直接凉凉了 曹擎忍不住吐槽了一声 响尾蛇王看着这一幕 愣了好一会 因为那是他们这么多响尾蛇中 实力最高的一条响尾蛇 可在曹擎面前 居然这么不值一铁 响尾蛇王对曹擎的好感度 再度提升 曹擎来到这已经死翘翘的响尾蛇身前 施展出了吞噬变形技能前半段 于是 这响尾蛇的心脏 被神秘的力量播出 漂浮在他的面前 这吞噬变形技能 还有帮忙播出心脏的效果 真就是完美啊 曹擎第一次见到 这么完美强大的技能 得到了这响尾蛇的心脏后 他先让响尾蛇王 从他的头上下来 然后开始吞下 这响尾蛇的心脏 再次施展出 完整的吞噬变形技能 一阵红光将他笼罩 神秘的力量 贯通了他的身体 这种感觉很美妙 他就像是投身在了温柔香里面 又软又暖 又充满了独特的芬香 红光眨眼间消失 这时候 他发现自己的身形变矮了 也变小了 视野也变了 看到的东西 和感觉到的东西 都不一样了 他 成了一条响尾蛇 而且他能清楚感受到 自己变得弱小了许多 毕竟 老虎可是百兽之王 现在变成了一条蛇 虽然是响尾蛇 但也不急老虎凶猛 真成了 曹擎不急着便回去 决定好好研究一下 他接着施展出虎分影技能 想看看 自己变成其他动物之后 还能不能用出技能 神奇的是 虎分影技能一施展 他就分成了两条响尾蛇 真的可以 精神冲击也可以 只是这精神攻击的威力 明显比他是老虎实弱 看来这身体的精神力 比他当老虎的时候 弱太多 全息扫描技能也一样 而虚空盾施展下来 他忍均不惊起来 这小小的一个光盾 将整个蛇身裹着 不再是圆形 而是像一条长条形的气球一样 特别别扭 技能都能施展 那以后他知道 这吞噬变形 还能怎么用吗 以后他要是能够遇到 精神力强的敌人 就可以将精神力强的 敌人的心脏收好 那他很需要用 精神冲击这种 和精神力挂钩的技能的时候 就可以短暂使用吞噬变形 变成精神力强大的存在 总结就是 这技能很牛逼 而且 我去攻略其他动物 也会简单多了 曹琴已经想着 怎么去攻略 剩下的油损和鲨鱼了 一个天上一个水里 他一个老虎 几乎接触不了 但变成了同类后 就好接触了 就在曹琴如此想着时 外面传来了一些声响 他施展全息扫描技能 发现那个组织的人 要来这里盘查 于是看向了响尾蛇王 叮嘱了两声后 便施展隐蔽技能 在原地消失不见 响尾蛇王还在原地发呆 他至今没有 从刚才看到的画面中回神 曹琴来到了门口 这时 一行人出现在他面前 他这时 心头闪过了一个念头 杀一个人 能解决一个是一个 反正灾变期到来 两方会大战 现在杀一个 那时候 就有可能少死一头动物 这里的动物 都是他未来统治蓝星的手下呢 他发现这一行人中 有一个长相桀骜的中分头男子 四周几个年轻人 都恭敬喊这人坤哥 像是什么二代 所以 他选定了这人 在这人即将进入响尾蛇区里面 快速靠近 咬了一下对方的脚 死 什么掉完颜 这人皱起眉头 看了看脚下 发现没有其他东西 不禁疑惑 看了眼自己的腿 但最终 他都懒得去看腿怎么样 继续跟着往里面走去 曹琴笑了笑 便回了老虎 往外面走去 而里面很快传来了一道 重物摔地的声音 还有一声声激动的 坤哥呼喊声 这么一想 变成一些剧毒的动物 再利用这隐蔽技能 简直是杀人于无形啊 曹琴笑着离开 他不知道的是 自己随意杀了一个人 就杀了一个 在这个组织中 身份特别重要的人物 镇守在动物园里的刘坤 正喝着茶 等派出去的人负面 他身为组织里的高层 自然不会去干这种小事 而且看样子 未来他要忙的事情 会累趴他 现在必须养精蓄锐 就是没想到 他也来这里了 这些公子哥 都这么贪玩的吗 有那样的老爹 我恨不得躺平变墙 刘坤喝着茶水摇了摇头 他说的老爹 正是他们整个组织的创建者 他们的首领 一个知道 未来的超级恐怖人物 提前布局 往后更是可能统治整个蓝星 成为蓝星食物链顶端的人物 然而他还没想完 下一刻 他的电话突然间正响起来 喂 有发现吗 刘坤依旧轻松自在 对于他来说 这个动物园 有电没电都一样 他就是想找到 破坏两个电源 中性点的变异兽 抓住研究研究 看看能不能再让他变强一点 然而 他的轻松自在 没持续多久 下一刻 他豁然站起 惊得脸色发白 布京对着电话大吼道 你们他妈的 怎么看人呢 这都能出事 我们也不知道 坤哥怎么就被咬了 很莫名其妙 还有叫吗 赶紧给我叫 我现在就来 刘坤整个人跑了出去 脚上疯狂出现 金色的光影踏板 踩着踏板 他走上了空中 很快 来到了响尾蛇区里面 当看到一群人 围着一个人拼命施救 他上前将这些人用力拨开 当他看到地上的人的脸色 已经完全黑了 他的心死了一半 一探鼻息 没了 他的心完全死了 不行 必须就回来 谁的能力可以救人 他骂的 都赶紧给我去找人 他死了 你们也休想活了 刘坤慌了 他能不能活都是一回事 最终一番抢救下来 结局还是一样 刘坤瘫坐在了地上 过了好一会才回神 微米地拿出手机 拨打电话给光头男子 喂 我要说一件事 你可别吓到刘坤 哀声叹气 光头男子意识到了不对 连忙问道 你别告诉我 首领的公子出事了 刘坤 你他妈的 这都能猜中 见刘坤迟迟没有回复 光头男子 嘴角疯狂抽动了起来 你他妈的 别告诉我是真的 刘坤叹气道 是真的 已经没有了气息了 你禀报首领吧 或许首领 还有救他儿子的能力气都没了 咋叫 光头男子破口大骂了起来 他们连首领的儿子都没有保护好 首领将怎么看他们 以后还会不会给他们继续变强的机会 刺曹琴不知道 自己随便杀了一个人 就杀到了这么重要的人 此时已经来到了有损区前 看着天空中飞来飞去的有损 目光落在了有损王身上 攻有损王 好感度 灵 弱点 绝对的自信 认为自己飞行第一 五鸟能出其右 曹琴挺着这好感度面板 心里想着攻略方案 是不是要用这有损王最引以为傲的能力 击败这有损王 才能攻略这有损王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得杀一只有损 通过吞噬变形技能 变成有损 然后想办法打败有损王 可以试一下 步行再换方案 而吞噬变形一天只能用一次 他只能等明天再来了 曹琴回到了川山甲区里面 再看到前虎王 此刻的前虎王还是缩在角落里 将头埋在黑暗中 身子则对着外面 好像自闭了 甚至嘴里还发出哼哼唧唧的 不知道什么声音 不会是哭了吧 曹琴不禁有些愧疚 上前拍了拍前虎王的屁股 低吼道 你又为我做了一件大事 为了弥补你的弱小心灵 你可以提一个要求 我尽量满足你 听到这话 前虎王突然转过了头来 然后他发现 前虎王正拿着一只鸡在啃 一嘴血迹低吼问 真的 曹琴还以为前虎王自闭了呢 感情这家伙 在吃东西真的 你说吧 曹琴确实被前虎王帮了几次 这份恩情 小抱一下 把花抱介绍给我 前虎王试探性问道 花抱那成熟的韵味 很魅惑虎 滚 换一个 曹琴嘴角抽动 你不是有虎王了吗 前虎王嘴角也抽了抽 弱弱问道 你再说 我就生气了 曹琴低吼威胁 前虎王缩了缩脖子 只能换一个要求 低吼道 那你帮我把这脚去掉 曹琴 做不到 前虎王 那 那你让虎王把虎王之位给回我 曹琴 这个你得自己和虎妞说 前虎王说了很多 说到后面 真自闭了 不是说提一个条件吗 你都不答应 前虎王感觉自己 又被曹琴耍了 眼神忧怨起来 曹琴 你当时提点实际点的呀 我这怎么答应你 前虎王一咬牙 那我想吃个人 啪 曹琴直接将空间卡里面的 猥琐中年 残躯放出 前虎王愣了 吃吧 或许能让你头上的脚消失 但我告诉你 吃了后 以后有什么变化 可跟我没关系 曹琴不知道前虎王 为啥突然说想吃人 既然前虎王提出了要求 他刚好又有这 猥琐中年的残躯 就让前虎王吃了 前虎王舔了舔舌头 他也不知道 自己为啥想吃人 在曹琴说 未来有一支人类大军要杀来 杀光他们 他就在脑海里 痛恨这些人类 而他也想尝尝 这些人类的味道 曹琴摇了摇头 没有看前虎王吃 而是来到了虎妞面前 他刚想和虎妞说话 这时 他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不仅仅是他 虎妞 还有一群老虎们都听到了 是噼里啪啦的声音 所有老虎往前虎王那边看去 前虎王还在埋头干饭 而随着他越吃越得劲 头上的脚 已经慢慢长大了一倍不止 并且 上面居然开始慢慢 凝聚有紫色的闪电 那声音 就是闪电的声音 曹琴咽了咽口水 有毒 闪电 这两种元素加在一起 想想就牛逼啊 还没变异 就这么牛逼吗 这是咋回事 第二天 曹琴离开了川山甲区 来到了油损区 他利用万能钥匙 进入油损区里面 然后 看准时机 小小地用出精神冲击 将一只普通的油损机倒在地 然后直接施展 吞噬变形技能 一系列操作下来 他变成了一只油损 只是他还没来得及 去想办法攻略油损王 就看到了天空之上 突然飘来了一只巨大的飞艇 这飞艇停在了动物园中心的高空中 然后 无数的无人机从里面飞出 开始往动物园各处飞去 其中就有一台 飞到了油损区这里的空中 悬浮不动 曹 这不会是他们新的监控吧 曹琴骂娘了 无数的精美的 如同鸟类一样的监控 悬浮 在高空之中 转动的监控头 覆盖死了下方的一切方向 就连下面有一棵树挡着 要是下方有其他的动静 这监控看不着 还会飞动下去 到一定高度 查看到了那动静的情况 确定没有什么事情 才会继续飞回同样的高度 曹琴完全将这一幕 收集在了眼里 第一次感受到了压力 他费尽心力 才将正常的监控系统 给破坏了 现在这组织转手 来了这么一下 让他无法适从 罢了 现在我已经拥有了 隐蔽技能和变形技能 其实在监控下 也不会有任何被发现的风险 曹琴过了一会摇了摇头 心理故作释然了起来 要是他还没有休息到 这吞噬变形能力 他去攻略剩下两种动物 和办事的时候 都不能用老虎的形态出现 但现在 他可以通过 变成不同的动物 出现在不同的动物区里面 统治不同的动物 这种统治 这些监控拍下来 也是没什么的 他不显露出自己的老虎 身形就行了 不仅仅是曹琴 在死死看着天空上的飞艇 和那无数的无人机 有损王也在盯着 曹琴也能在有损王身上 感受到了压力 曹琴看向有损王 成了有损的他 发出声音 成了嘶嘶声 这些人类 真是什么都能做出来 我们这些动物 迟早都死他们手里 有损王听着曹琴这话 不懈回道 其他动物或许会死 但本王不会 在天空中 这些奇怪的东西 追不上本王 曹琴更加确定 这有损王究竟有多自信了 只是很可惜 你的自信 这时候过头了 人类的科技和实力 早已经不是大多数动物 可以抗衡的了 它也要让有损 王知道这一点 你错了 曹琴直言回道 我错了 你居然质疑你的王 有损王在看到曹琴的时候 就觉得曹琴有些不一样 很陌生 那气质不像是 他们这里的有损 曹琴发出嘶嘶的声响 那我的王 你可敢和我比一下 我绝对能赢你 让你知道 在人类的手上 有多少手段 让你无能为力 哼 不自量力 就你也配合我比 有损王将不懈发挥到了极致 不过 他也想让这新来的有损知道 他的话有多正确 于是 看向了有损区 这里第二强的有损 发出命令 你和他比 让他知道自己有多无知 这第二的有损 正是当初的有损王 只是被这年轻的有损王打败 并且输得体无完肤 现在接到这任务 他也只能同意 曹琴健壮 决定先会会 这排名第二的有损 这有损飞落在了 他的旁边 震翅起来 强大的锋利 将四周的杂草 吹低了头 有损可是天空霸主之一 这一手表现 着实让曹琴看到了有损的力量 从这边飞到那边 谁先到那边 谁就赢 有损王思思 发出声音 声音尖锐且清脆 他成了一个裁判一般 曹琴随意点头 这段距离 足够他作弊了 是的 他肯定要作弊 他又不是专业的有损 想飞过这种 天生的有损 且还是有损里面的飞行好手 几乎不可能 而作弊的手段 也就那么几种 先限制对手 再提升一下自己 曹琴和排名第二的有损 都表示已经准备妥当 于是 在有损王一声令下 他们同时震翅往前飞 排名第二的有损出速度 很是恐怖 一下子就到了三米开外 时间还不到一秒 而曹琴虽然成了有损的身体 速度只有这有损的一半 有损王看到这一幕 第一时间确定了曹琴 就是无知无能 又傲慢的家伙 没点实力 学人家教 等比赛结束后 让这家伙在有损群里面 抬不起头 曹琴知道了 自己和专业有损的差距后 果断开始作弊 他直接对着飞在 自己面前的有损用出 精神冲击技能 所用的威力特别低弱 以鸟类那小小的脑壳 真承受一下 他全力的精神冲击 指不定脑子爆开 哪怕他将精神冲击 控制在最弱 这有损还是被影响到了 速度突然变慢了一倍 曹琴开始卖力起来 追上了一些距离 很快和这有损并驾齐驱 但这还不足以 让他赢下这有损 而他在加强 精神冲击能力的话 也怕这有损直接死亡 就开始用一点障眼法 去影响这有损 所以 他的身形在空中一闪一闪起来 一会出现 一会又消失 就像是有光在照射 就看到 没有阳光照射的时候 突然消失一会 这突然的变化 还真影响到了这有损 明明前一刻 还和他在同一水平线飞行 眨眼尖踏就看不到了 这让他意外 可下一刻又出现了 并且还会飞在他面前一些 曹琴就是利用这有损的猛逼 和寻找他的时间 多争取一点点飞行的距离 于是到了终点的时候 他赢下了这排名第二的有损 提前站在终点山顶上的有损王 死死盯着曹琴 这怎么就赢了 现在我可以和你比了吧 曹琴凝视着有损王 发出严肃的挑战宣言 而这边的鄙视 已经吸引了所有有损的目光 看到曹琴赢下了排名第二的有损 现在更是直面挑战他们的王 这一幕别提多代感了 是的 不仅仅人类爱看热闹 应该说 爱看热闹的天性 是所有动物 有损王感受到了威胁 但是 他并不怕曹琴 你那速度 也就只能赢他 我就让你知道 你我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有损王冷漠道 那来吧 说了 臣服我 曹琴在赢下那头排名第二的有损后 就已经发现 有损王对他的好感度变了 变成了30% 这说明什么 这有损王看似很不爽他 其实心里已经有一点点认可他了 果然强者 还是尊重强者的 那他赢下了有损王 这有损王又会怎么样 对他的好感度 有没有可能直接飙升到80% 有损王站在曹琴身旁 目光指示着刚才曹琴起步的地方 这次以这里为起点 那里为终点 说好之后 他们开始震翅快飞 咻的一声 有损王就已经消失在机密开外 曹琴被有损王这速度惊到 这速度对比排名第二的有损 简直碾压呀 怪不得能当王 怪不得极度自信 他赶紧对有损王施展精神冲击 然后发现有损王速度下降了 可他还是根本追不上 他只能加强精神冲击 然而 一直拉升到了先前那有损精力的强度的两倍 有损王也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 保持着一定的速度 最终 他说了 只是这有损王也不乐观 一落地之后 直接躺在了那里 一动不动曹琴看着这一幕 他刚才还以为自己的精神冲击出了问题呢 感情只有损王咬着牙坚持 飞完了整个过程 这是有损王面对王位挑战所给出的态度 你说了 有损王坚强地动了动身子 但站不起来 只能趴在那里虚弱地说道 曹琴有点想笑 但还是点了点头 我说了 但我们再比一次 刚才我没有发挥全力 有损王 有损王一时间被整无语了 怎么都没想到 曹琴会来上这么一手 他现在飞不了了呀 你不会才飞一趟 就没力气了吧 我都已经飞了两遭了 曹琴无情说道 有损王 曹琴看着有损王 那对他快速提升着的好感度 有种应对着鳄鱼王的错觉 他发现自己现在对有损王越凶 这家伙的对他的好感度 也会随着对的次数而提升 现在已经是到了60% 可以看出 有损王是认可了他的实力了 我不管你说什么 你就是说了 我已经没有必要和你比了 有损王很想和曹琴比 再赢曹琴一次 让曹琴无话可说 但他知道 自己现在的身体情况 根本做不到正常的飞行 得休息一段时间 才能以刚才那样的姿态 赢下曹琴 他是极度自信 可这时候再自信 就是自负了 曹琴见有损王 居然没有中了他的激将法 对这有损王的看法变了一些 居然还挺能忍 那这最后的20%好感度 怎么说 他们都在看着呢 我劝你 还是在跟我比一场 不然 你以后的权威会被质疑 曹琴贴了眼四周的有损 小生对着有损王 说了一句 有损王不屑道 他们都已经看到我赢了你 可他们也看到了 你以狼狈的模样赢了我 这样吧 我收起我的手段 让你不再像刚才那样 痛苦的飞行 这样 你就能以最美的身子赢下我 你在他们心里的地位 重回以往 怎么样 有损王听到这话 眼神凝重了起来 小生质问 刚才那让我难受的感觉 真是来自你这脸 他觉得很奇怪 刚才看到排名第二的有损速度变化 就觉得奇怪了 他还想着这排名第二的有损 不至于速度那么慢 曹琴点头 好不好受 有损王 曹琴这时 发现有损王对他的好感度 又有了提升 达到了65% 这家伙 确实认可强者 不得不说 你引起我的注意了 有损王盯死曹琴 来了这么一句 听着这话 曹琴愣了一下 不是 你咋说起了霸道总裁的经典语录 女人 你引起我的注意了 呸 自己陷在着身体 不会是母的吧 曹琴不清楚 鸟类身体的情况 不禁心虚了起来 我接受你的提议 但你要是骗我 我不会给你好果子吃 有损王冷冷威胁 曹琴回道 放心 我不会赢你 我以我的鸟品保证 听到这话 有损王点了点头 就这样 又一场比试开始 所有有损都停下了手头上的动作 盯着这一场比试 除了有损这边这样 现在天上的一架无人机 也似乎发现了这边的情况 慢慢靠近了过来 飞艇上 掌控着这个无人机的一个人类 从刚才就看到了 有损区的变故 现在盯死这监控画面 还招呼了一下旁边的伙伴 笑道 笑死 两只大鸟在比试 那是有损 这鸟可凶猛啊 天空霸主之一 那伙伴过来看了眼 然后被拉住了兴趣 想看看这有损谁赢谁输 两只有损动了 有损王以为曹擎真的 按他们说的去做 没想到 一起飞 就发现 那股疼通过又在脑海里面席卷 不是 你骗我 曹擎轻松赢下了顽强的有损王 不得不说 有损王是真的强 第二次比试 在一开始就被精神冲击折磨 居然还能硬着头皮 飞完了整个过程 但最终 还是差了曹擎半米不到的距离 有损王一落在山顶上 就发现那股压力消失了 不禁虚弱地质问曹擎 你怎么说话不算话 曹擎疑惑问道 我说了什么 有损王 你没鸟品 有损王气急败坏了起来 曹擎吹起了鸟哨 很不好意思 我确实没有鸟品 人都不做了 现在他也是老虎 要啥的鸟品 不达目的不罢休 才是生存之道 你再丢笔场 有损王看了看四周 发现此刻所有有损 都怪异地盯着他 他当着这么多有损的面 输给了曹擎 那现在他的有损王王位 已经被冲击到了 要是不好好赢回来 以后他怎么让其他有损臣服 曹擎攻略有损王的方法 并不是靠赢下有损王 而是另有他法 现在看到自己通过不罚手段 赢下了有损王 而有损王确实没有对他提升好感度 他就知道自己 确实该用更特殊的办法 你求我 我或许会考虑考虑 曹擎回道 有损王 你信不信我弄死你 有损王见公平抵视不行了 只能发挥出身为有损的强大之处 想成为有损王 不仅仅要鄙视飞行 还要在飞行中战斗 杀死对手 是十分常见的 曹擎笑道 你确定在那种难受的情况下 可以杀了我 那你可以试试 我怕到时候死的鸟是你 有损王又被诊无语了 曹擎的诡异他算是见识到了 他要是和曹擎拼死战斗 还真不一定能弄死曹擎 兴许自己要死 可是 现在其他有损也不服 塌了 算我求你 行了吧 有损王没办法了 只能小声一句 选择低头曹擎看着高傲不可一世的有损王来了这么一句 目光看向了有损王的头顶 果然 有损王对他的好感度 提升了5% 现在已经是70%了 嘿 你和鳄鱼王没有太大的区别吧 鳄鱼王需要身体遭受痛苦 才会提升好感度 你是精神被折磨 才会啊 其实他也能理解有损王对他提升好感度的机制 应该就是第一次遭遇这种挫败 被他搞服了 妥协了 而能让如此强大高傲的他变成这样 潜意识里就已经确定了他有多强大 强者之间 或许就有惺惺相惜之念 曹擎其实也对有损王感到由衷的佩服 不仅仅是有损王在面对他的精神冲击 还能做到那种程度的飞行 还因为有损王这种能高傲能放得下身段的妥协 行 我给你一次机会 曹擎说道 有损王见曹擎真的啃了 心里开始闪过各种念头 也很快做出了一个决定 这家伙不靠谱 这次或许不会一开始就给他那种压力 但中间极有可能会突然改变主意 再让他输一次 所以 他决定好了 利用一开始的机会 直接攻击曹擎 哼 反正曹擎被他打败了 也就没有什么鄙视的必要了 他将会重新得到其他有损的认可 想到这里 他准备再和曹擎比试 就在曹擎说开始之际 他眼中闪过了一道狠镜 只是他还没扑向曹擎 就愕然发现 从一开始 脑袋里面就出现了那股痛意 不 曹擎一下子飞出了老远 有损王直接怀疑鸟生了 你这个卑鄙的家伙 有损王再度在曹擎这里感受到了无可奈何 最终都懒得去飞了 转头回到了山顶 可他还是没有甩掉那一股凝聚在脑海里面不散的痛苦 直到曹擎飞到了终点 这一次比试过后 整个有损区都鸦雀无声 有损王被所有有损盯着 只觉得没有了挽救的可能性了 曹擎飞回了有损王面前 问道 怎么不飞了 有损王 他现在很后悔为什么要和曹擎比试 你就不能和我正常比试一场 你就这么怕我 有损王已经没有办法 只能尝试激将法 曹擎却是淡然随意回了一声 你觉得这样可以安慰到自己 那你就当是吧 有损王满满的挫败感 说话都比不过曹擎 曹擎看到有损王对他的好感度又有了提升 一直提升到了78% 还剩最后2% 需要加点猛料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什么想法 如果你想继续找回身为有损王的威严 那你好好求我一下 认可我的强大 我没有感受到你的态度 我不会让你赢的 曹擎就是要将有损王的信心完全击溃 这是有损王的弱点 或许让有损王在他这里完全没了信心 就是征服的结束 有损王沉没了下来 他是高傲的 可却是第一次在其他有损面前 感受到了无力感 你确定真的会让我赢 有损王继续求曹擎正常比试 哪怕曹擎答应了 他这情况 也不一定赢曹擎了 但要是曹擎肯直接输给他 他能够继续统领整个有损一族 给我足够的态度 曹擎不想浪费口舌了 表情平静 有损王看了看四周 感受到了一群有损们 看他的眼神开始变了 他知道自己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行 我求 你了 最终 有损王闭上了眼睛 心里出现了落差感 曹擎盯着有损王的头顶 终于看到了自己想看到的画面 好感度 80%了 就是得志 曹擎算是摸清楚了攻略的方式了 就是逮着对方的弱点去攻略 虎妞单身缺男友 那就成为虎妞的男友 花豹缺少安全感 就要给花豹足够的安全保护 狮子王喜欢强者 那他就要成为最强的存在 曹擎直接答应和有损王再比一场 这次 他让有损王先飞 不再使用精神冲击技能 有损王将所有的力气在这一刻用上 强大的他再度傲视天空 速度快如闪电 以及其强大的距离碾压 赢下了曹擎 重新找回了身为有损王的威严 曹擎结束了对有损王的攻略后 飞到了一棵树上 然后利用树干的隐藏 施展隐蔽技能 然后悄然离开有损区 他离开有损区后 也不敢去把有损区的门关上 目光盯着头顶上的飞艇 和那布满四周的无人机监控 有台无人机就一直死盯着 有损区这边拍摄 刚才他就感受到了自己被盯着 不知道这些设备 是不是这个组织 用来弥补监控的缺失 还是另有所谋 如果另有所谋 他必须尽快想办法 毁了这飞艇和这些无人机 先抽奖 看看得到什么奖励 曹擎一边往穿山甲区走去 一边照出抽奖轮盘 开始抽奖 他照例祈祷了一下 随后开始抽奖 很幸运 这次还是抽到了 他想要的奖品 技能休息 什么技能 强化技能 可以快速选择 附近一个友方单位 短时间将对方实力拔高 一个层次曹擎震了一下 他听过这种技能能力 是辅助型能力 可以让友军提升很多 战斗的时候 全部属性得到提升 越是弱小的时候 这技能越没有太大作用 但越是强大 这增幅就越忙 如果能发展到后期 这技能绝对能让一方势力 实力大增 所以在灾变之后 一些避难所高层 也会通过给出高报酬 养一些这种能力的变异人 曹擎回到了地洞里面 此时 一群老虎都围在一个角落里 不知道在看什么 曹擎走近一看 才发现 他们居然在眼眸 灼热地盯着前虎王 只见前虎王头上的脚 居然在聚能一段时间后 可以猛地射出一道紫色的光 然后射在泥墙上 轰出一个冒着毒气的洞口 前虎王此刻很开心的模样 嘴角咧起 很享受同类们的羡慕崇拜目光 他也欣然接受了 这个奇怪的脚 曹擎回来 其他老虎都叫了起来 虎妞也靠近曹擎 将前虎王的变化说了出来 前虎王见曹擎回来了 露出了一抹高傲的表情 曹擎走近前 仔细看着前虎王那 闪着紫色电光的脚 见前虎王似乎很嘚瑟的模样 直接朝着前虎王的脸拍了一张 别嘚瑟 再给我示范一下 前虎王瞬间被曹擎这一爪子拍老实了 没办法 他已经完全服了曹擎 哪怕现在有了变化 看起来很强了 也没有信心去违逆曹擎的命令了 他对着那边的泥墙 咬着牙锯能了一下 脚上射出了一道紫色的光柱 猛然轰击在了泥墙之上 轰出了一个大洞 这是他的权力一击了 最强的了 曹擎问道 前虎王点头 然后低吼道 我觉得明天还能再强一点 曹擎看着前虎王 有些许犹豫起来 他还有一小块变异紫金 要不要给前虎王吃了 这家伙有些不简单 应该是为数不多的突变者 这紫色电机射线挺强的 但现在威力还弱 要是前虎王再变强一些 这足以射出很远的距离 威力也相当爆炸 这是否就能用来击毁那飞艇 前虎王肯定是不敢再不听他的话的 用变异紫金变异之后 也不会比他强 而他现在只剩下一条鲨鱼 可以攻略了 抽出复刻卡的概率极小 这变异紫金留着也是留着 给这家伙吃了吧 你们都散了 我有事情单独和他聊聊 曹擎看向其他老虎 驱逐他们离开 前虎王现在挺怕和曹擎单独相处的 不禁心虚了起来 虎妞也被曹擎打发走了 这玩意给你吃 记住这是我对你的恩赐 曹擎将变异紫金拿了出来 扔到了前虎王脚下 前虎王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但只是看了一眼 他眼神就热了 不禁舔动舌头 真给我吃 不要我就给其他老虎了 要要要 嘿嘿 感谢您 以后您有任何事情 尽情吩咐本虎 任何事情都行吗 听着曹擎这话 前虎王瞬间觉得这变异紫金 没有诱惑力了 除了那是 等前虎王吃完变异紫金后 曹擎慢慢等了一晚 仔细研究前虎王的变化 第二天 吃过变异人之后的前虎王的变化 让他很满意 加上他的强化技能的话 似乎可以尝试 对那飞艇动手了 那飞艇存在一日 对他们这些动物来说 都是一种危险 他去攻略 或者征服其他动物 都会受到限制 既然现在拥有了 可以击溃那飞艇的可能 肯定要尝试一番 他将前虎王收入了空间卡里面 叮嘱了虎妞 看好这里的老虎后 他离开了穿山甲区 他施展着隐蔽技能 来到了附近 一处麻雀区中 随意将一只麻雀弄死 用出了吞噬变形技能 他变成了一只小小的麻雀 然后继续通过隐蔽技能 再树梢 未端往动物园外飞去 飞行速度 比他在地面上 缓慢隐蔽行走 快上许多 没用几分钟 他就已经飞出了动物园 然后他继续往外面飞去 一直飞到了一座高楼顶端 这里是离动物园 最近的一座大厦顶部 在这里 也能清晰地看到 动物园那边天空上的飞艇 而那边的无人机监控 很难拍摄到这边的情况 他将前虎王放了出来 一出现 前虎王就被眼前的环境震惊到 啊这 这里是哪里 他第一次出现在这么高的地方 而且这里 显然不是动物园里面了 曹琴低吼道 以后这种地方 你会经常来的 整个蓝星 都会有我们的足解 他就等灾变到来 所有动物变异成功后 他那伟大的计划 也该开始实施了 让陷入了混乱无序的蓝星 第一时间安稳下来 而只有统治 才能安稳 当然统治蓝星的 那一方最好是他这一方 他可不想 将自己的生命 交托给别人的仁慈 能射到那边的飞艇吗 曹琴看了眼那边的飞艇 问出一声 前虎王知道曹琴什么意思 当即如同波浪鼓一样 使劲摇头 不可能射这么远的 虽然我觉得 今天比昨天强了很多 但还是够不到的 曹琴这时 直接给前虎王 加上了新的技能 强化技能 他选定前虎王 施展出强化技能 顿时一阵红光 笼罩住了前虎王 前虎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像是被什么奇怪的热量 给包裹住了 然后以极其快速的速度 血液沸腾了起来 他感觉自己变得很强 至少比刚才强了三倍 现在能够得到吗 曹琴也有些不自信 实在不行 只能再过几天 来尝试了 我不清楚 但可以尝试一下 前虎王也没这么强过 只能狐疑地回了一声 那开始吧 曹琴直接低吼道 前虎王听到命令 便全神灌注了起来 他不清楚 那边漂浮在空中的庞然大雾 是什么 既然曹琴让他去打 说明那玩意影响到他们的计划了 他的头顶 开始紫色电光 疯狂涌动了起来 然后 一个小小的紫色圆球出现 随着聚能时间越久 这圆球越来越大 漂浮在前虎王那角上不动 凝聚的时间越久 威力也就越大 前虎王怕曹琴等不及 于是来了一句 曹琴点头 是一前虎王不急 慢慢凝聚 最好一击必杀 时间过去了五分钟 终于 前虎王俊能结束 给我射穿他 前虎王大吼了一声 头上的脚猛的一颤 随后紫色的圆球破开了一般 一条恐怖的紫色电柱 朝着那个方向 急迟而去 飞艇内部 很多人 他们各司其职 盯着各自面前的监控画面 然后控制着外面的无人机 去监测着动物园的 每一个角落 突然 飞艇开始响起警报声 所有人都愣了 怎么会响起警报声 他们快速用无人机 查看四周情况 当看到一条紫色的光柱 从动物园外的一栋高楼上射来 都惊得头皮发麻 跑 可是 现在跑已经来不及了 哄 紫色光柱 直接洞穿了整个飞艇 而飞艇 被洞穿后两秒不到 激起了一阵爆炸 爆炸越炸越猛 飞艇往下方坠落 而那些悬浮着的无人机 也在这一刻瞬间 失去了动力一般 从天空之上 掉落在地面 砸得稀碎 曹擎看着这一幕 满意地拍了拍一旁 气喘吁吁起来的潜虎王 低吼道 不错啊 给你吃的那颗便衣紫巾 没白吃 潜虎王内心默然一笑 被曹擎夸赞 是一种享受 再次搞定监控一事 曹擎带着潜虎王跳到 遮挡身形的建筑后面 然后将潜虎王 收入空间卡里面 正是往动物园方向 隐蔽地飞去 希望这个组织的人 开始将观察中心 放在动物园外 这样 他在里面行动起来 就方便一些 飞艇被击沉一事 很快传到了 神秘组织内部 刘坤现在 焦头烂额着 首领儿子死了 首领为此派来了 组织买来的天眼系统 也莫名被击沉了 这是 又该给出一个 什么样的交代 光头男子 接到刘坤的通话 头皮都骂了 这就是他长不出头发的原因 没发现 灾变这事情的时候 工作就累得头皮发麻 没想到 现在还是这样 麻烦不断 他很快接到了一份视频文件 当看到那座大厦顶部的画面 神情凝重了起来 原来是一只变异 到了一定程度的老虎 击沉了飞艇 得禀报给首领了 他匆匆往一个方向走去 动物园里面 曹琴回到了川山甲区 回到了地洞里面 希望就这样 这个组织别再搞其他事情了 就让我们安心地灾变吧 现在离灾变期到来 只剩下十天不到了 他攻略完那条鲨鱼王 就可以随便找其他 没有沉浮于他的动物征服 等灾变到来 就能统治整个动物园 灾变一结束 就开始乱杀 只是他也没有自信 能平静地迎接到那一天 兵来降挡水来土掩 有问题 就总有应对之策的 之后半天 毁坏的飞艇没有再升起来 这个神秘组织 也似乎放弃了 监控所有动物的想法 甚至将动物园里 巡逻的人 都安放在动物园之外的 大都市里面助手 曹勤看到这结果 心里得意 这算是间接 把问题引到了一个 对他们有利的方向 只是他还没开心完 就看到了 让他嘴角抽动的画面 一辆又一辆大卡车 进入了动物园里面 然后 里面走出了大量的变异人 这些变异人听从指挥 分别去到了 不同的动物园区里面 短短半个小时不到 整个动物园的动物园区里 都站着一个人 这意思是 真放弃了机器监控 但却直接派人来监控 没事 你有张良界 我有过强帖 就让你们都变成 动物们灾变后的 第一口提升口粮 曹勤冷哼了一声 他已经做好决定 和这些变异人硬钢 现在 他在灾变之前 需要拼凑的最后一个板块 只剩下攻略鲨鱼王 攻略完鲨鱼王 就可以慢慢等待 灾变的到来 是时候该好好想想 怎么去完成 这统治蓝星的 最后一块板块了 上次他去看过鲨鱼王 这鲨鱼王比较特殊 也是母鲨鱼王 对他的好感度并不低 居然有40% 就是弱点格外特殊 弱点 格外喜欢放屁 是的 这个弱点特殊到了极致 一条鲨鱼喜欢放屁 这多多少少令人想象不到 他也在那里观察了一下鲨鱼王 并没有看到鲨鱼王放屁 可能是喜欢放屁 但放不出来屁 毕竟一条鲨鱼 只能吃上一些 比较容易排屁的东西 才能多排屁 所以 他想过了攻略方法 那就是给这条鲨鱼王 吃有利于排屁的东西 而他根本没有在 饲料存储室那里 收集过有利于排屁的食物 只能想办法 再去搞来一点 于是他离开了川山甲区 离开前 不忘叮嘱一群 老虎躲在地洞里面 不要发出任何响动 现在和以往不一样了 这川山甲区 也有一个变异人 在助手上 一不小心 就会引来这人的注意 到时候所有老虎都逃不掉 曹擎离离开了川山甲区 往饲料存储室方向走去 很快来到了这边 发现这里也有一个变异人 在守着 看来 整个动物园 只要是动物 和有建筑的地方 都会有人守着了 那保守估计 有400个变异人 在动物园里面 这个人坐在饲料储存 是一个角落里面 安静玩着手机 曹擎离离这变异人 并没有坐在中间 而是在角落 就大胆地施展着隐蔽技能 大摇大摆地 在饲料存储室里面 寻找起自己想要的东西 他想找红薯 红薯是有利于人体排气 那鲨鱼吃了 会不会一样 他不清楚 可以尝试一下 而这地方应该是有红薯的 毕竟猪马这些动物 都喜欢吃红薯 动物园应该会备用 果然 他在角落里 找到了好几袋红薯 都用蛇皮袋装着 这个角落 离边一人助手的角落 有一百米之远 他果断将眼前的五袋红薯 收入了空间卡里面 点动静都没有发出 拿完就走 整个过程十分轻松 他带上五袋红薯 往鲨鱼区走去 鲨鱼区在动物园左边 海洋馆里面 鲨鱼区一共有五条鲨鱼 铁网从上面围住 下面是透明的玻璃 这五条鲨鱼 只能在玻璃区里面游动 曹琴直接来到了 铁网上的阶梯里坐下 这里附近 就有一个便义人坐着 这便义人也在玩着手机 百无聊赖的模样 他想要和这条鲨鱼王交流 必定要先解决 这个人类 杀了 除了杀了 他想不到任何办法 打晕这人 只会让这里更加防守森严 杀了后 他还可以变成这个人 假装铸守在这里 可以慢慢攻略 成功鲨鱼王 他想过了 自己想要在这一场 人类与动物的战斗之中 取得胜利 可以先变成人 这样才能更好地瓦解 这个人类组织的行动 混入这个组织里面 能够第一时间知道 这个组织的行动 栽变的时候 最好是暗杀这个组织 在这里的主化世人 成为这个人 然后 只需要一个命令 就能让其他人离开 或者给动物们 争取到灾变的时间 曹琴利用隐蔽技能 靠近了眼前这个 变异人身前 这时候 这个变异人突然袖动鼻子 眉头也皱了起来 心臭味更重了 他嘀咕了一声 满脸厌恶之色 来到这种畜生遍布的地方 真让人不爽 这些畜生 也只有让我们 用来提升的价值了 这变异人捂住了鼻子 继续拿着手机来玩 曹琴还以为这变异人 发现了他 现在听完这变异人的话 摇了摇头 现在他成了动物 自然就和人类 站在了队里面 既然要分个你死我活 那就别怪他心狠手辣了 精神冲击 曹琴直接对着 这变异人用出精神冲击 这变异人前一刻 还一脸厌恶之色 下一刻突然瞪大了眼眸 捂住脑壳 大喊大叫了起来 曹琴见 这变异人在他全力作用下 没有昏迷过去 心想 这这人的能力 可能和精神有些关系了 便直接上前 一爪子拍了一下这人 强大的力量作用下 这变异人飞了出去 完全昏死了过去 他也不给这变异人 任何活命的机会 直接上去咬死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杀人 曹琴站在原地过了好一会 才开始对着 这人施展出吞噬变形技能 将这人的心脏引出 杀人还好 他可没有吃过人 也不知道吃下这心脏 他在栽变期的变异 会不会受到影响 但他现在的情况是 栽变期前 肯定是要变形成人类的 这是无可避免的一件事情 他深吸了一口气 直接将心脏吃下 瞬间被红光笼罩 他变成了死去的变异人 站在原地 一时间有些恍然 变回人 居然有一点点不适应 曹琴笑了笑 左右动了动手脚 只觉得十分陌生 还是老虎的时候 更加适应一些 而他这时很快发现 自己身上有一股 特殊的能量 只是手心一番 一团黄色火焰 从他手上熊熊燃烧了起来 这正是这变异人的能力 他利用吞噬变形技能 变成这人后 也能拥有这具身体的能力 就是可惜了 只能变一次 要是吃下一颗心脏 就能一直变成这人 那就无敌了 曹琴往水池靠近 这时他发现 鲨鱼王不知道 什么时候就停在了水面上 像是正在偷看着他 这总看什么 曹琴不知道 自己变成人后说的话 这鲨鱼王能不能听懂 下一刻 鲨鱼王所在的水面 震动了起来 曹琴居然也能听懂了 鲨鱼王说的话 你究竟是人还是老虎 鲨鱼王说道 曹琴 你不用在意我是人还是老虎 我来是有事找你 什么事 鲨鱼王很平静 因为他确信 曹琴伤害不到他 在水里 他是绝对的王者 曹琴 我这里有红薯 你要吃吗 鲨鱼王听后 沉默了下来 红薯 曹琴提醒道 红薯吃多了 有利于排气 意思就是 吃多了就会忍不住 一直放屁 这话一过 曹琴看到鲨鱼王一双眼睛 闪过了一道激动的精芒 同时 看到鲨鱼王对他的好感度 突然提升到了45% 这么好攻略吗 还没给红薯 就提升好感度了 你有多少 鲨鱼王问道 很多 曹琴回道 那你给我多少 鲨鱼王问道 看情况 曹琴回道 你有什么条件 鲨鱼王又问道 我需要你喜欢我 曹琴直接回道 鲨鱼王被曹琴突然地回复 弄得呆滞了一下 喜欢你 你只要把红薯都给我 我可以喜欢你的 鲨鱼王直截了当地说道 曹琴发现 鲨鱼王对他的好感度 又提升了一些 明明他还没有给出红薯 这鲨鱼王 居然对他的好感度 提升到了50%了 这好感度提升的有些 过于轻松了 他一开始 以为鲨鱼最难攻略呢 毕竟鲨鱼这种动物 是食物链的顶尖存在 没想到 比任何一种动物 都要好攻略 他果断将一袋红薯 从空间卡里面拿出 然后对着鲨鱼王说道 直接倒进水里 对 到水里就行 鲨鱼王真看到了 曹琴拿出了一袋东西 赶紧催促起来 曹琴手脚麻溜地 将一袋红薯 倒进了水里面 然后 看着鲨鱼王将一大袋红薯 吃进了肚子里面 整个过程 也就三秒左右 吃完就行了 鲨鱼王也是 第一次吃红薯这种东西 曹琴说道 等一段时间呗 我会在这里陪你 他说完又看到了 鲨鱼王对他的好感度 提升了一些 他这吞噬变形能力 可以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但一天只能用一次 所以他可以在这里 装作试变艺人 安静守在这里 过了一个小时 鲨鱼王突然喊了起来 来了 听着这激动的声音 曹琴表情怪异 碰 一团大气泡从水底里面涌起 曹琴赶紧捏着鼻子 可不想闻屁 肉食动物的屁 几乎都是臭的 特别是杂食动物的屁 还有红薯吗 我想要更多 鲨鱼王浮上水面 开心问道 曹琴道 我可以帮你去找 但我不确定 能不能找到 而且 我要费不少的代价 他可不会告诉这 鲨鱼王手头上 还有四代存着 想要更快刷够好感度 只能用一点心机 鲨鱼王听完他的话后 道 你只要能帮我找来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的 曹琴点头 道 那我离开一下 他也没有离开 只是离开了鲨鱼王的视野范围 然后 安静等待 一个小时后 他假装疲惫地回到了这里 然后将一袋红薯 倾倒在了水面上 好嘞 又给你找来了一袋 鲨鱼王兴高采烈地 吃完一袋红薯 也不忘感激曹琴一声 曹琴这时提议道 看你挺开心的 那就不白费我这么努力 帮你找了 对了 你还想要吗 我可以再去找找 鲨鱼王激动地看着曹琴 连忙表示自己还想要 就这样 四个小时后 曹琴终于将最后一袋红薯用完 而现在 鲨鱼王对他的好感度 已经到了85% 这是他没有想到的 还超过了80% 太好攻略了 现在 栽变前的准备 算是完成了 整个动物园内 他可以攻略的对象 都已经攻略完成 最强大的猛兽也已经沉浮于他 最后一点时间 他可以继续利用起来 统治好其他动物 当然也可以不用了 有狮子等猛兽的沉浮 到时候 想让其他变异受沉浮 都不用他忙活 让狮子它们 去统治都行了 抽奖 这算是栽变前 最后一次抽奖了 曹琴照出抽奖轮盘 赵丽先祈祷一番 然后 轻车熟路抽奖 他觉得自己想要的技能 都有了 但还是希望能再抽一样技能 只是最后一次抽奖抽到的 却是特殊物品 不是空间卡 也不是复刻卡 而是 一张结界卡 结界卡 使用之后 可以固定对一个地方诞生结界 只要投入足够的能量 就能让结界持续 结界强度和总体能量强弱有关 最高可以拥有 抵御百万炸弹的强度 看完整个结界卡的详细描述 曹琴愣在了原地 这意思是 只要他寻找到足够的能量 就能让整个动物园 产生一个强力的结界 将整个动物园保护起来 曹琴瞪大了一双眼眸 那他在灾变到来的时候 第一时间将动物园 保护在结界里面 外面的人进来不了 不就可以 让动物们 安稳低度过灾变期吗 这比他做任何事情 去拖延时间 要来得实在 只是 这能量究竟是什么 一番研究下来 他大致知道了 这能量储备可以是什么 一是石油 二是电能 三是煤炭 电能可以不用考虑了 现在整个动物园都没有了电 而且 他不知道怎么储存电 进入这结界卡里面 石油和煤炭 他这段时间 得去找石油和煤炭 这二者存进 这结界卡的办法也简单 结界卡里面 像是一个空间卡一样 投入足够的石油和煤炭就行了 这两种东西只能去外面找 或者曹琴想到了一种可能 自己去找也难收集起来 毕竟石油这玩意 只能买 破坏引起的麻烦太大 但要是 他成为了这个组织里的某个高层 是不是可以一句话 让这个组织购买大量的石油送来这里 曹琴想到这里 决定好好谋划谋划 现在离灾变道来 还有十天不到的时间了 想到了旧药 直接开赶 他看向了鲨鱼王 随便说了几句 提醒鲨鱼王 这动物园不久后 可能要变天 就离开了 他还是以这具身体的形态离开 往动物园外走去 出了动物园 才变回老虎形态 然后通过隐蔽技能 往穿山甲驱走去 只是回去的途中 他发现 狮子园里正在上演着一出大事 不禁脚步停了下来 他看到了一个诸如老头 举手投足间 使得虚空中诞生了金色的牢笼 将一头又一头狮子囚困了起来 所有狮子 在巨大的金色牢笼里面 没有了自由 狮王也一样 这诸如老头 囚困住了所有狮子后 接着带着人去到了狼园里面 如法炮制起来 之后继续去其他动物园区里面 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这么快 就开始囚困住所有动物吗 曹擎皱起眉头 现在离灾变道来 还有十天左右 他以为灾变道来 前两三天 这个组织 这种能力使用有限制 困住所有动物 就要几天时间吧 这么说来 这人刚好囚困住 所有动物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 最虚弱的时候 曹擎想到了这里 眼睛眯了起来 这人的身份 显然不简单 于是 他决定 好好施展这隐蔽技能 跟踪这人一段时间 只是 他施展这隐蔽技能 跟进的时候 突然就发现 这诸如老头 停了下来 一双阴郁的眼睛 死死盯着他这边 然后 像是发现了什么 猛地挥手往下一拍 下一刻 曹擎头顶上 出现了一个 金色的大手印 猛地朝着他拍下 卧槽 曹擎大惊 这是发现了他 金色大手印 轰然砸下 里面蕴含有 强大的能量波动 砸在地面后 地面都震动了起来 一个手印坑出现 尘埃弥漫 只是当一切都消停之后 刘坤并没有看到任何东西 难道 我感觉错了 刘坤皱起了眉头 他并没有闻到任何气体 也没有看到任何东西 而他拥有了现在的能力后 向来都会在四周空气中 散布着细微的能量 刚才明显感觉到 身后那个地方有什么东西 扰动了那股能量 像是一个隐藏在虚空中的活体 他这攻击很突然 应该没有什么活体能够逃脱得了 现在没有攻击到任何东西 说明是他感觉错了 应该是过于紧张了 最近这动物园确实诡异 离灾变气越近 我要越小心为上 刘坤继续往住所方向走去 这几天时间里 他要将动物园 所有动物囚禁起来 今天已经累了 需要休息一天才能继续 不出意外的话 三天之内 应该可以完全将所有动物 囚禁在金色牢笼里面 之后一直持续着牢笼的能量 等到这些动物度过灾变 他的就能结束了 刘坤离开了原地 刘坤走后 曹琴才从陷入了土地里面的 空间卡里面闪出 该死的 这都能发现 在刘坤发动攻击的时候 他就快速想了一下应对办法 可以用虚空盾技能来抵挡 可是那样的话 他就暴露了 只能今天之内 和刘坤大战一场 将刘坤斩杀 不然刘坤知道 他在这动物园里面 只会加剧危险 而在这里正面一战 他拥有这么多技能 还真不一定打不过刘坤 只是打得过刘坤 也需要短时间内 将刘坤杀死才行 时间拖久了 附近的变异人 会过来帮忙 种种原因在他脑海里一闪而过 他就确定自己不能暴露 还好他灵机一闪 想到了空间卡 第一时间躲进了空间卡里面 而刘坤这攻击 打在空间卡上 也并没有将空间卡打坏 只是将空间卡 打入了地底里面而已 将空间卡收了回来 确定没有损坏 曹芹看向了刘坤离开的方向 不能继续跟着这家伙了 这家伙不简单 想杀他靠偷袭怕事比较难了 想了想 他只能从长计议 现在离灾变还有一点时间 回去好好想想 真要斩杀刘坤的时候 最好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短时间内 没人给刘坤增援 然后他带上虎妞他们 来个一击必杀 曹芹回到了川山甲区地洞里面 现在所有老虎安静不已 虎妞见曹芹回来 第一时间走了过来 你看 我是不是又变得不一样了 虎妞在曹芹面前转了一圈 将自己变得更加结实的身躯 展示给曹芹 曹芹看着虎妞那完美的身躯 有种老公外出工作回来 身材完美的老婆 展示刚买的新衣服的感觉 这让他嘴角带着一抹笑容 第一吼道 看起来更加强了一些 就一些吗 我感觉 我现在强得可怕 别看我身体变化 不算特别大 其实我里面的力量 已经很吓人很吓人了 虎妞嘿嘿一笑 这段时间他都没有尝试过战斗 主要是在这里面施展不来 巧了 过不了多久 我们需要去杀一个人 到时候我会带上你们 你可以好好发挥一下实力 让我看看你有多强 曹芹笑着来了一句 虎妞顿十眼眸闪过了一道亮光 冷冽低吼道 那这人死定了 什么时候去 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九天左右吧 我得计划计划 曹芹不仅仅要杀了刘坤 还要在成为刘坤的那段时间里 想办法得到他想要的石油和煤炭 想要让动物们完美度过灾变期 他抽到的结界卡 绝对是他当前能使用的最好的手段 曹芹这时又看向了前虎王那边 当看到前虎王又有了一些变化 不禁走到了前虎王面前 仔细观察了一下 又有变化了 你感觉自己怎么样 曹芹嘀吼问询一声 他发现前虎王身形大了一圈不止 这变化比他和虎妞都要大 明明前虎王吃下的变异紫金 还没有他和虎妞的大 或许前虎王身上拥有什么 提前变异的基因之类的 现在就已经疯狂变异了 而他和虎妞 可能要紫光降临地球 栽变弃的时候 才能完全变异 前虎王很开心的样子 咧着嘴嘀吼 我觉得自己前所未有的强大 很想找一个强大的人类大战 一场试试手 曹芹点头 不久后我带你出去战一场 真的 前虎王兴奋了起来 到时候你可别让我失望 曹芹嘀吼道 那必须的 前虎王昂首挺胸嘀吼道 曹芹之后找到了花豹 花豹这些天都没有任何存在感一样 缩在地洞的一个角落 趴在地上休息 看到曹芹 花豹嘀吼了一声 最近很忙 曹芹听着这话 听到了这话的另一层意思 最近怎么不来找我 是有点忙 你站起来让我看看 曹芹觉得 花豹应该也有变化 花豹站了起来 精美流线型的身形 很是好看 你有段时间 没有单独和我在一起了 花豹盯着曹芹 眼神有些许忧怨 曹芹嘴角抽了抽 没有接这个话题 而是低吼道 你应该也变强了挺多吧 速度快了不少吧 这里根本没有地方 给我全力跑一圈 我不知道 花豹见曹芹不接自己的话茬 只能再给曹芹个无语的眼神 过几天 我会去攻击一个人类强者 到时候带你一起去 你就躲在附近 要是有出手的机会 看准时机 快速跑过去咬它 曹芹就没见过 花豹出手 这小娘们谨慎得很 每次战斗 都躲在后面看着战局 花豹听后 也就点了点头 一句话没说 直到曹芹要走了的时候 才叫停了曹芹 你就没办法和我单独相处一会吗 这话 让曹芹苦笑起来 这么迫不及待的吗 曹芹只能将花豹收入空间卡里面 等有机会的时候 放花豹出来 再和花豹单独相处一下 第二天 现在离灾变到来 还剩最后八天时间 刘坤一早就继续在动物园里面忙活 曹芹一早就在远处观察着刘坤 他不能再靠近观察 只能远远地用全系扫描 既能观察刘坤 争取从刘坤身上发现弱点 以求一击必杀 观察了一天 他一无所获 刘坤每天求困其他动物的时候 并不会竭尽全力到历劫 会有保留 然后及时回去休息 照刘坤这速度 将所有动物求困起来 只需再用两到三天 也就是灾变到来前五天 就能完成求困所有动物的任务 吃了这家伙 得心脏后 我只有一天的时间可以变成他 最好的动手时间 是灾变到来前第二天 曹琴计划好时间后 继续每天偷偷地观察刘坤 寻找刘坤的弱点 就连刘坤回到了居所里面 他也在远处 偷偷施展着全系扫描技能 查看刘坤的日常生活 然而 他依旧没有找到 斩杀刘坤的最好机会和手段 直到灾变到来前四天的时候 他找到了办法 昨天开始 刘坤就已经将整个动物园的动物 利用金色囚笼 囚困了起来 大盗狮子和鲨鱼 小到一只小鼹 都囚困得死死的 现在只是离灾变到来 还有最后四天 这样提前准备好 可谓是万无一失了 曹琴也有偷偷攻击过 这种金色牢笼 发现坚固得很 以他现在的实力 居然需要用虚空盾 尝试撞击好多次 才能稍微有所撼动 这就是完全变异的 人类强者的强大之处 而他之所以 找到了斩杀刘坤的机会 是今天外出的时候 看到了让他意外的一幕 他路过鳄鱼区 看到了囚困着鳄鱼王的金色牢笼 居然没了 鳄鱼王脱离了 金色牢笼的束缚 这变化第一时间 被传到了刘坤那里 刘坤也第一时间 赶到了鳄鱼区里面 曹琴则是在远处 施展着全息扫描技能 去观察鳄鱼区里面的情况 原来 鳄鱼王这段时间 一有空就用身子去撞击 那金色牢笼 虽然每次撞击 他都会痛苦一段时间 但这种感觉 让他很上头 所以一有空 他就用身子去撞 没想到撞了几天 直接将金色牢笼 削弱到了一撞就破的程度 刘坤接到手下的消息后 赶到了鳄鱼区里面 皱眉看着破损的金色牢笼 他只能补了一个 具体发生了什么 刘坤盯着助手 在这里的变异人手下 沉申问道 这变异人连忙 将自己来到这里 看到的具体情况说明 得知这条鳄鱼 每天都会撞击 这金色牢笼 和其他鳄鱼不一样后 他知道 发生了什么了 没有蚂蚁 而且需要大量的蚂蚁刘坤 嘀咕了一声 声音特别小 像是蚊子鸣叫一般 曹琴一直施展着 全息扫描技能 即使刘坤说话再小声 在他的全息扫描技能的覆盖下 这声音都被他听得清清楚楚 所以 他第一时间 就接收到了这一重大信息 蚂蚁吗 他尝试用虚空盾去 撞击这些金色牢笼的时候 就想过了一个计划 那就是在灾变即将到来前 大量破坏这种金色牢笼 然后让刘坤紧急补全金色牢笼 让刘坤劳累虚弱起来 这样 他带领老虎去斩杀刘坤的概率 会更大一些 只是他找不到 轻易破坏这些金色牢笼的方法 而现在 找到方法了 蚂蚁 动物园这里的蚂蚁类动物 也是不少的 他上次就见到了活蚁展示区 不过 活蚁太稀少了 根本不可能用来破坏一整个动物园的金色牢笼 而整个动物园 最多数量的蚂蚁 还是黑蚂蚁 他要想办法去征服黑蚂蚁 黑蚂蚁一般都听以后的话 曹琴开始在整个动物园里面溜达 全息扫描技能一直展示着 寻找着蚂蚁窝 走完整个动物园 他发现一共有200窝蚂蚁 他要征服200个以后 才能完全控制这些蚂蚁 他来到了一窝蚂蚁窝前 全息扫描技能施展开来 找到了这一窝蚂蚁中的以后 以后个体特殊 底功义大 腹部较大 明显 而且无斥 他的活动性较低 停留在蚁窝深处 正繁殖和管理着蚁群 曹琴这个身形肯定进去不了 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征服以后 最终 他能想到的 就是线上好东西 他空间卡里面 还有驻守鲨鱼区那边的变异人的尸体 果断将一块肉送到了这个蚂蚁窝前 这一块肉的出现 第一时间被禁出的蚂蚁发现 曹琴这时候也显露了身形 对着出现的蚂蚁 吼出了一声 他不清楚这些蚂蚁能不能听懂他的话 不过让他意外的是 过了一会 一群蚂蚁居然将蚁后抬了出来 以后出现那一刻 曹琴愣了一下 旋即展露出了喜悦之色 好家伙 没想到这以后居然是他的攻略对象 那就好办了 这以后肯定是能够听懂他说的话的 以后好感度 百分之三十弱点 贪吃看到这以后的弱点 曹琴知道怎么攻略了 给以后好东西吃就行了 这是什么肉 给我们的 以后盯着曹琴一顿看后 发出了细微的声音 要不是曹琴开着全息扫描技能 真听不清楚以后这声音 曹琴低吼道 没错 我需要和你们蚂蚁合作 这是我送给你们的第一份礼物 吃下这种肉 你们可以得到快速的提升 以后听着这话 下令给一些蚂蚁 然后这些蚂蚁将一小块肉带到了以后面前 以后尝试吃了一点 顿时身子颤了颤 好肉 怎么合作 需要我们做什么 你一只老虎 这么强大 居然还需要我们帮忙 以后看着曹琴的时候 是觉得有些敬畏的 这可是动物园的王 曹琴将自己的目标说出 我会助你征服其他蚂蚁窝 这是你帮我的第二份报酬 曹琴目标是统治所有蚂蚁 让所有蚂蚁一起帮他干活 而等他攻略完这个以后 在这以后的帮助下 他征服其他蚂蚁窝就简单多了 相信蚂蚁之间是能够交流的 曹琴这话一过 以后沉默了起来 这个动物园很大 存在的蚂蚁数不胜数 他们这一群蚂蚁 只占据了一小片区域的地盘 要是在曹琴这头老虎的帮助下 肯定能统治其他蚂蚁的 心动了 不过 他要争取更多东西 可以合作 但我们听你的话 去做其他事情的话 就不能继续觅食 对于我们羽群来说 每天都需要很多食物 以后刚说完 下一刻曹琴 直接将空间卡里面 多余的粮食投放了出来 顿时 一座小山一样的食物 出现在这一片区域 以后本来就不大 大概手指该大小 所以这一堆食物的出现 惊到了他 足够没有 曹琴低吼问道 而这时 他看到以后 对他的好感度 疯狂飙升 嘿 还挺好攻略 直接攻略成功了 是的 眨眼间 他就看到以后 对他的好感度 飙升到了80%了 也意味着 他又能抽一次奖 这还真是意外收获 够了 完全够了 以后很激动 这一堆食物 足够他们一窝蚂蚁 吃上好多年了 从未这么风雨过呀 好 我们开始行动吧 去下一个蚂蚁窝 曹琴不想浪费时间 现在要争分夺秒了 你知道其他蚂蚁窝 具体位置吗 我派蚂蚁 去找的话不等以后说完 曹琴直接低吼道 我知道具体位置 你跟着我就行 上来我的身上 曹琴直接带上以后 往一个方向跑去 就这样 一天下来 整个动物园的蚂蚁 都已经被他征服 他还让自己的攻略对象以后 成了蚂蚁们 发号施令的总司令以后 并且 让所有蚂蚁 在一处地底挖洞 将所有蚂蚁聚集起来 恐怖的蚂蚁军团 宣布集结完成 蚂蚁军团集结成功 剩下的就是 尝试破坏 求困着动物们的金色牢笼 金色牢笼 分布在整个动物园里面 曹琴先找了一个 不大不小的尝试 看看蚂蚁 是否真的可以对这牢笼 具有破坏作用 实在不行 他也就没办法了 不过 征服了这么多蚂蚁 对于灾变后来说 还是挺大作用的 至少这些蚂蚁灾变后 也会变得很强 而且 蚂蚁都没有被囚禁住 还拥有强大的隐藏的能力 做很多事情 都不容易被发现 天色见黑 曹琴选择了一处幽静的地方 这里正是岩鼠区 他带上一批蚂蚁 来到了岩鼠区里面 然后 让这些蚂蚁 自己爬满一个小小的金色牢笼 这一批蚂蚁 一共有一万只 蚂蚁细小 难以查看 又加上天黑 选择靠近岩鼠区 边角处的金色牢笼 驻守在这里的变异人 很难发现 巧的是 这金色牢笼 刚好将岩鼠王困在了里面 曹琴轻轻嘀吼了一声 让里面的岩鼠王 别发出任何声响后 就让蚂蚁们行动 蚂蚁们爬满了金色牢笼 很是奇怪的一幕发生 这金色牢笼 在蚂蚁爬上去后 居然开始冒出 屡屡弱小的黑烟 还真可以 他悬着的心开始活跃起来 真可以的话 那斩杀刘坤一事 有盼头了 一群蚂蚁 爬满了这个不大的金色牢笼 随着时间的过去 一分钟不到 整个金色牢笼 已经消失不见 蚂蚁们也掉在了地上 整个金色牢笼 像是蒸发了一样 消失在原地 曹琴仔细施展着 全息扫描技能研究了一遍 大概知道了其中原理 应该是和这些蚂蚁吐出的酸液有关 这些酸液会使得这金色牢笼 腐朽消失 他果断继续尝试 以后现在就在他的头上 在他一声亲吼下 以后继续指挥起这些蚂蚁 爬上且布满另一个金色的牢笼后 直接尽力去吐口水 这次 只是过去了十多秒钟 这金色牢笼 直接消散在空气之中 果然如此 曹琴咧起了嘴角 之后破坏这些金色牢笼 就简单多了 曹琴仔细算了一下 他这次统治了200窝蚂蚁窝 每一个蚂蚁窝 几乎都拥有一万只蚂蚁 现在他可以用的蚂蚁 接近两百万只 这数量 足够他一晚上 让分布满动物园的金色牢笼 统统消失 不过他想了想 不能让所有金色牢笼消失掉 足够让刘坤忙活一段时间 疲惫不堪就行了 园区的两三头动物得到自由 不被囚禁 就应该可以了 今晚动手吗 过了今晚 离灾变气到来 还有最后三天的时间 他觉得可以尝试了 明天晚上斩杀刘坤 然后利用刘坤的身份 进行一系列操作 等他变形能力结束 不能再伪装刘坤 离灾变也就还剩 最后一两天的时间 灾变前 这里的化石人突然消失 绝对能让这个组织乱一下手脚 曹琴做好决定后 果断行事 他带上以后 回到蚂蚁集结的地方 将所有数量的蚂蚁 都收入了空间卡里面 开始去瓦解金色牢笼 他前去各个动物园区里面 先是去狮子园里 让蚂蚁们离住手 在这里的变异人比较远的地方 选择两个金色牢笼 结束之后 他也不管这两头狮子 会不会乱走 直接前去下一个地方 为了节省时间 他更是放下蚂蚁 就离开 让这些蚂蚁结束任务之后 找一个地方躲着 等他回来 再将它们带回去 一群蚂蚁 有组织地躲在一个角落里面 很难被发现 哪怕被发现了 曹琴也可以放弃 这一群蚂蚁 毕竟 他有两百万只蚂蚁 放弃一些蚂蚁 也不会很可惜 他速度飞快 很快跑完了整个动物园 同一时间 刘坤原本在睡梦中 突然接到了手下的电话 而且这个电话 还一直响个不停 原因是 他布下的金色牢笼 居然少了两三个 不是一个地方 少了两三个 几乎每个园区里面 都差不多少了两三个 接到手下禀报的消息 刘坤皱紧眉头 前去最近的园区里面 当他一番查探 发现 确实少了两三个金色牢笼 被困住的动物已经脱困 他连忙补上金色牢笼 只是当他去到下一个地方 还是发现 少了两三个金色牢笼 每一个园区里面 都是这样 咋回事 一两个地方还好 补上就是了 现在每一个动物园区里面 都这样 那他至少要花好长一段时间 去弥补回来 现在还离那个时间点 越来越近了 发生了这档子时 他需要更努力去工作 才能补全完毕 该死的 是我的能力出了问题吗 刘坤第一时间 怀疑过是不是 刻他这能力的生物的杰作 只是每一个地方 都这样的话 一蚂蚁导致这个问题的概率 就接近于零了 大概率不是蚂蚁干的 而且蚂蚁 怎么可能会这么有组织地 干这种事情 只能是他的能力 出了问题 这么一个可能了 他赶紧让手下统计一下 看看 一共缺了多少个牢笼 答案让他嘴角抽动了起来 这数量的牢笼 他从早上忙到晚上 才能补上 而且中途 还有可能有其他牢笼消失 也没办法了 这种能力 只有我有 只能用出全力了 刘坤打算今晚不睡了 于是 不眠夜开始 当他忙到了早上 以为就这样结束的时候 让他头皮发麻的事情 又出现了 手下们又集体打电话过来 说他离开之后不久 每一个园区里面 又莫名地少了一个金色牢笼 他们明明仔细巡逻了 可还是没发现怎么消失的 要是园区里面有监控 他们还能找到问题所在 可现在没监控了 刘坤脸都黑了 他也只能继续去补充金色牢笼 不然少几只动物 没被控制好 可能会在关键时候出大问题 就这样 他继续忙碌了起来 只是这个问题一直反反复复出现 从早上忙到了晚上 夜幕降临 刘坤疲惫地摊在了 居所的沙发上 终于 他再也没有等到电话过来 终于是忙完了 他妈的 今天真是邪门了 他埋怨了起来 只是埋怨的声音 才持续了一回 突然 他神情猛地 严肃了起来 一股肃杀之气 从窗外吹来 谁 刘坤感觉到外面 好像有人在偷看 第一时间身形移动 整个人在金色光影的推动下 眨眼出现在了门外 有人偷看他 那这人 又会是什么身份 他出现在门外后 快速往一个方向看去 那个方向有一道神秘身影 一闪而逝 速度神速地往远处而去 哼 想逃 刘坤不管这人是谁 一定有其他所图 可能对他们的计划 有什么阴谋 必须抓拿下来 他双脚升起了金色影块 带动着 他往天空飞了起来 往那个方向追去 他也不忘拿出手机 第一时间 让附近的手下赶过来 然而 这道影子 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他全力追赶 还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突然 这影子停了下来 而现在 他虽然还在空中 但已经发现 这里是动物园 比较偏的一处地方 不对 这是引我过来这边 刘坤很快反应了过来 只是刚想到这里 他就不屑地冷哼了一下 引他过来又如何 拥有如今这等实力的他 来上几十个正常的变异人 都打不过他 哪怕他今天已经很累 而且 他的手下们会第一时间赶来这里 可能不用三分钟就能赶到 念头一过 刘坤直接下降到地面 目光看向了突然停下来的影子 他倒是要看看是谁 他这时候 也算是谨慎 落地之后 就用出能力 一时间出现 一团金色的光影 将他包裹了起来 形成了一道强大的防护盾 他定睛一看 发现那道停下的身影 居然不是人 而是 一只豹子 这豹子停了下来 一双散发着幽绿色光芒的眼睛症 死死盯着他 明明我们在动物园这里盘查过 怎么还有动物逃离在外 刘坤皱紧眉头 他盯着这头豹子 发现这豹子和寻常的豹子不一样 好像有了一些变异 不过并没有完全变异 只有这么一头吗 突然 刘坤发现身后传来了一道奇怪的声音 一道紫色的光柱突然射来 不好 刘坤看到紫色光线的时候 就已经意识到 事情不简单了 这绝对是变异 之后才能拥有的能力 他连忙加固防御 金色的光影盾牌 瞬间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紫色的光柱 轰在了这金色光影盾牌上 发出了强烈的撞击声 刘坤单手撑着 他的盾牌 能够完全挡下这道攻击 只是这紫色光柱的 攻击时间有些长 几秒过后 居然还没有停下 不过 等他接下这道攻击 就能反击 定睛网发出 这道攻击的目标看去 当看到那是一头 长着脚的老虎后 他冷了一下 这老虎已经变异 豹子和老虎 这明显有组织 这是怎么一回事 就在刘坤惊讶不已时 一道声音在他身后响起 同时他发现 脑海里面出现了一股 强烈的痛意 这 刘坤眼眸瞪大 这股痛意对他来说 并不是特别强大 还不能让他失去意识 但这攻击 明显让他的实力 有些受制了 光盾的阻挡弱了一分 他瞬间明白 这是什么情况 那条鳄鱼也在 他发现了身后 还有攻击袭来 一个蓝色的光影盾 朝着他撞来 该死 又是两头老虎 而且这光盾 怎么感觉这么诡异 顶着两个蓝色 光盾撞来的 正是两头 长得一模一样的老虎 这边 还有攻击没停 这边又撞来两头老虎 刘坤顿时间 焦头烂额了起来 怎么出现了 这么多变异的动物 该死的 撞击了 他现在很后悔 自大地追了过来 他现在能做的 只有接招 因为整个过程 他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这些攻击 连接得太过紧密 他能做的就是拖住 等手下们赶来 只需要拖上几分钟就够了 然而 他刚想到这里 那两头老虎 已经狠狠撞击了过来 哪怕刘坤知道这两道 撞击可能不简单 提前用出了 全部实力去阻挡 当撞击到来的时候 他依旧吓了一大跳 轰轰 强烈撞击下 一股恐怖的爆炸 进到出现 他直接被炸飞了起来 那两头 长得一模一样的老虎 也是一样 直接倒飞 刘坤口里 忍不住喷出了一口鲜血 在空中努力 用能力稳住身形 只是 就在这时 那股痛意 再次席卷他的脑海 简直无缝连接 而同一时间 一个恐怖的身形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 出现在了他的头顶 一只身上 微微闪着红光的老虎 狠狠朝着他扑来 这只老虎 比其他老虎好看太多 体型并不是特别大 但那一双眼眸 充满了恐怖的力量 糟了 刘坤发自内 心感觉到恐惧 这老虎并没有使出 特殊的能力 但是 他感觉到 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他一咬牙 爆发出最后的潜力 只是忙活了一天 他平日里 能爆发出的杀招 现在用不了了 只能被动地 用出最强的防御招数 一道道金色的虚影 从虚空中闪出 眨眼间将他裹住 将他保护成了一只残碱一般 虎妞看到这一幕 也是不管不顾 高高跃起的他 猛地挥动力量 最强的右臂 力爪往下一切轰 金色残碱 砸向地面 一道缺口出现 这一击的威力 有多强 已经不言而喻 以为自己 最强的防御 可以挡下这攻击的刘坤 嘴里喷涌出了鲜血 恶然发现肚子里出现了一道 巨大的缺口 这一爪的威力 差点要了他的命 该死 真该死啊 究竟怎么回事啊 刘坤连忙收起残碱防御 现在不敢再在此处逗留了 趁着有一丝 喘息的空间 第一时间 升起金色的光影板块 想要升空逃离 然而这时 那一道紫色的光柱 又猛地射了过来 他面如死灰 被迫继续防御 两道蓝色光盾撞击 又接踵而来 这些攻击 配合得很是完美 最后 他又看到了那一只 如同天神一般愿来的老虎 不 虎妞再次挥动出 最强的攻击 这一招 直接拍飞了刘坤的脑袋 啪 刘坤的尸体 从天空中砸下 一双眼睛瞪得滚圆 到死的时候 他都没想明白 究竟发生了什么 曹琴训练有素 快速收拾起战场 他一边施展着 全息扫描技能 查看附近 及时过来的人 一边施展起 吞噬变形技能 短短三秒不到 他变成了刘坤的模样 快过来 曹琴把虎妞 他们叫到身边 匆匆将他们 收入空间卡里面 等一切做完 两道身影已经逼近 而这里 已经安静下来 斩杀任务 成功 曹琴已经变成了 刘坤的模样 站在原地 出现的两个人 都是中年 一身的气息 都不简单 像是深周 拥有奇特的能量 在环绕 第一个来人身上 像是有一团火焰一样 气浪滚滚 第二个人是一个美女 带动着一阵风 黑色长发 在疯狂舞动 刘老 这里怎么了 两人不约而同地 查看了一眼四周 发现这里 应该刚战斗结束不久 战斗痕迹 不算太大 应该是碾压的对局 很快结束了战斗 他们都盯着曹琴 心中生起了敬仰之意 刘坤有多强 他们一开始 只是停留在组织的描述中 现在算是见证 到了刘坤的强大了 有几个蒙面人出现 很奇怪 我打伤了两个 现在都走了 你们带队往那个方向 追查一下 曹琴说话的声音 也是刘坤的声音 随意指着一个 远离川山甲区的方向 这两人点头间 越来越多变一人 赶来了这里 然后 在这两人的带领下 往那个方向 追了过去 曹琴深吸了一口气 看来 自己伪装的还挺像 只是只有一天的时间 得赶紧想办法 弄来大量石油 和煤炭了 曹琴往刘坤的居所走去 途中拿出了 刘坤尸体上的东西 一台手机 和一些贵重物品 曹琴打开刘坤的钱包 看到几张卡 表情变了一下 他想要大量的石油 可以问这个组织药 可问组织药石油 会引来怀疑 除此之外 他还可以尝试 用刘坤的钱去买 就是不知道 这刘坤的钱多不多 曹琴不知道 刘坤的银行卡密码 更不知道 刘坤的手机密码 一时间犯难起来了 有这卡 也用不了啊 先想办法 破解手机密码 曹琴回到了 刘坤的居所里面 这里以前 是园长住的 独栋小别墅 四周安静下来 曹琴坐在沙发上 倒固着刘坤的手机 尝试了几次密码 还是没有成功 打开刘坤的手机 这刘坤有没有家人 有家人的话 或许知道他的密码 他现在最在乎的是 刘坤的银行卡密码 这个组织这么有钱 而刘坤在这个组织 似乎地位不低 存款应该不低 存款多 全用来购买石油 有可能 直接把解解卡的能量 充盈满 他也尝试在刘坤 住着的地方找线索 最终依旧毫无所获 就在这时 刘坤的手机响动了起来 光头 曹琴看着这被主 眼眸眯了起来 脑海里已经想到了 一个人的形象 应该就是那个 拥有飞天能力的光头男子 那人 会不会是这个组织的首领 深吸了一口气 曹琴接通了电话 主要是不接 会招来怀疑 喂 曹琴试探性说了一声 刘老 那边又发生了什么 听着这一声称呼 曹琴眉头挑起 这光头男子 要是这个组织的首领 肯定不会这样称呼他 难道首领另有其人 来了几个蒙面人 我打跑了 看来 我们往后 要更加重视 对外的巡逻了 动物园里的动物 已经被我控制 不会出问题 曹琴将自己 想好的谎言说出 顺便尝试 将这个组织的注意力 从动物身上 引到其他方向 首领说过 可能不止 我们一个人类组织 其他城市 还隐藏有人类的组织 看来这说法 是真的了 这是 我禀报给首领 你有什么线索记得 第一时间告诉我 或者有其他需求 打给我 听着这话 曹琴皱起了眉头 这句话 有太多的信息量 他只是胡周出了 蒙面人的信息 没想到 还真有另一个人类组织 而这还只是 龙国的情况 其他国家 会不会也有 各种组织形成 这么看来 灾变后的变异兽 可就难搞了 人类都已经 提前变异了 变异兽还没起步 这次灾变后的蓝星 就不再是 变异兽的天下了 最近兄弟们都挺累的 需求也没什么 多给兄弟们 打点钱吧 曹琴想了想 还是提出了 自己的需求 在他想来 应该是找不到 刘坤的密码了 现在刘坤已经死了 他怎么想 都不可能想到 刘坤的密码 所以他只能 走另一条路 你倒是替他们着想 但灾变将到 钱再多也没用 顶多用来购置 一些重要物资 曹琴听到这话 直接道 重要物资 在混乱世界 有很大的作用 特别是药物 和稀有资源 提前准备一些 自然是好的 行 我会多给他们 发点钱 听到这话 曹琴心里松了一口气 他拿到刘坤的 钱的概率太低 现在 想要快速 获得钱的途径 持有借 以刘坤的身份 去找手下借钱 让手下 直接给银行卡和密码 这就省去他 找刘坤密码的时间了 毕竟他只有一天的时间 电话挂了 曹琴安静 等着手下回来禀报 等了半个小时 先前那两个人 来到了他的面前 正是那中年男女 曹琴连这两人 叫什么都不知道 但不妨碍 他管两人要钱 现在离灾变到来 还剩几天时间 我这里急需一笔钱 你们能不能借我一点 明后天就还你们 等灾变到来后 我会记住 你们这个人情 多替你们争取 多点提升资源 曹琴盯着这一男一女 像是长辈 看着自己的小辈一样 语气温和 不急不躁 两人听到这话 对视了一眼 对他们来说 现在金钱 没有多大的作用 自从加入了这个组织 知道世界要大变后 他们就替家里人 着手准备好了避难所 和一些物资 现在手头上剩下的钱 也没多大作用了 刘老宁想要 直接说就行 我手头上这五百万 也没多大用处了 给您就是 中年男子笑了起来 说着拿出钱包 将一张卡公镜 递给曹琴 刘坤有多强 他们都是有目共睹的 这种实力 在灾变之后 绝对能够成为 一方巨博 而且还是组织 里面的元老级人物 能够得到如此人物的看好 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 那中年女人 也不甘落后 快速将一张银行卡 拿了出来 刀 刘老 我这里的钱也不多 只有三百万了 您也不用还 就当是我孝敬您的 曹琴眼眸 闪过了一道光芒 老实说 他就没见过这么多钱 我是比较急着用钱 需要挺多的 你们看看 有没有什么途径 帮我筹集更多一点 灾变之后 有什么好处 我自然是第一时间 想到你们的 曹琴不想自己忙活了 看着眼前这两人 这两人这么积极 那就再让他们积极点 听到这话 两人果断点头 拍着胸脯说 尽量多筹钱 曹琴满脸欣慰地 看着两人 目送他们离开 当然离开前 他不忘叮嘱一声 让两人不要到处说 这钱是他借的 不想其他信不过的人知道 他急用钱 八百万 可以买多少吨石油 曹琴笑了 笑够买大量的石油 也得找对门路 曹琴斜着躺在沙发上 手掌抬起 金色的光影 从虚空中出现 在他的控制下 一个又一个神奇的 立体金色物体 组成和变换 这能力可攻可防御 还能带着飞行 算是很厉害的一种能力了 曹琴只是研究了一遍 就大概掌握了 这种能力 很可惜 他只能使用一天 过了半个小时 那中年男女回来了 出去了一趟 两人居然带回了一千万 这是曹琴想不到的 果然有了能力后 赚钱就是简单啊 看着这两个得力手下 曹琴心念一过 觉得自己 好像不用太麻烦 有这两人在 自己是不是 连购买石油渠道的寻找 都可以省去了呢 想了想 他还是盯着两人 道 我需要将这些钱 都用来购买石油 你们能不能帮我想个途径 购买石油 他也是怀着试一试的心态 要是两人没有更好的途径 他也只能自己去 大都市里走一趟了 然而这中年男人听后 先是愣了一下 问寻道 刘老你怎么要买这么多石油 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准备 至于购买渠道 我这里是有的 我有个亲切 就是开加油站的 这一千多万的石油 都能弄来 甚至刘老 你需要更多石油的话 我也可以让他想办法 多弄来一点 也不是不行 两人都很好奇 曹琴为啥要大量购买石油 虽然石油 是一种消耗资源 用途很广 但在灾变后的世界 貌似用处 只能是用来发电 或者正常的能量供给 比这一些药物等资源 都低级一些 曹琴听到这话 看着这中年的眼神 都变了 卧曹 你这么给力 我打瞌睡 你就给我送枕头来了呀 那巧了 这些钱 你都用来购买石油 别送来这里 在市区里租个厂 放里面就行 要是你能让你亲戚 多给我弄来石油 灾变后 我可以给你们 大量的变异兽 提升资源 以后跟着我混 保管你们在灾变后 也能吃香的喝辣的 曹琴将自己的 画饼技术尽情使出 还不忘拍了拍 这阵年男人的肩膀 姨父 我很看好你的模样 文言 这中年男人神情 激动了起来 快速道 这个好说 我这就给他打电话 跟他说一下 他的呼吸 都急促了起来 现在很多人 对于灾变的了解 只停留在听闻的状态 都对未来十分担忧 哪怕是他们这种 在组织的帮助下 提前变异 拥有了能力的人 也是心里担忧不已 毕竟没有经历过 现在能有一个老大哥 沉默待飞 那肯定要攀上 这根大腿了 他赶紧拿出手机 给自己的表哥打电话 只是几分钟不到 中年男人就回来了 脸上堆满了笑意 道 刘老 我已经和他说好了 今天就能搞定 可以直接给刘老宁 准备两千吨石油 两千吨 曹琴暗自吸了一口气 这得多少 应该是足够 让姐姐卡的能量 充盈满吧 很不错 以后 我就照着你们了 曹琴满意笑道 之后两人离开了 当然离开前 曹琴也不忘 再提醒两人 不要将这里的事情说出去 就等好消息了 曹琴没想到事情 这么简单 还好 有这吞噬变形技能 不然 没这么简单 等这张结界卡 充满了能量 我再试一手这玩意 曹琴手上一闪 出现了一张卡片 正是一张复刻卡 他也没想到 自己攻略了以后 又获得了一次 抽奖机会后 抽到了久违的复刻卡 他已经将变异紫禁用光了 这复刻卡的出现 多多少少 有些浪费了 但是他很快 闪过了一个念头 这复刻卡什么东西 都能复刻 能不能直接 将结界卡复刻多一张 他也不清楚 这个组织 有多少能人 这结界卡 充满能量后 能够抵御百万炸弹爆炸 听起来挺强的 但有没有可能 这个组织 拥有更强的爆破能力 一张不够 那两张一起叠上去 当然他要尝试 也得将结界卡 充满能量再尝试 成功了 也能省去 再寻找石油 这些能量物品的功夫 四下安静了下来 曹琴哪也不去 直接在原地等待 等了半天 天刚黑 那中年男人就来了 说已经准备妥当 石油都已经运送到了 指定的一个工厂里面 哟喝 办事效率这么高的吗 曹琴眼眸 闪过了一道光亮 随后 直接让中年男人指路 他都懒得坐车去了 直接用自己这能力前去 反正只有一天的使用 时间 不用白不用 确定了方向 他也不用手 脚上就出现了 巨大的金色板块 带着他和中年 瞬间跃上了空中 一下子来到了云朵之上 接着他控制着金色板块 往一个方向飞去 中年男人看着这一幕 惊呼出口 刘老 你对这能力的控制 已经这么娴熟了吗 他很震惊 即使是他 对自己的能力控制程度 连30%都没有达到 而他上次见刘坤 也没运用得如此娴熟 曹琴觉得这能力挺好控制的 也没啥特别难的点啊 只是简单熟悉了一下 他就知道怎么用了 甚至他还能来上一些骚操作 用了几分钟 曹琴带着中年男人 平稳降落在了一个 安静的工厂里面 这里有一个肥胖的中年 等候着 曹琴随意和这人 打了一声招呼 随后进入了厂里面 看到了堆满了石油罐的画面 他让两人先在外面等候 确定四周没人 才拿出了结界卡 投入能量的方法很简单 按照空间卡 收入东西一样 收入这些石油罐就行 用了几分钟 他几乎将所有石油罐 收入了结界卡里面 这时他发现 结界卡闪过了一道红色的光芒 像是有一层膜 封印住了结界卡 投入不了东西了 意思是 充能结束了吗 曹琴继续尝试 将最后几罐石油 往结界卡里面投入 发现投入不了 看样子是 已经完全充能完毕了 曹琴笑了笑 将复刻卡拿出 果断尝试复刻结界卡 下一刻 他神情一变 紫色的光芒 笼罩住了 已经充满了能量的结界卡 短短三秒时间不到 复刻卡消耗完毕 而另一张结界卡 出现在了曹琴面前 真的复刻成功了 好家伙 还真的可以 曹琴赶紧拿起 这复刻出来的结界卡观看 两张结界卡一模一样 就连细微之处 都被复刻了出来 并且 投入更多石油也做不到 说明这张结界卡 也已经充赢满了能量 舒服了 这算是 有了双重保障 那基本是 不用怕结界被打破了 曹琴笑了起来 随后收拾好心情 离开了厂房 两个中年还在等着他 和两人随意说了几句话 曹琴就说 要请两人去会所洗脚 并且承诺 这次的好意 他记住了 栽变之后 一定会给两人铺好前程 往后两人 就是他的忠实手下 两人得到这个承诺 纷纷脸上挂满了笑意 随后曹琴突然道 今天心情好 我们三去洗个脚 有什么好地方推荐没有 那肥胖中年听到这话 瞬间满面猥琐笑容 连忙说安排 这身体使用时间不多了 曹琴要制造出 刘坤消失在外的证据 让这个神秘组织 怀疑到其他组织头上 他和两人去到了 一个高级会所里面 特地要自己一个包厢 中间把妹子织走 然后开始使用刘坤的能力 制造出恐怖的战斗声响 整个包间都被他轰得稀烂 看着这一副大战过后的模样 曹琴满意点头 随后施展出隐蔽技能 逃离了会所 往动物园方向走去 曹琴走后不久 那中年男人赶到了这边 当看到眼前的战后场景 他大惊失色 四处寻找了一番 找不到刘坤的身影 他赶紧拨打刘坤的电话 见联系不上 他又赶紧联系组织其他高层 没过多久 整个会所被一群人团团围住 很多人前来勘测 发现这里的战斗持续时间 很是短暂 并且只有刘坤一人的能力施展 光头男子和几个组织高层强者 来到了会所里 看完现场情况后 各自给出了推理 和刘老战斗的人实力很强 可以说是碾压 刘老应该连对方都没有碰到过 就被抓走了 光头男子脸色阴沉 看向了其他几个高层 到 不久前 刘老就说自己遇到了几个蒙面变异人 看来刘老在那时候 就被对方盯上了 哼 中海市是我们蓝童组织的地盘 不管是哪个组织 赶来我们这里捣乱 查清楚后 一定让他们知道 惹到我们的下场 一人冷冷道 我已经禀报首领了 首领说 大概猜到是谁做的了 会和他们干涉 光头男子拿出手机 去到角落说了两分钟 回到的时候 看着几人皱眉说道 曹琴已经悄然回到了动物园里面 并且停下了吞噬变形技能 变回了老虎形状 现在离灾变到来 还有最后三天不到的时间了 刘坤消失后 这个组织应该会派来其他人 监管动物园 曹琴路过其他动物区 看到了那些金色的牢笼 还在 微微点头 这金色牢笼还在的情况下 相信这个组织 并不会继续对这些动物们 进行下一轮的控制 现在 他更是倒过出了刘坤消失一事 这个组织应该会发散一些精力 去追查缘由 曹琴在动物园里溜达了一圈 将散落栽的各处的蚂蚁 收集了起来 放回了蚂蚁集中区里面 他不忘叮嘱以后 这几天安分一点 待在蚂蚁集中区里面 吃他的准备好的粮食就好 灾变到来前 还需要蚂蚁们 快速破坏金色牢笼 不容出错 回到地洞 曹琴将虎妞他们放了出来 怎么样 怎么样 虎妞一副十分开心要邀功的模样 过来蹭了蹭曹琴 他觉得自己自己发挥的还好 一定能够得到曹琴的夸奖 曹琴笑着低吼道 全靠你 才能破开他的防御 现在我已经完成了任务 未来几天可以什么都不做 静待灾变到来了 这休息时间是他拼命努力换来的 他也会利用这几天时间 好好和虎妞他们 讲述一遍灾变后的情况 前虎王这时候也快速靠近 咧着嘴低吼问道 我呢 我那攻击应该是很重要的吧 曹琴瞅了眼前虎王 低吼道 还好吧 继续努力 啊 就这样 前虎王呆滞了一下 曹琴看向了花豹 这小娘们也发挥了不错的作用 时间悄然而过 第二天一早 曹琴离开了地洞 出去溜达 想看看刘昆消失之后 这个组织又要怎么控制动物园 结果让他意外 这个组织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对动物园更加在意 又或者 栽变时间越加临近 他们这次派来了两个高层 顶替刘昆 这两人的气息和刘昆差不多 给曹琴的感觉不比刘昆弱 除此之外 更多变异人被派来了动物园 几乎每一条大道小道 曹琴都能看到 有一批接着一批变异人路过 这种情况 哪怕他将结界升起 也有大量变异人留在结界里面 到时候 动物们还没变异成功 就有可能被这些变异人斩杀殆尽 这么看来 我还需要谋划一件事 在升起结界前 将他们都骗出去 曹琴如此想着 脑子也开始转动了起来 越临近灾变 他越不能放松 否则刚变异就要凉凉 唉 就想安稳地灾变成功 咋就这么难呢 不过事情越难 说明得到的成果也就越大 成功带着所有动物熬过灾变期 他就能拥有美好的未来 到时候 直接统治蓝星 成为万物之上的王 梦想驱使曹琴血脉沸腾 时间悄然而过 曹琴站在川山甲区山洞洞口前 看着宁静的月色 深吸了一口气 谁也没想到 中秋节一过 第二天世界就变了 或许是这场灾变 是选择好了时间到来的吧 至少 在世界大乱前 很多家庭都在前一晚 团聚了虎妞这时走了过来 也看着宁静的月亮 第一吼问道 明天就开始了吗 曹琴点头 混乱 要来了一夜无雨 第二天一早八点 一辆又一辆车 驶入了动物园一处空旷地中 动物园里所有变异人 都集中在了这里 人数达到几千之多 还有最后一个小时 灾变就来了 大家准备好 有任何一头变异兽 脱离牢笼 第一时间击杀 这次光头男子亲自带队 还穿着一身特种作战服 训练有素的模样 只是他话音刚过 下一刻 中海市区内 突然响起了恐怖的爆鸣声 爆炸声传到了动物园这边 嗯 怎么回事 光头男子沉阴片刻 助手在那边的手下 就传来了消息 好 你们终于是出现了 那边传来消息 十几头已经有了 变异迹象的老虎 出现在了大都市里面 正在肆意破坏着一栋建筑 留下一千人 剩下所有人 随我去抓住他们 光头男子说完 当先往那边飞去 曹擎带领着一群老虎 攻击着一栋无人的大楼 他们的出现 震惊到四周的人类 片刻之后 就响起了警报声 来了 曹擎目光 一直盯着动物园那边的天空 这时他远远地 看见了光头男子飞了过来 在他的全息扫描下 发现光头男子后面 还跟着一大群变异人 这些人 也不管对社会影响怎么样 都用出了特殊的能力 急速往这边赶来 还是有一部分人 留在了动物园里面 不过人数应该没有以前多 曹擎高吼了一声 示意所有老虎 赶紧进入大楼里面 一消失在人们视野里面 他就将所有的老虎 收入了空间卡里 他也快速施展出 吞噬变形技能 变成了一只油损 他施展着隐蔽技能 快速往动物园方向飞去 他离开不久 光头男子 已经带着一小部分人 先赶到了这栋大楼里面 那群畜生呢 光头男子来到这里 目光往一个 早已经在这里的变异人看去 他们进去了 这人快速禀报道 光头男子 匆匆带队 杀入大楼里面 曹擎已经悄然间 回到了动物园大门前 他施展着全息扫描技能 发现还有一千个人的大部队 集结在动物园某处 这些人并没有散开 沉阴片刻 曹擎做出了一个决定 果断在动物园大门前 将虎妞他们放了出来 助手在大门前的 十几个变异人 看到这一幕 快速拉响了警报 他们也不敢直接杀去 这十几头变异虎那里 只能赶紧催促队友们 赶紧赶来这里 光头男子 带着几百人 第一时间杀入 空无一人的大楼后 恶然发现 这里面根本没有老虎的身影 然后下一刻 他就听到了 动物园那边的手下传来禀报 说 老虎们出现在了 动物园大门前 该死 他们究竟用了什么手段 居然可以这么诡异的 消失又出现 光头男子皱紧眉头 赶紧让动物园那边的人 去抓住这些老虎 这些老虎 一定隐藏着什么秘密 还好他还在那边 留了一千多人 既然是出现在 动物园大门前 那一千人 赶紧过的速度会很快 这些老虎 应该逃不掉了 一千多个变异人 接收到命令 快速杀去动物园大门 当他们杀到 动物园大门的时候 发现这十多只老虎 居然一动不动 像是在等着他们 集合在一起 闪电般将他们 都收入了空间卡里面 在那十多个助手 在大门前的变异人看来 这些老虎 只是聚集在了一起 然后就无故地 在原地消失了 好像本就不存在这里一般 曹琴还是有损的状态 隐蔽技能 一直在施展着 与地面融为了一体一般 现在将所有老虎 收入空间卡里面 悄然间往动物园内部飞去 然后他巧妙地 与一千多个变异人 擦肩而过 嘿 没想到吧 曹琴进入到了 动物园内部 趁着一千多个变异人 杀去了动物园外面 发现老虎们消失不见 皱紧眉头 寻找他们的时候 结界卡已经拿出 给我起 现在离灾变到来 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希望这个结界 可以撑到所有动物变异结束吧 曹琴手中的结界卡 飞上空中 然后爆发出了一条巨大的光柱 一直直入云霄里面 光柱出现后不久 猛然间爆开 向四面的领地覆盖过去 曹琴发现自己 能够控制这覆盖范围 当下就选择了整个动物园 一个倒扣的碗状的光瓶 眨眼间将动物园死死地扣住 一直蔓延到地底深处 光瓶散发着蓝色的光芒 看起来很厚 足足有一面墙这么厚实 但整体透明 只是阻隔了两方空间 结界卡使用完毕 曹琴赶紧来到了光瓶前 现在动物园和外界 完全分隔开了 而这厚实的光瓶 防御力似乎真的很强 它便回老虎 狠狠撞击了两下 撞得它骨架都差点散了 这光瓶居然还有反刺的能力 攻击打在上面 会爆发出一股强大的反冲击波动 击打攻击者 嘿 我看谁敢轻易攻击这结界 曹琴深吸了一口气 来到了动物园大门前 光瓶恰巧地将一千多个变异人 阻隔在了动物园之外 这一千人都愣了 尤其是看到了一只老虎 出现在了里面 这是怎么回事 光头男子这时候 也匆匆飞回了这边 当看到眼前的结界 神情已经变得阴沉不已 自己 似乎被摆了一套 其他组织的杰作 只是当它往结界里面看去 看到了一只熟悉长相的老虎后 棱在了原地 好像不是其他组织 不会是那些老虎吧 它早就发现那只胖虎不简单 一开始以为灾便要来了 有些物种提前有了些许变异 所以才会智商不低 现在看来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了 这只老虎 应该是吃下了整块变异紫精 除此之外 甚至还有一种可能 这只老虎 不会是拥有人类的灵魂吧 拥有攻击类的人 一起对这屏障发起攻击 光头男子大致想到了 这只老虎想干什么 应该是想拖延时间 让动物园里面的老虎 安然度过灾便期 成为变异兽 如此 才能和它们这些提前变异的人类抗衡 只是 现在离灾便期带来 还有一个小时左右 而且 灾便期到来的时候 动物还需要一些时间进行变异 这些时间 足以让它们攻破这个屏障了 它也想不明白 一只老虎 怎么弄出来了 这么诡异的屏障保护 但它可以确定 这只老虎小区 它们这些强大的变异人了 一群拥有攻击手段的变异人 站了出来 足足有一千人之多 在光头男子的一声令下 一千多人 同一时间发动攻击 火球 冰刺 雷暴等等神奇的攻击 一起铺天盖地 朝着结界光屏飞去 曹琴心里是有些紧张的 直到看到这些变异人的攻击 打在结界光屏上 犹如雨点打在了雨伞上的样子 它松了一口气 而且 这些人还被杀了一个猝不及防 浑然没想过 这结界光屏居然还会反击 强大的冲击波 朝着一千多人袭来 不好 光头男子惊道 连忙让这一千人躲避 只是他们反应速度还是慢了 冲击波冲过 一千多人中 站在最前面的人 直接爆开 剩下几百人倒飞出去 砸落地面 光头男子等人也在这冲击波下 频频后退 看着这惨状 光头男子整张脸都黑了下来 一只老虎 怎么弄来了这种神奇玩意 确定抵御下了变异人类的攻击 曹琴开始下令去为灾变道来准备 蚂蚁军团出动 破开囚困所有动物的牢笼 一起迎接灾变道来 以后早已经等候着命令 在曹琴的命令传达之后 就开始统领着蚂蚁军团行动 他们第一时间来到了狮园和狼园 只用了不到一分钟 就已经将囚禁这两大猛兽的金色牢笼 统统消除掉 随后 一群蚂蚁走上了每一头狮子和狼的背部 在狮子和狼的快速跑动下 前去到各种动物区域 破坏金色牢笼 不到半个小时 整个动物园的动物都已经重获自由 曹琴仍引咎站在动物园大门口前 盯着一群变异人 他必须 时刻观察节节的变化 看看这些变异人有没有用出特殊的手段 光头男子全名黄静泽 已经在整个节节覆盖的范围飞行了一圈 当看到所有的金色牢笼已经被破除 心情更加不好了 难道刘坤的消失 其实和这些老虎有关 不是因为其他组织 想到这个可能 黄静泽便确定了下来 这些老虎总是神出鬼没的 刘坤的消失也十分诡异 在会所里面无故消失了 极有可能就是这些老虎的杰作 真该死啊 现在离灾变到来 还剩最后半个多小时 不会真被这些动物通通变异成功吗 黄静泽想想就头疼 这些动物都变成变异兽后 初期的实力也还好 但他们这些变异人 想要应对这么多变异兽 也是麻烦不已 做了这么久的准备 这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了 他已经把这里的情况 禀报给他们首领 只能希望首领有办法 轰开这该死的屏障了 在灾变到来前 提前控制好这些动物 等这些动物变异后 他们也能第一时间 控制住这些变异兽曹擎 曹擎知道这些人不会就此罢休 仍旧保持着警惕的状态 期间 他也在一直给其他动物下达命令 尤其是给虎妞和狮王 他们下达命令 现在就去代替他征服 其余没有被征服的动物 争取在灾变到来前 让所有动物都听他的指令 灾变到来时间 最后20分钟 曹擎上辈子 听一些专业的人统计过 人类和动物变异时间 其实是差不多的 经历完整的变异过程 一般需要10分钟左右 当然一些天赋异禀 拥有极强的变异天赋的 则变异速度飞快 比如上辈子这个动物园里面 吃了一块变异紫巾的棕熊和巨蟒 两头动物成了王级变异兽 在其他动物还在灾变的时候 直接吃光了其他动物 达到提升的手段 不出意外 他和虎妞甚至花豹 都会只用几分钟就完成变异 前虎王则未知 可能也会很快变异结束 也可能会变异速度奇慢 所以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要撑够十多分钟 曹晴看着外面的变异 人们消停了下来 反而觉得开始危机四伏了起来 尤其是那黄敬泽 这时候不再脸色阴沉 好像在等着什么东西到来 这大概率是已经找到了 破开这结界的办法了 时间快点过去吧 我开始紧张起来了 曹晴眯着眼睛 这个组织具体有多强 他还没见识过 尤其是这个组织的首领 还没露过面 具体有多强 他也评估不了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栽变到来时间 还剩最后十分钟 还是来了 曹晴一眼看到了 天边是人心魂的画面 只见一个人 骑着红色的云雾飞来 像极了修仙电影里的老魔一样 这人身上 还有一排红色的卡片 在围着他转动 每一张卡片 都在飞到他面前的时候 都会闪起到红光 看到这一幕 曹晴心情瞬间糟糕透底 他知道这是什么能力 一种无解的能力 上辈子整个蓝星 只有一个人拥有 那个人在栽变到来 觉醒了能力 直接成了蓝星最强变艺人 这种能力 被人们称为无解卡牌 这边艺人身上的一圈卡片 就是这人一天的能力卡 随意选择一张 就能瞬间拥有一种能力 现在这人身上 飞速转动的红色卡片 有十张之多 也就是说 这人今天可以快速换 十种能力使用 除此之外 这些卡片还不是固定的 每天都可以选择变换一张卡片 当然该变艺人 可以选择不换 如此 等时间一久 这人就能确定 十种最强的能力 意志不变 曹琴咽了咽唾目 第一次感受到 深深的无力感 这人变异时间 应该有一个月左右了 也不知道 这人身上卡片的能力 有了哪些特殊的能力 这人相当于 拥有了十种强大的能力 他现在的能力 和这人差不多 可他的能力 并不能每天选择更换 当然 他这种情况 也有一个地方 比这人好一些 那就是他使用能力 不用一个一个选择 这人不能一次性 使用十种能力 只能选择一张卡片 获得卡片的能力 使用完再换成 另一张卡片 这中间 有一个切换的时间 这人 必须杀了 曹琴心头 凝固起浓郁的杀意 现在他和变异人 站在对立面 而这个组织 要灭了他和所有动物 这人应该就是 这个组织的首领 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 他和这人 都不能并存 他想要统治蓝星 也不能让这样 无限变强的 变异人活下去 拥有这种能力的人 想要无敌的方法很简单 待上几年 甚至十几年 等十种能力 都知换成无敌的能力 一出事 就是举世无敌 现在 这人出现在这里 可能也是他杀了 这人的唯一机会 前提是 他能熬过整个变异期 和一群动物 能够熬过变异期 否则 他根本没有和这人 单挑的机会 其他变异人一人一口吐沫 都能淹死他 所以 这结界不能被破 希望这家伙 还没有特别强大的 攻破这结界的能力吧 曹琴心里祈祷起来 这人从天边飞到了 结界境前 现在离灾变到来 还有最后九分钟 而离所有动物变异成功 还有接近二十分钟 见过首领 黄敬泽满眼 恭敬地看着来人 身居了一躬 该组织所有变异人 已经齐聚在这边 人数 足足有一万左右 此刻所有人 都跟着黄敬泽喊话 一时间声势震天 来人名为陈傲天 也穿着一身 特种作战服 留着一个寸头 长相帅气不已 怎么看 都像是套着 男主模板的家伙 曹琴嘴角抽了抽 自己算不算是 男主第一个面对的大boss 红色烟雾 卷着陈傲天 飞落在了地面上 面对上万人的恭敬 他只是随意点了点头 陈傲天 看向了结界内的曹琴 一人一虎对世间 像是有闪电 在两者中间闪烁 这动物园里 发生的一切诡异事情 都是你的杰作吧 陈傲天表情很平静 似乎不用争取时间 破坏眼前的结界 有的是 时间可以 静晴和曹琴闲聊 曹琴吼了一声 老虎状态的他 并不能说人话 但表达的意思相信 陈傲天也能听懂 没错 都是他干的 陈傲天摇头一笑 举止平淡 倒 我没猜错的话 你上辈子 也是人类吧 想不到成了老虎 还能做这么多事情 你应该吃下了一颗 变异紫金吧 见陈傲天 举止平静如水 曹琴想着 这陈傲天心里 一定觉得他 过不成任何威胁了 这是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 这种感觉让他心里 生起了一股不服 都是众生者 自己还能成为 老虎变异兽 你的能力很厉害 可老子有系统 真要干个你死我活 谁死谁活 还不一定吗 好 曹琴对着陈傲天大吼 显露出凶性 还挺凶 但你再凶有什么用 你应该没想到 这个世界 会有这种改变吧 成了老虎的你 刚开始的时候 一定很开心 只是没想到 这个世界会 因为我而改变 灾变到来后 混乱的世界 将被我改写 人类 永远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陈傲天一脸自豪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 看着天空 无限享受 曹琴确实经历过 陈傲天说的这种心理改变 但他并不觉得 成为老虎有什么不妥 这个世界 哪怕依旧被人类主宰 他也不会受到太多影响 只要足够强大 就没人能限制得了他 王级变异虎 加上有系统 稳住发育一段时间 谁来都得喊声爷爷 看着陈傲天 曹琴心里冷逸 越来越浓郁 这一战 是人类与变异兽的第一仗 他必须赢 看着一副表情平静 却心高气昂的陈傲天 曹琴恨不得这家伙 能够继续说下去 多浪费一点时间 你说 你继续说 我听着呢 陈傲天见曹琴盯着他 默默倾听的模样 震了一下 旋即大笑了起来 你这是在拖时间 你觉得 我能这么淡定 没有对付你这小规客的办法 曹琴心里的大事旋起 在看到陈傲天的时候 他就猜到陈傲天 可能拥有 破掉这结界的办法了 只是 他也心怀一丝侥幸 陈傲天高估了自己 其实 破不开这结界 好 你继续说 曹琴不管陈傲天怎么样 能多拖一会时间 就一会时间 只是他这句吼声 陈傲天并不能听懂 离灾便到来 还剩多久 陈傲天看了眼 不远处的黄敬泽 淡然问出一声 首领 现在离灾便到来 还剩八分钟 黄敬泽恭敬回道 他知道他们的首领很强 但也怕出什么差错 很想劝首领动手 那下面的动物 可都是灾便后的人类 提升资源 一头编异兽的价值 堪底一个亿的钱 陈傲天文言 依旧一副平静模样 盯着曹琴 笑道 可惜 你不能说人话 不然 我可以多和你聊几句 曹琴 这家伙还挺健谈 既然如此 那我也不浪费时间了 该终结你们的命运了 陈傲天自信非凡 说完手一挥 他深周的红色卡片 加速转动 随后耍帅 一般二指往前一架 直接加中了一张卡片 曹琴看着这逼格满满的模样 心里吐槽不断 你码的 有够装的 给这家伙装到了 没错 确实挺帅的 一些女子变异人 看到陈傲天后 就眼冒桃花 一副恨不得上去 缩在陈傲天怀抱里的模样 陈傲天拿着手中的卡片 淡然一笑 先拿着能力试试水 你这龟壳最好给力一些 别被我最弱的攻击能力 直接破了 曹琴 哥们的 真的装啊 他可不信 陈傲天这能力 是最弱的能力 应该是故意说的 目的就是给这些变异人手下一种 他强的可怕的感觉 陈傲天手中的卡片消失 重新出现在他身周转动 而他眼睛已经变成了冰球一般 身上的气息也开始变得寒风刺骨 黄静泽等人离陈傲天有几米远 顿时觉得身体要结冰 快速后退到十几米开外 才稍微好上一些 他们刚才只是靠近陈傲天 就觉得身体里面的血流速度变慢 竟然脑子思绪迟钝 如此强大的能力 绝对是冰属性能力中最顶尖的能力 切 陈傲天冷冷一喝 双脚下面眨眼间结冰 仅仅两秒不到 就有一座冰山 推着他出现在了高空之道了 一定高度 他眼中闪过冷芒 下一刻冷冷一喝 冰来 结界上空 空气暴响不断 眨眼间 一把巨大的冰箭出现在高空之上 悬浮在结界上空 给我破 陈傲天眯着眼睛 高喝一声 巨大的冰箭动了 朝着结界狠狠刺去 曹芹看着这壮观的一幕 心里已经在骂娘了 同样是技能 为啥人家的这么帅 哼 冰箭与结界光屏撞击在一起 强烈的震荡波从结界光屏中爆发 那把看起来蕴含强大能量的巨大冰箭 在与这震荡波接触的时候 顷刻间化作了碎冰 散落成冰雹一般 砸落在地面上 结界一点痕迹都没有 天地都安静了下来 陈傲天眨了眨眼 有那么一会猛逼 这么硬啊 曹芹见结界这么硬时 松了一口气 这一招看起来挺猛的 但好像不怎么强 陈傲天微微皱眉 旋即很快舒展眉头 笑了起来 朗声道 有点东西 但也就一点东西 我下面这招 你这龟壳 还能接得住吗 他话音一过 手一挥 深周的卡片再次疯狂转动 双指一加 加中了他想的那一张卡片 下一刻 陈傲天身上的气息变了 他深周热浪滔天 脚上的冰瞬间融化 而他整个人也变成了火人 在天空中漂浮 他单手高举 一颗拳头大的深红色火球出现 只是一秒不到 火球瞬间砰的一声 变成了足足有一辆卡车大小 这还没结束 又是砰的一声 火球变成了一座山大小 此刻 陈傲天整个人 在这火球面前 犹如一只小蚂蚁一般 所有变异人 看到这骇人的一幕 都情不自禁咽了咽口水 太猛了 曹琴也皱紧了眉头 这火球有点大了 去 陈傲天大喝一声 这次他认真了 一击破掉这结界 火球轰然往结界砸去 所过之处 空气都被挤压得爆响连天 哼 恐怖的爆炸 在火球接触到 结界光屏时诞生 火光震天 闪亮天界 这一击很恐怖 只是 曹琴很快发现 结界光屏 依旧一点痕迹都没有 这时 陈傲天愣在了原地 不是 这么硬 陈傲天心里 暗自震惊不已 因为他知道自己用了多少实力 黄敬泽等遍一人 则震撼不已 他们首领 要是已经全力出手了 这屏障还未被破除 那是否意味着 他们打不破 这屏障了 曹琴这时候 并没有觉得开心 相反的 心里的大石 再次悬起 因为他发现 这结界似乎已经出现了问题 在陈傲天 用出兵剑攻击的时候 他还能看到结界 有些许反伤的威力 至少眨眼间 将整把兵剑震碎 而现在 这个火球 砸在结界上 结界看起来 是没有任何裂痕的损伤变化 但结界的反伤机制 似乎没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结界出了问题 这才第二次攻击 陈傲天 再攻击几次 这结界会不会直接破碎 曹琴不敢想下去 而现在 他需要做点事情了 好 响彻天穷的吼声 从曹琴口中响起 传至陈傲天等人耳中 陈傲天听着这吼叫声 又看着下方老虎 露出人性化的不屑表情 脸色不再像先前那样 一切尽在掌控 平静如水的状态 直接阴沉了下来 想不到被一只老虎给嘲讽了 只是 刚才的两次攻击 已经是他十种能力中 最强的两种攻击手段 还剩最后一种 这能力限制比较多一些 要是还打不破 这龟壳屏障 那他也就没办法了 而先前他那模样 就像一记回旋镖 打在他的脸上 该死的 装过头了 陈傲天暗暗骂了一声 不过他依旧很自信 因为他已经看出 这龟壳屏障 出现了一点问题 为了更确定一点 他看向了不远处的黄敬泽 问道 先前这龟壳 是不是面对攻击的时候 还会释放出一些攻击回来 黄敬泽听后 快速点头 随后他也后知后 觉得睁大了眼眸 快速道 首领 这龟壳 似乎不一样了 陈傲天听后 哈哈一笑 看向了下方的曹晴 再次恢复了平静的表情 道 你这只老虎 还在虚张声势 心里怕事 已经担心 瘦怕得要死了吧 曹晴 你压的 有本事 再给点时间 他一直在心里 计算着灾变到来的时间 经过陈傲天 打出两剂攻击的折腾 现在离灾变到来 还剩最后三分钟 只是动物们变异 也要十几分钟 所以他最好 再撑一段时间 然而陈傲天 现在已经不像一开始那样 轻视着姐姐了 说完之后 开始准备最后一击 曹晴已经用过一次 吞噬变形能力 不然 他高低变形成人类 和陈傲天 这家伙逗逗嘴 拖一两分钟 现在吗 只能看情况了 陈傲天不再拖泥带水 手一挥下 深周的卡片 再次快速转动起来 没错 他依旧选择装逼 双指往前一加 加中了一张能力卡片 上面写着三个字 黑洞杀 而且还有一幅 画面像是在卡片里面播放着 那是一个 有黑旋转着的黑洞 吞噬着四周的一切东海 陈傲天冷哼一声 迎接 我的最强一击吧 这是他最强的攻击手段 轻易间不会使用 但现在已经到了重要关头 不得不用了 曹琴也人性化地露出了担忧之色 这家伙看起来 确实要用大招了 最好这一招 需要蓄力时间吧 能多拖一会 是一会 就在曹琴如此想着时 他就看到陈傲天双手合拾起来 随后 快速做出了三角形的形状 大喝出了一声 黑洞杀 这一声响彻天空 下一刻 一个黑色的小点点 像是苍蝇一般 网节界光屏飞了过来 最后停在了光屏前 曹琴眨了眨眼 听到黑洞杀三个字的时候 他的心脏就揪紧了 这听起来就很牛逼 现在看到这小小 一个黑色的点 不禁表情怪异 不会就这样吧 陈傲天一脸冷笑 神情已经认真了起来 身上的精神力 快速作用在这黑点上 这攻击手段很强 可一般用来 击打一动的目标 会很难打中 但面对这种 助力在原地的目标 简直是一打一个 不支声 一打一个爽 在他的全力施展下 黑点慢慢变大 从苍蝇大小 一直变大 扩张到拳头大小 只是到了这个程度 这个黑洞 还是没有爆发出 特别吓人的威力 只是让四周的空间 扭曲了起来 无数能量 疯狂往黑洞涌去 而节界光屏 也在这变化中有了变化 开始颤动 可行 陈傲天眼眸大亮 表情再次变回了 先前的平静 装逼模样 他这攻击 还没到达最强状态 等到了最强状态 那这龟渴屏障 绝对被破 曹琴眨了眨眼 确定这攻击对结界 是具备毁灭性打击了 就是 这攻击 还真跟他祈祷的 一样 需要很长的施法时间 现在 灾变到来时间 已经快到了 十 九 八 七 之一二 来了 时间一到 曹琴就看到天穷 从蓝色突然变成了黑色 紧接着一场紫光 从天边蔓延而来这一幕 很是雄伟壮观 与其说是世界末日 不如说是梦幻场面 多了一分美丽动人 短短几秒不到 整片天空都变成了紫色 眼前 这个世界 像是镀上了 一层紫色的金属 不管看多少次 还是觉得震撼 在这种世界聚别面前 人类 依旧很渺小不过 这辈子这个世界 将会被我重新谱显 陈傲天 哈哈大笑了起来 他并没有停止 黑洞杀攻击 反而更加强烈地施展起来 姐姐也在这黑洞杀面前 开始变得脆如纸糊 曹琴看着世界的变化 也深吸了一口气 确实是不管看多少次 都会觉得自己很渺小 这是一场 由太阳波及而来的灾难 但他这辈子 不再像上辈子那样弱小了 这辈子 他要活出谁 也比不了得精彩一生 不管是谁 都别想阻止他 拥抱更好的未来 破了 姐姐破了 黄敬泽等变艺人 也被紫色的天穷 惊呆了 现在见到首领陈傲天 终于将姐姐光屏击破 都睁大了眼眸 所有动物快要变异 这时候杀下去 控制住所有动物 还来得及 加陈傲天看着黑洞 发挥到最大的威力 一下子将姐姐光屏吸走 动物园再无保护 他大笑了起小的慢 开始干活了 陈傲天收回了黑洞杀能力 微微喘着气 自信非凡地朗声道 一群变艺人 纷纷笑着硬核 只是他们 还没开心多久 一道光芒一闪而过 然后 一个新的姐姐光屏 再次笼罩住了整个动物园 陈傲天 黄敬泽 群变艺人 曹擎第一时间 用出了第二张姐姐卡 升起了第二个姐姐 只是 他并没有太过开心 因为陈傲天 能打破第一个姐姐 那一定可以 打破第二个姐姐 现在所有动物 都沐浴在了紫色的天穷下 紫色的光辉 从天空久落地面 动物们 已经准备变异了 变异时间 普遍是十几分钟 这十几分钟 他怕是撑不下去了 先前陈傲天 攻击姐姐 用的时间 就是十几二十分钟 可陈傲天 更多的是浪费时间 在干凉和装逼 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姐姐 陈傲天 断然是 不敢继续装了 也不知道这个 姐姐能撑多久 陈傲天呆滞了 几秒钟才回过神来 表情已经没有 先前的淡定了 该死的 怎么还有 还是先前的 就没破坏掉 陈傲天心里犯难了起来 这要是还是先前那个屏障 那他岂不是 根本打不破这屏障 那黑洞杀 已经是他能用的 最强的攻击能力 首领 他已经开始 有变异了 如果没有出错 吃下一块变异紫金的他 很快就能成为 一只王级变异兽 黄静泽 很快发现 姐姐里面的曹琴 有了变化 在紫光出现的时候 曹琴体型 就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大中 陈傲天咬了咬牙 他现在也急了 一个王级变异兽 放在前世 那很可怕 但这一是一只 刚出现的王级变异兽 那连他的权力一击 都接不下 现在他苦恼的是 整个动物园的动物 都在变异中 他们要是没有及时 打破这龟壳 屏障 之后想要控制住 所有变异兽 麻烦至极 兴许还会损失 大批量的变异兽 毕竟变异兽 也会自相残杀 而且这些变异兽 智商会得到提升 看到他们这么 多变异人 不会死战 如此多变异兽 四散逃离 他们也控制不过来 你们分批次 围着整个动物园 等我将这龟壳打破之后 第一时间尝试控制变异兽 控制不住 也直接杀了 能杀多少是多少 陈奥天已经不敢百分百 肯定能在动物变异前 击破着屏障了 只能先做好最坏的 打算黄敬泽等人听后 纷纷组织变异 人们行动 四散包围整个动物园 曹擎见陈奥天 并没有第一时间攻击结界 眼眸闪过了一道光芒 这陈奥天似乎误会了什么 难道以为这结界 还是刚才的结界 所以觉得 自己做不到 及时击破结界了 想到这里 曹擎深吸了一口气 只要陈奥天 再给他们一些时间 那他们就有和这些 变异人一战的资格 你确实有点东西 但是 不管结果怎么样 你们终究翻不起任何浪化 让你们都成为了变异兽 又怎么样 在我们这些 已经提前变异的人类面前 你们一开始 也是弱得可怜 陈奥天不再像先前那样 平静如水 脸上不知何时起 已经出现了一抹怒色 似乎被这种 掌握不了的情况激怒了 也对 一个如此自命非凡的人 哪能容忍 这种突变的出现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曹擎回忆大吼 不管陈奥天听不听得懂 该有的气势 还是得有 哼 不服气 让你成为了王极变异兽 又能怎么样 我迟早把你这龟壳给破了 到时候 杀你一头王极变异兽 如杀祭一样简单 陈奥天 似乎只有通过如此宣泄 才能发泄心里的不爽 曹擎心里冷意弥漫 他已经能够感受到 自己在快速变异了 短短不到一分钟 他的体型 就壮大了一倍之多 力量和速度 都突飞猛进 的提升 这种感觉 很爽 但陈奥天说的这些话 和看他的眼神 让他很不爽 你很强 不可否认 但 你就觉得 我只是王极变异兽 这么简单吗 曹擎盯着陈奥天 杀意已经在心中成形 陈奥天对他的了解很少 少到只知道 他原来是人类 和吞下了一块变异紫金 他还有系统 已经具备了很多种技能 更是拥有虎妞 和前虎王花豹 这些顶尖手下 虎妞也吞下了一块 完整的变异紫金 现在就躲在暗处变异中 也能成为一头王极变异兽 莫变异前虎妞 就已经足够强大了 成为了王极变异兽 又该有多强大 你终究会为了自己 小觑敌人 而付出代价 曹琴猛地朝着 陈奥天大吼 一副有本事 你现在救下来咬我的模样 陈奥天满脸冷意 一甩身前的卡片 再次用出了黑洞杀 你就祈祷我破不了这龟壳吧 不然 有你好受的 陈奥天双手合十 准备再次使用出黑洞杀 黑洞杀是陈奥天 最强的攻击手段 只是这攻击手段 并不能瞬间施展出来 需要蓄力时间 但蓄力时间 只需要两三分钟 斩 曹琴大吼了一声 他知道陈奥天的黑洞 杀能够毁坏他的结界 那怎么可能 还给陈奥天 顺利施曹琴洞了 朝着动物园外奔去 这陈奥天怎么都没想到 他可以冲出去吧 曹琴在看到陈奥天 把所有变异人支开的时候 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 想表现出狂喜 但他自己的喜悦 被陈奥天看出 就死死忍了下来 直到现在确定 黄敬泽等变异人 已经远离了这边 那就是他出去阻止陈奥天 继续攻击结界的时候 陈奥天看着曹琴急速狂奔 居然一月间出了那屏障 不禁震了一下 旋即他笑了 真是不知死活啊 居然敢出来 以为这里只有我一人 你就有机会杀我了 还没成为王级变异兽 就敢动我单挑 无知的你 就带着你的悔恨去死吧 陈奥天果断收起 要蓄力的黑洞杀能力 一甩身前的卡片 抓住了其中一张 变异成功 拥有了这能力后 他就每时每刻都在训练 一直到现在才出关 现在的他 已经能够完美使用 自己的能力 他抓住一张卡片后 整个人化作了红雾 朝着曹琴卷去 曹琴大吼一声 第一次跟这种强者交手 所以他也没有藏桌 第一时间施展出精神冲击 变成红雾的你 能免疫我的精神冲击吗 精神冲击一出 像是龙卷风 一般朝着曹琴袭来的红雾 猛的一停 一道剧烈的痛苦声 从红雾中传出 你 怎么已经觉醒出能力 陈奥天大叫一声 还是精神类能力